我说,你看乔洛洛和你小叔接吻,比看你妈厌弃都难过。 齐玉初,你行,你太行了,一直以来把我骗得团团转,还说什么看不上他,我看你不仅看得上他,你那眼神恨不得把他吞吃入腹。 只是可惜啊,人家却看不上你了,你看看你自己,哪里比得上你小叔啊? 我要是乔洛洛,我现在也懒得多看你一眼。 庄孟非骂完看齐玉初也不反驳自己,顿时心如死灰。 他路过齐玉初身边,留下了一句,齐玉初连喜欢一个人都不敢承认,你真的可怜又可悲。 高跟鞋的声音渐行渐远,齐玉初高大的身影站在原地,双目都泛起血红色。 庄孟非说得对,是他懦弱,自欺欺人。 打从乔洛洛第一天进入其家,穿着那条白色的小裙子,站在苏婉身后,怯声声朝他看过来的时候,他就喜欢上了他。 他那天的笑容没有作假,是发自内心的笑容。 他只是以为,乔洛洛会一直在他身后,不会离开他。 车内,气氛沉闷。 从一上车开始,乔洛洛就把自己蜷缩在了角落里。 他不懂齐玉为什么在影厅里握住他的手,更不懂他为什么在外面突然倾他。 明明是个取所需的婚姻,为什么齐玉却有种在不断的试探,甚至企图要越过那条禁忌线的意思呢? 是他一开始误解了他的意思吗? 不,不可能。 他明明说了,是想应付苏婉的催婚,他绝对没有误解。 况且他还误以为这个孩子是别人的,那他就更不可能会对他动什么歪心子。 那他这一系列行为,又代表什么呢? 所有的思绪在脑子里搅和成了一团乱麻。 乔洛洛的脸色变了又变。 他无法理解,也不敢去胡乱理解。 一个齐玉初已经差点摧毁他,更何况是齐家最高高在上的齐渊。 他不只会摧毁他的心,还会连带着他的灵魂一起碾碎。 车子快进车库时,乔洛洛回头朝着齐渊看了过去。 四周的光线突然湮灭,呼啸而过的,心跳声让乔洛洛说话都有些不利索。 刚刚那件事,我会当作没有发生过。 司机突然打开了车灯,让乔洛洛看清了齐渊的脸。 他眨了一下眼睛,微微抬起薄薄的眼皮,瞳孔深邃不见光。 他没有回应他这句话。 车子很快停在了电梯门口。 司机下来开了门,他转身下车。 乔洛洛跟在他身后,坠坠不安,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懂自己的意思。 一直到两人上了楼,电梯门打开的时候,齐渊突然垂眸看他看过来,声音很沉。 乔洛洛,我不仅不会让你忘记刚刚的事情,我还会让你记住,今后和我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乔洛洛睁大眼睛,舅妈的声音从厨房那边传来,你们回来了? 吃过饭没有? 他穿着围裙,一脸的笑意。 乔洛洛还震惊于齐渊刚刚那句话,齐渊却若无其事地脱下了外套,对钱霞说,还没吃。 钱霞立刻说,那我去给你们做饭。 他说完看向门口发呆的乔洛洛。 洛洛,你怎么了? 乔洛洛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没,没什么,舅妈,我先进去换衣服。 他飞速走进了主卧。 齐渊站在客厅里,看着他仓皇的背影,眼眸深沉。 钱霞做饭动作很快,四菜一汤色,香味俱全。 乔洛洛吃了一小碗米饭就起身,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 他不敢去看齐渊的表情,又逃进了书房里。 钱霞有些诧异,想问齐渊,但看了对方一眼,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尽管他表现得在绅士有礼,但出生在豪门,常年身居高位,让那古金贵疏离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让人不敢亲近他。 下午,乔洛洛一直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强迫自己沉浸在毕业设计之中。 齐渊下午还要去公司,就叮嘱钱霞帮忙照顾,自己走了。 到晚上齐渊回来,乔洛洛已经洗漱完睡下,看来吓得不轻。 他抬起手敲了敲门,乔洛磨蹭半天才过来开。 怎么了? 齐渊把手里的温水和药递过去,把药吃了。 谢谢。 乔洛洛小心翼翼地接过去,动作很轻,刻意地避开了他的手。 他要关门时,齐渊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不要胡思乱想,早点睡觉。 乔洛洛哪里敢乱想,答应了一声,就把门给反锁了。 第二天一大早,齐渝出现在了柳家木的病房门口,他没有直接敲门,而是坐在长凳上,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一直到一个身影出现在走廊的尽头,他眼里的喜意一闪而过,正要上前去, 另一个身影的出现,又让他的脚步停住。 他飞速地转身,躲在了墙角。 齐渊和乔洛洛一起来的。 虽然乔洛洛已经表示自己可以打车,但他还是坚持把他送了过来。 到了病房门口,他没有要进去的意思,而是低头看了一眼乔洛洛。 回去的时候,给我打电话。 乔洛洛不敢直视他。 好,他正要进门时,又被齐渊挡住,他伸手脱下了自己的外套,披在他身上,医院空调凉,你不要待得太久。 西装外套上全是他的气息,乔洛洛仿佛又被裹进了他怀里,脸又开始发烫。 他用手扒着衣服刚要说话,齐渊接到梁霄的电话,看了他眼离开了。 乔洛洛目送他的身影消失,又在原地愣了好久。 他昨天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病房里传来柳家木的声音。 乔洛洛,是你吗? 他回过神,推门走了进去。 是我。 他把提来的水果零食放在床边,又看向他缠着绷带的脚踝。 好点了吗? 柳家木伸手从口袋里找了个橙子出来,边包边说,不怎么疼了,就是还得躺两天。 对了,你替我谢谢齐,我姐夫,这种病房多亏了他我才住得起。 单间豪华病房,还有配套的洗手间和淋浴间,沙发电视一应俱全。 讽刺的是,比他家里,那个卧室都要豪华。 乔洛洛满怀歉旧地说,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倒成这样。 柳家木把橙子剥开,自己先尝了一半,酸的脸都皱成一团。 不是因为你的错,是齐渔出那个王八蛋的错。 他正要扔掉橘子,被乔洛洛接过去。 我吃吧。 柳家木皱着眉头,还以为他是怕浪费,这么酸就别吃了。 你老公也不会计较你,浪费他这么一点钱的。 乔洛洛包橘子的手一僵,你别胡说,我只是,只是什么? 我怀孕之后,口味有点变了,这两天老想吃酸的。 他说完,把一半橘子塞进嘴里,强烈的酸液刺激得味蕾疯狂分泌, 他却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而此时门外突然咔哒一声,像是,有什么人在门口偷听。 他警惕地站起身,朝门口走去。 谁啊? 乔洛洛打开房门时,门外空无一人, 可门口的长凳上放着一杯只喝了一点点的咖啡, 明显咖啡的主人刚刚离开。 他拿着咖啡杯四处看了一眼,走廊那头走来一个护士。 他拦住护士小声问道, 你好,请问,这里之前是有人吗? 护士回忆了一下,早上来查房时, 确实看到门口坐着一个男生, 因为对方的长相英俊,他不自觉地就多看了两眼。 是有人在这里坐过,是一个男生,长得还挺帅的。 谢谢。 乔洛洛心生疑惑,把咖啡杯扔进垃圾桶,转身进了门。 他问柳家木,早上有朋友来,看过你吗? 后者,却突然脸色一变,又伸手去拿了一个橘子, 我哪有什么朋友。 听到这里,乔洛洛一愣。 柳家木长得帅,学习也很好, 为什么会没有朋友? 可他却似乎不愿意多说, 也许刚刚是别的家属路过而已。 你还吃橘子吗? 我再给你包一个。 乔洛洛被这么一打断, 注意力也不在刚才门外的动静上了,急忙拒绝。 不用了,你想吃什么? 我给你包吧。 柳家木拿了个橘子自顾自地包, 我哪敢让你动手。 别说齐渊不乐意,我妈也要骂我的。 他算是看出来了, 现在乔洛洛身边不再只有他们了, 还有一个齐渊护着, 以后这日子可比从前要好过一万倍了。 乔洛洛听他又说齐渊, 想解释两句,又觉得多余, 只好坐在他面前看他给自己包橘子。 医院门口, 齐渊出匆匆跑下楼, 一颗心还砰砰直跳。 他刚刚没有听错, 乔洛洛确实说自己怀孕了。 可他和齐渊的关系才公开几天, 难不成两个人早就有了交集? 不,不可能。 明明乔洛洛之前还表现得那么喜欢他, 一点征兆也没有。 他们是什么时候勾搭在一起的呢? 难不成, 乔洛洛一直以来都在骗他吗? 明面上喜欢他, 却和齐渊暗度陈仓, 拿他当挡箭牌。 齐渊出越想心越良, 明明是六月的夏季, 他整个人却如坠冰叫一般。 他印象中的乔洛洛乖巧懂事又胆小, 可现在发生的一切都在不断重塑他对于乔洛洛的认知。 就在他陷入这种猜忌中时, 麒麟的电话打了过来。 他刚一接起来, 那头就是劈头盖脸的谩骂。 你是不是和庄孟飞吵架了? 我之前是怎么跟你说的? 庄家对你的前途是大有用处的。 齐渊出还想解释, 爸,我没有,你没有。 一大早装孟飞的大哥就给我打电话了, 阴阳怪气的, 之前我们谈好的那个项目, 他也说要重新考虑一下。 你知不知道他说话多难听? 齐渊出哑口无言。 麒麟说, 我不管你怎么样, 你现在马上去给他道歉, 认错, 把人哄回来, 听到没有。 齐渊出顿了半赏才说, 我知道了, 柳家木的伤只是轻微的扭伤, 并不算太严重, 在医院住了三天就已经消肿, 可以下地走路了。 乔洛洛来陪了他三天, 把之前拿来的那一斤酸橘子吃得干干净净。 出院这天, 柳家木调侃他, 到底谁是病化啊? 橘子让你给我吃光了。 乔洛洛有点不好意思, 那我送你回去, 给你买五斤橘子补偿你。 柳家木本想拒绝, 可看他这样子也不肯答应, 于是说, 那好吧, 谢谢了, 是我要谢谢你。 那天要不是有他在, 指不定摔下去的人就是他自己了。 其实这几天, 他每每想起那天齐玉初的眼神, 都有种后怕的感觉。 那是他以前没有在他脸上看到的很厉, 好像真的想杀人一样。 因为齐渊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要开, 只把梁霄派过来给乔洛洛当司机。 他为人周到又接地气, 三言两语把柳家木都给收边骑下。 上车时, 柳家木忍不住低声跟乔洛洛说,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 我看这个梁特助这么厉害, 跟我姐夫的教导脱不开关系。 他这两天, 姐夫长姐夫短的, 起初乔洛洛还觉得不好意思, 听多了也开始习惯了。 他正想说什么时, 齐渊的电话打了过来。 他的声音在电话里总是格外的低沉好听, 离耳朵太近, 给人一种酥酥麻麻的感觉。 上车了吗? 嗯, 上车了。 乔洛洛小声回答。 齐渊说, 我这边事情有点多, 抽不开身, 梁霄在那边, 你有任何事情都要跟他说, 知道吗? 乔洛洛小声答应了一声, 那头传来很低沉的一声, 乖。 乔洛洛甚至觉得, 后面应该接上一句宝宝才对。 等齐渊挂断电话, 他被自己刚刚的想法惊得面红耳赤, 自己在胡思乱想些什么。 柳家木发现他的异样, 笑了一声。 我姐夫说什么了? 你脸红成这样。 乔洛洛急忙转过脸, 扭向窗外。 他, 他说, 让你好好休息。 柳家木吃笑一声, 才不觉得齐渊会把他放在心上呢。 前往小区的路上, 柳家木还在和梁霄有一搭没一搭地 聊着毕业后的打算, 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乔洛洛不好意思地说, 是我的电话。 他拿起来一看, 是舅妈前侠打来的。 他顿时有些紧张。 柳家木住院的事情, 前侠并不知道。 现在是早上八点半, 前侠应该已经到别墅开始做家务了, 为什么会突然给他打电话? 由于片刻, 他还是接了。 舅妈, 我今天出门比较早, 就没等你。 那头却沉默了一会儿, 再传来的声音就有点不太正常。 洛洛, 我想跟你请两天假, 我身体不舒服, 想在家里休息两天。 乔洛洛见他说的不是柳家木的事情, 松了口气的同时又有些担心。 哪里不舒服?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前侠说, 不用, 就是一点小感冒而已, 我休息两天就好了。 乔洛洛心生疑惑, 还想追问, 前侠却已经挂断了电话。 他扭头看向柳家木, 柳家木察觉到他表情不太对劲, 问道, 谁给你打的电话? 梁潇说, 你们别着急, 我们马上就到了, 要是严重的话, 我们就带他去医院看看。 没一会儿, 车子就停在了小区门口。 乔洛洛心里着急, 加快了脚步, 梁潇看得胆战心惊拉住他。 太太, 你慢点, 你现在可是有身孕的人。 要是被齐渊知道他这么跑, 他今年的年假, 估计就泡汤了。 经他提醒, 乔洛洛才想起自己有孩子这件事, 因为月份太小了, 他总是会忘记。 他不好意思地看了梁潇一眼, 放慢了脚步。 三人上了楼, 柳家木没有敲门, 而是直接拿出钥匙, 把门打开。 结果刚一看到屋内的情形, 他整个人就愣住了。 乔洛洛和梁潇也都瞪大了眼睛。 怎么会这样? 整个家里乱成了一团, 像是遭了贼一样。 但凡是能挪动的东西, 此刻全都粉身碎骨地躺在地板上。 地上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 连个下角的地方也没有。 柳家木脸色大变, 急切地冲进卧室, 大喊道, 妈, 你在吗? 乔洛洛刚要跟着进门, 沙发上的角落里, 蜷缩着的人影突然呻吟了一声。 他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 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 好在身后的梁潇一把扶住他, 心都跟着跳到了嗓子眼。 太太, 你在这里不要进去, 我去看看。 梁潇把他扶到了门口, 让他贴门站着, 自己亲自走到沙发边查看。 地上蜷缩着的黑影不是别人, 正是乔洛洛的舅舅柳向明。 他浑身散发着浓烈的酒气, 嘴里打着呼噜, 还不时地用手挠一下身体, 显然酒后睡得正憨。 乔洛洛在门口小声问, 是舅舅吗? 梁潇点了点头, 你不要过来。 他也不想管柳向明, 正要转身, 身后的柳向明却突然听到声音, 睁开了眼睛。 他隐约看到眼前站着一个高大的男人, 还以为是齐渊, 当场就从地上爬了起来。 齐渊? 你给我站住。 他扶着沙发扶手, 身形还有些摇晃, 整张脸都因为酒气发红扭曲。 梁潇转过身说, 柳先生, 你认错人了, 我不是齐总。 柳向明愣了一下, 骂了一句脏话, 突然看见门口站着一个小小的身影, 定睛一看, 是自己那飞上枝头的侄女。 他当场冷笑了一声, 瞧洛洛, 你还舍得回来看我? 我还以为你这辈子都不会踏进这个家门了呢? 也对啊, 你现在是豪门少奶奶了, 我这个舅舅一事无成, 你肯定巴不得和我撇清关系。 他还对之前梁潇带人上门抢走户口本的事情耿耿于怀。 乔洛洛任由他阴阳怪气, 并没有吭声, 他知道不能和酒鬼计较什么的。 可柳向明见他不说话, 却得寸进尺起来, 都是一群白眼狼。 我看齐渊和那个齐渝初都是一个德性, 整天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你以为他多喜欢你, 只是拿你当一个生育机器罢了。 连结婚这么大的事, 他都懒得亲自来见见我, 根本不把你过世的父母放在眼里。 他越说越过分, 梁潇都听不下去了, 正要开口反驳, 却被乔洛洛给抢了先。 不准你这么说他, 他和齐渝初不一样。 闻言, 梁潇诧异地看了乔洛洛一眼, 内心感慨, 齐总啊齐总, 是你自己不来的, 我都替你可惜。 乔洛洛刺白的小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漆黑瞳孔之勾勾盯着柳向明。 他是真的完全向着, 齐渊了。 柳向明被他看得心里发毛, 嘴里骂骂咧咧地, 就想冲到他面前。 梁潇伸出脚拦了一下, 他啪的一声, 摔了个狗吃屎, 在地上哀哟哀哟地叫唤起来。 见状, 梁潇嘴角的笑容还没扬起来, 卧室里却突然传出了柳家木的一声怒吼。 我要去杀那个畜生。 妈, 你别拦我, 让开。 乔洛洛和梁潇脸色一变, 看到柳家木从卧室里炮弹一般冲了出来。 他先是看了一眼趴在地上的柳向明, 然后静止冲进了厨房。 梁潇感觉到了事情不对劲, 第一时间朝着乔洛洛走了过去, 把他护在了身后。 二人只看见柳家木一个剑步冲进了厨房里, 在杂乱无章的东西里翻出了一把菜刀。 他冲出来时, 眼神阴郁到了极致, 脸色因为愤怒而扭曲争鸣, 再也不是刚刚还说说笑笑的那个清爽少年。 柳向明, 你这个畜生, 今天我就要杀了你。 他拿着菜刀朝着柳向明冲了过去, 眼看着他就要一刀砍在柳向明的背上。 突然跑出来的钱霞却从身后一把抱住了他, 大声哭喊道, 家木, 家木, 你别冲动, 别冲动啊。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 乔洛洛被那把菜刀吓了一跳, 根本没反应过来。 梁潇倒是反应过来了, 但他不敢把乔洛洛这么放在一边。 此时钱霞出现, 梁潇才上前去挡住了柳家木, 喊道, 柳家木, 你冷静一点。 你这一刀下去, 毁掉的不只有他, 还有你和你妈。 柳家木气喘吁吁, 身后钱霞的哭喊声震耳欲聋, 他高高扬起的手怎么也砍不下去了。 此时的乔洛洛也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他扶着门框, 手都在抖。 柳家木, 他哽咽着喊他。 柳家木回头看了他一眼, 眼角划过一滴眼泪, 无力地垂下了手。 梁潇见状赶紧夺下他手里的菜刀, 丢到了一边。 你再怎么冲动, 也不能动手啊。 梁潇想到刚刚的场景, 就一阵后怕, 忍不住说了一句。 可柳家木却往旁边让了一步, 把抱着自己的钱霞给拉到了他面前。 等梁潇和乔洛洛看到钱霞的脸时, 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仅凭他这张脸, 已经完全认不出他这个人了。 满脸肿胀到没有一块好皮, 右眼皮还高高隆起, 连眼球都看不见了。 柳家木哭吼道, 你说, 你说我该不该砍死这个畜生? 你说啊。 梁潇被震惊到说不出话来。 他知道柳向明不是个好东西, 赌博又家暴, 但亲眼见证他的暴行, 这种冲击力让他这个自以为足够稳重的人, 都无法克制住心中的怒火了。 他低头朝柳向明的位置看去, 想踹他一脚, 可眼前的一幕却让他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因为柳向明不知道何时已经从地上爬起来了, 正弯腰去捡掉落在不远处的那把菜刀。 而乔洛洛就站在不远处, 扶着门框后退了半步。 柳向明! 梁潇怒吼了一声, 可柳向明听到他的吼声不仅没有停下, 反而一把捡起了菜刀, 朝着乔洛洛冲了过去, 一切发生得太快。 除了梁潇, 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包括已经被当做了目标的乔洛洛本人。 他眼睁睁地看着舅舅从地上捡起了菜刀, 寒光一闪而过, 他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 舅舅朝他冲来的时候, 整张脸都因为怒火而扭曲猙獰, 宛若地狱跑出来的恶魔。 他嘴里嘶吼着, 那我也杀了你。 可他冲到门口时, 脚下去踢到了一个掉落的花瓶, 亮枪了一下。 也就是这瞬间的功夫, 所有人都回过神来。 柳家木一边往这边冲一边吼了一句, 跑啊, 乔洛洛。 眼看着舅舅再次朝自己冲来, 这次的乔洛洛没有再站在原地, 而是猛的一个转身, 眼前闪过一大片阴影, 他撞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 齐渊一把抱住了他, 想转身躲开, 可失去了理智的柳向明已经冲到了跟前, 举起菜刀用力地砍了下来。 齐渊抬起右脚朝他的膝盖狠狠踢了过去, 伴随着一声惨叫, 柳向明摔倒在地, 可他手里的菜刀还是朝着乔洛洛的背部砍了下来。 齐渊本能地抬起手, 护住了乔洛洛, 一阵尖锐的疼痛从右臂炸开, 柳向明摔在了地上。 电光火势之间, 身后的梁霄和柳家木也已经冲到了跟前, 两个人死死地压住了柳向明。 柳向明被死死压着, 还在剧烈地挣扎。 该死, 你们都该死。 该死, 梁霄抬眼看向齐渊, 瞳孔色缩了一下。 齐总, 你的手, 齐渊却顾不上自己的手, 而是低头去看怀里的人, 脸色煞白, 但她还是听到了梁霄的那句话。 我没有受伤, 她转过身, 看到了齐渊拦在自己身后的手。 材质烤旧的布料已经被锋利的菜刀劈开一大条口子, 里面的白衬衣早已经被鲜血给染成红色, 深可见骨的伤口触目惊心。 乔洛洛愣住了, 剧烈的情绪让她的眼泪夺眶而出。 是齐渊替她挡了这一刀。 你, 你的手, 她在出口的话语早已经哽咽, 带着浓浓的哭腔。 齐渊看她只是受到惊吓, 心中已然松了口气, 她把手, 收了回去。 不要紧, 你没有受伤就好。 乔洛洛却没觉得哪里好, 她宁可被砍的人是自己。 我, 我给你叫救护车, 她拿出了手机, 泪水早已经把眼前模糊成一片, 根本什么都看不清, 她的手剧烈地颤抖着。 齐渊低头看着她, 心很痛, 她一把握住了她的手, 用一种安抚性的姿态, 把她搂进了怀里。 她说, 我没事, 你先冷静。 乔洛洛靠在她怀里, 更想哭, 她拼命咬着嘴唇, 才没让眼泪掉下来。 齐渊抱着她, 看向地上的柳向明, 眼神骤变, 肃杀之意在四周弥漫开来。 要不是, 她刚刚及时赶到, 后果不堪设想。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 齐渊要拿刀砍回去时, 她沉声说, 梁霄, 报警。 站在不远处的前辖听到这话, 嘴里呢喃了一句, 别, 别报警, 她不想看见柳向明被抓去坐楼。 这时候柳家木再也忍不住, 回头冲着前辖大吼一声, 妈, 难道你真的要被他打死你, 才会醒悟吗? 前辖嘴唇颤抖着, 看着被两人压得动弹不得的柳向明, 眼泪速速而下。 她何尝不恨她, 不想杀了她, 可当初她刚来到这个大城市, 局目无亲的时候, 是柳向明给她找了稳定的工作, 又告诉她, 未来总会越来越好的。 她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柳向明就变了, 原来人都会变, 变得这样陌生且不堪。 梁潇, 报警。 齐员的声音再次响起, 坚定而从容。 梁潇把柳向明交给柳家木压着, 自己拿出了手机, 拨通了警察的电话。 齐员感觉到, 自己的胸口突然传来一阵温热, 她低头看去, 是乔落落的眼泪, 如湿了她胸口的衬衣。 她的心又开始痛了。 梁潇, 你留在这里等警察, 解决余下的事情。 她又看向了柳家木, 柳家木, 你带上你妈, 跟我一起去医院。 她的镇定从容, 感染了柳家木。 柳家木的情绪, 也逐渐平复了下来。 她起身去扶起了身后的前辖, 朝这边走了过来。 齐员把乔落落用力地往自己胸口压了一下, 没有受伤的手, 轻轻抚摸着她的后脑勺。 她说, 落落, 没事了。 乔落落从她怀里退出来, 抬起手被擦了擦眼泪, 孩子气得动作。 她的睫毛又黑又长, 打尸后都粘连在一起。 她抬起头看向齐渊。 我扶着你, 可以吗? 齐渊本想说不用, 可看着她的眼神说不出拒绝的话。 好。 四人一起下了楼。 到车上后, 司机用酒精先帮齐渊削了毒, 酒精漫过伤口时, 肌肉都跟着跳了一下。 齐渊却只是皱了皱眉头, 一句话也没说。 弄好后, 司机开车带着四人去了医院。 齐渊和钱霞分开接受治疗。 齐渊不让乔洛洛进去看, 让柳家木坐在走廊里陪她。 她坐在长椅上, 小小的一个人低着头, 泪眼朦胧, 不敢让人看见。 柳家木沉默了很久, 最终说了句对不起。 她的眼泪刷的一下就下来了。 她知道这不是柳家木的错, 她也知道不是自己的错。 但她不知道该说什么, 用手背又擦了一下眼泪。 没一会儿, 齐渊先出来了。 她的手臂缝了针, 袖子用剪刀剪掉, 缠上了厚厚的白色纱布。 她看到乔洛洛坐在长凳上的样子, 总觉得这刀跟砍在自己心口上一样。 柳家木, 你去看看你妈那边怎么样了。 她支开了柳家木, 坐在了乔洛洛的身旁。 熟悉的味道引满鼻腔, 乔洛洛的情绪总算平复了一些。 她小声问她, 还疼吗? 齐渊说, 打了麻药, 不疼了。 她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然后突然抬起手, 在她头上摸了一下。 别再哭了。 乔洛洛低下头, 没吭声。 她其实很想说, 你刚刚真的不需要那样做, 但又觉得说这样的话很满后跑。 突然, 齐渊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梁霄打来的电话。 她已经把柳向明送去了警局, 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交代清楚了。 她在电话里说, 齐总, 要不要起诉她? 柳向明拿着菜刀, 是蓄意谋杀。 齐渊沉默了一瞬, 捏死一个柳向明对她来说易如反掌, 但恐怕, 这会让柳家木和钱霞的后半生都拢罩在一片阴云之下。 她说, 先拘留了再说。 挂端电话后, 她问乔洛洛, 要不要去看看你舅妈? 乔洛洛点头? 好。 两人起身朝着病房走去。 钱霞已经做完了检查, 她不仅全身都是软组织挫伤, 胸口的两根肋骨, 还因为脚踹, 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骨链。 现在, 她已经接受了治疗, 躺在星号星号休息。 柳家木看见齐渊和乔洛洛进来, 轻轻把她叫醒。 钱霞一睁眼看到两人走进来, 眼里满是歉疚。 齐渊看向柳家木, 叮嘱说, 这几天你去学校安心上学, 你妈这边我会安排人过来照顾。 她马上就要毕业, 关键时刻不能被她这个混账爹给毁了。 听完齐渊的叮嘱, 柳家木和乔洛洛一样, 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觉得, 换作是自己, 肯定是不想再管这一家人的死活的。 可齐渊却没有不管, 虽然外界都传她冷酷无情, 为争夺齐家的权势和大哥麒麟闹得天翻地覆, 可柳家木却发现她并不是那样的人。 相反, 她强大而从容, 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 对待外人是不讲情面, 对待自己在乎的人却是春风话雨的温柔。 她是所有男人都渴望成为的那种男人。 谢谢姐夫。 这一声姐夫是发自内心的。 齐渊点了点头, 乔洛洛走到床边拉着钱霞的手, 舅妈, 你先好好休息, 什么也别想了, 把身体养好再说。 钱霞泪流满面, 洛洛, 你没受伤就好。 你要是出点什么事, 我真是。 舅妈, 乔洛洛打断她, 被她一哭也带得红了眼眶。 突然, 她感觉一次肩膀被人抓住, 回头看到是齐渊, 她把她捞了回去, 让你舅妈好好休息, 你也得去做个检查。 她有时候都在想, 她到底记不记得自己是个孕妇。 闻言, 乔洛洛这才忍着没掉眼泪。 好, 两人正要离开, 钱霞突然喊道, 齐先生。 齐渊停下, 脚步转身。 钱霞哭着问, 我知道千错万错, 都是我老公的错, 他罪该万死, 死不足惜, 但你可不可以不要告他, 不要让他去坐牢, 我求求你。 他说着说着, 情绪激动起来, 竟然想从星号星号爬起来, 给齐渊磕头。 齐渊见状, 视线按了下去。 妈, 你胡说八道什么? 柳家木一把按住钱霞, 恨铁不成钢地怒吼着, 今天要不是我们去, 说不定他拿刀砍的人就是你了。 你纵容了他这么多年, 你还没清醒过来吗? 他真的不懂, 为什么母亲死活都不愿意离婚, 为什么这么明顽不灵, 非要把自己的命搭进去才行? 钱霞看向他, 声音里都是痛意。 家木, 我知道你恨我, 是妈对不起你, 是妈妈的错。 妈, 柳家木直接打断了他, 把多年的情绪宣之于口, 我不懂, 我真的不懂, 你为什么舍不得跟他离婚? 他抽烟喝酒赌博, 没事就打你, 完全没有一个丈夫和父亲该有的模样, 这样, 你还舍不得他离婚, 你是不是傻呀? 还是你真的爱他, 爱到失去理智? 你, 他越说情绪越激动, 听得齐渊皱起眉头, 正要打断他的时候, 钱霞却突然开了口, 他哽咽着说, 我怕你没有一个完整的家, 所有人都愣住了, 病房里鸦雀无声, 只有钱霞抽气的声音, 我知道, 你小时候一直很羡慕洛洛, 羡慕他有爸爸妈妈疼, 有好吃的, 又有好玩的, 所以后来你不爱去他家了, 别人都说你是嫉妒, 但妈妈知道, 你不是嫉妒, 你就是羡慕, 你是一个很敏感很善良的孩子, 你只是想, 有一个和谐的家庭, 恩爱的爸爸妈妈, 仅此而已, 柳家母完全呆住了, 小时候那些事, 他自己都快记不清了, 他喃喃道, 妈, 我没有, 钱霞说, 我没本事, 给不了你好的家庭环境, 但我想着, 只要我多忍耐一下, 你爸把火器都撒在我身上, 我们这个家, 就还是完整的, 你在外面, 也不会被人欺负, 被人嘲笑, 柳家母转过身去, 眼泪再也绷不住, 夺框而出, 他愤怒了这么多年, 无数次的质问母亲, 却没想到, 母亲不是他以为的恋爱脑, 他心里想的念的, 都是他这个儿子, 钱霞转过头, 看向齐渊, 齐先生, 我不是想让你放过柳向明, 我只是, 希望你不要告他, 不要让他留下案底, 我们家母马上就要毕业了, 还要找工作, 如果他有一个有案底的父亲, 他这一辈子就毁了, 求求你, 他的身形不宽厚, 因为常年的操劳, 比同龄人看起来要老一点, 是个很瘦弱的中年妇女, 可是齐渊却觉得, 他很高大, 他看向柳家母, 柳家母, 你如果有想法, 毕业后可以来歧视, 我不会给你额外的关照, 全比你自己的本事, 他顿了一下, 没有任何的人和事, 可以阻止你成为更好的你自己, 只有你足够强大, 你才能让你妈放心, 他说这话的时候, 视线有些沉, 乔洛洛仰起头看他, 也许别人说这句话是空口大话, 但他却知道, 他说这些话, 绝对是让人信服, 因为他并不是, 大家以为的那样一帆风顺, 小时候他可是, 差点被苏婉去医院堕掉的, 他和麒麟不合, 也并不是因为争夺权势, 而是因为, 麒麟憎恨苏婉霸占了 齐太太的位置, 夺走了父亲的关注, 连带着憎恨上了他, 从小就欺负他打压他, 他的生活看似光线, 实则满是陷阱, 乔洛洛的心突然揪了一下, 隐隐作痛, 病房里的气氛沉闷, 齐渊担心乔洛洛刚刚受到的惊吓, 嘱咐完柳家木就带着他, 去做了详细的检查, 好在他只是受到一点小小的惊吓, 孩子没有任何的事情, 下午齐渊也没有办法再去公司, 更不放心把乔洛洛留在医院, 于是把他带回家去了, 两人刚到家不久, 门铃声就急切地响了起来, 齐渊要起身, 被乔洛洛抢在前头, 他说, 我去开, 他快步走过去把门打开, 看到门口站着的两个人, 顿时愣住了, 门外站着的是苏婉和齐青川, 两人明显是接到了 齐渊受伤的消息赶来的, 脸色都有些难看, 苏婉一看到乔洛洛, 先问了他有没有事, 才问道, 齐渊呢? 乔洛洛自责道不敢直视他们两人, 让开一步, 把他们请进了门, 齐渊看到他们进来, 脸上云淡风轻, 他看向乔洛洛, 你先进房间休息, 乔洛洛知道他们要单独说话, 自己不方便在这里听, 于是点了点进了房间, 谁知道他刚把门给关上, 就听到齐老爷子中气十足的责怪声, 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苏婉赶紧说, 你小点声, 齐老爷子看着儿子手上的纱布, 心里自然是焦急的, 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问道, 现在那个柳向名人呢? 齐渊神色淡淡地, 送去警局了, 警察会处理的, 齐老爷子问, 起诉他, 就让歧视的律师团去, 得让他好好长长记性, 齐渊没回话, 齐老爷子顿时急了, 看你这意思, 是不打算起诉他, 他这是蓄意杀人, 齐渊说, 这件事我自己会处理, 你们回去吧, 我没事, 他这就要送客了, 齐老爷子火都上来了, 蹭得一下站起来, 我一开始就不同意你和乔洛洛的婚事, 是你非要和他结婚, 这才结婚多久, 差点把命给搭进去, 你不要我管, 那我就不管, 我等你后悔莫及的那一天, 他说完气冲冲地朝大门走去, 苏婉都没来得及, 说话, 泪眼婆娑地看了齐渊一眼, 嘱咐一句, 你好好在家里休息, 公司的事情就别去操心了, 还有啊, 多照顾洛洛的情绪,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他心里肯定不好受, 说完, 苏婉也追着齐老爷子, 离开了, 关门声响起, 一片死寂, 乔洛洛靠在门板上, 额头抵着门, 心里一抽一抽的疼, 齐老爷子说的没有错, 是他的错, 从一开始, 齐渊就不该和他结婚的, 他转身走进衣帽间, 坐在了被衣服堆满的角落里, 漆黑的环境给他带来安全感, 他呆呆地坐着, 想着要怎么跟齐渊提离婚的事情, 这时门口传来动静, 紧接着一阵沉稳的脚步声传来, 他抬眼望去, 齐渊不知道什么时候, 来到了衣帽间的门口, 他背着光, 看不见脸上的表情, 可宽厚的肩膀, 就是给人一种很可靠的感觉, 他朝着乔洛洛伸出手, 说, 乔洛洛, 你过来, 乔洛洛站起身, 艰难地走到了他面前, 他低着头, 自始至终都不敢看他, 他的声音小小地, 带着点哭过后的沙哑, 对不起, 是我害得你受伤, 要不我们还是, 乔洛洛, 齐渊打断他, 却没有接着说下去, 四周的空气因为沉默而变得紧张, 乔洛洛被这种气氛折磨, 心脏都开始剧烈地收缩, 他还是没忍住, 仰起头去看他, 四目交接的一瞬间, 齐渊的薄唇微张, 我能不能抱抱你, 乔洛洛愣住了, 为什么会突然提出这样的要求, 但他看清了他在昏暗光线中的眼神, 是有一点悲伤的, 他好像无法拒绝他的请求, 他小声说, 可以, 齐渊就张开手, 把他拥进了怀里, 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 几乎让他窒息的力道, 齐渊扶手在他的黑发间, 宛若上瘾的人一般, 吸食他身上的味道, 他的声线沙哑, 重要的是你没事, 其他的都不重要, 知道吗? 要是他没赶上, 他恐怕只能给乔洛洛收尸了, 一想到这个结果, 他脊背就一阵阵发凉, 全是后怕, 乔洛洛趴在他怀里, 忍不住小声嘀咕了一句, 我也没那么重要, 齐渊却突然收紧了力道, 疼得他在他怀里惊呼了一声, 像是在惩罚他刚刚胡乱说出的话, 他想挣扎, 齐渊嘴里却撕了一声, 眉头紧皱, 乔洛洛赶紧问, 是不是麻醉药过了, 开始疼了呀, 齐渊居然很认真地说, 好像是, 那我们出去吧, 我给你找点止痛药吃, 他快要在他怀里窒息了, 闻言, 齐渊总算舍得放开他, 看着他仓皇地跑出了衣帽间, 才跟了上去, 他坐在沙发上时, 乔洛洛拿来了止痛药和温水, 耐心地伺候他, 你饿不饿, 要不要先吃饭再吃药, 我怕你胃会难受, 受伤的齐渊看起来气势没那么强硬, 也比较好清静了, 他不自觉地也敢多说话了, 没关系, 我还不饿, 齐渊拿起药没有犹豫地喝下, 乔洛洛又问, 还疼吗? 齐渊沉默, 这又不是什么神丹妙药, 一秒钟就奏效, 可他也没打算直说, 而是突然歪了歪头, 朝他看了过来, 你给我吹吹, 就不疼了, 乔洛洛傻眼, 眼前的齐渊好像被夺射了, 他之前不会说这种话的, 更不会示弱, 可下一秒, 齐渊又变成了那副正经的模样, 好像当当什么也没说, 他坐在他身边, 手足无措, 起身想走, 又被他叫住, 去哪儿? 你, 你饿不饿? 要不要我去给你煮点汤圆吃? 他总不能一直和他在这里干坐着, 齐渊不敢让他进厨房, 招手让他坐回来, 我饿了再叫你, 现在还不饿, 你就坐在这里, 什么也不要做, 哪里也不要去, 他忍不住小声说, 那我在这里干什么? 齐渊默了一瞬, 转头看向他, 默黑的瞳孔深不见底, 他轻声说了一句话, 乔洛洛瞬间红了耳阔, 你就坐在我身边, 什么也不用做, 明明齐渊的表情不带任何的疑泥, 齐渊把前面的投影仪给打开, 随手点了第一部, 电影, 乔洛洛一看到封面上抱着的男女主, 头皮一麻, 怎么又是爱情片? 他赶紧小声说, 要不我去把电脑拿过来, 就在这里做毕业设计, 你有什么需要, 也可以叫我, 他需要转移注意力, 齐渊同意了, 他起身去房间里, 把笔记本报了出来, 就坐在他旁边的单人沙发上, 齐渊表面上在看电影, 余光却始终落在他小小的脸上, 见他逐渐专注, 他把电影给关了, 正要起身, 你要去做什么? 乔洛洛比他还快地站了起来, 齐渊说, 我去书房拿本书, 乔洛洛立刻说, 我去帮你拿, 齐渊嘴角微微勾了一下, 好, 他说了书名, 乔洛洛转身快步走向书房, 没一会儿的功夫, 就帮他拿了回来, 之后齐渊无论是要喝水, 还是要吃水果, 乔洛洛都安前马后的伺候, 一点怨言也没有, 齐渊眯了眯眼睛, 这手能一直包着吗? 文爷打电话来问, 听说你被人砍了? 嗯, 严重吗? 半个残废, 文爷怎么从对方的语气里, 听出了一点愉悦, 他觉得这一刀砍得可能是脑子, 过两天我来看你, 说完他就把电话挂了, 齐渊那句最好不来没说出口, 晚饭是梁霄送来的, 问齐渊要不要再请个保姆过来做饭, 齐渊回头看了一眼坐在餐桌前的乔洛洛, 低声说, 不用, 等他舅妈出院了再过来, 梁霄有些惊讶, 经过这件事, 还以为他不会再让钱下来了, 齐渊看出他的疑惑, 破天荒地解释了一句, 他现在需要亲人照顾, 至于柳向明, 拘留一个月但不要留暗底, 梁霄内心富匪, 真TM是个恋爱脑, 年轻的朋友们千万别学, 他低声说, 齐总放心, 我会让人在这一个月里, 好好照顾柳先生的, 保证不把人给弄死, 而且还让他一辈子也忘不掉, 齐渊深深看了他一眼, 我办婚礼的时候, 你带心休假五天, 几百年没放过长假的梁霄, 恨不得给他磕头, 谢谢齐总, 梁霄, 刚刚的话收回, 恋爱脑万岁, 吃过晚饭后, 齐渊又看了会儿书, 乔洛洛坐在他身边, 打了几个哈欠, 他说, 设计完成得怎么样, 快结尾了, 后天就得发给导师, 然后就是领证毕业了, 想到这里, 乔洛洛还有些怅然, 学生时代这么快就结束了, 齐渊说, 你先去洗澡, 洗完就去睡吧, 乔洛洛点了点头, 起身去了浴室, 等他洗完出来, 在客厅里没看到齐渊的人, 等他正准备回卧室时, 听到身后的浴室里, 传来了齐渊的声音, 乔洛洛, 你过来一下, 他心里咯噔一下, 但还是快步走了过去, 等到了浴室门口, 发现门没开, 齐渊就站在里面, 白色衬衣黑色长裤, 即使手臂上缠着纱布, 依旧不影响他的英俊, 他垂眸朝门口的乔洛洛看了过来, 莫同深邃, 帮我把衣服脱了, 外套他可以自己脱, 但衬衣扣子太多, 又比较贴身, 他单手不好操作, 他就站在那里, 脸色很平静, 乔洛洛的心脏紧了又紧, 最终还是朝他抬脚走了过去, 站在他面前, 感觉到他的视线落在了自己身上, 乔洛洛就更加的紧张, 他伸出去, 手去解他的扣子, 止不住地颤抖, 齐渊抬手一把握住他的手, 他全身一僵, 齐渊的呼吸静在咫尺, 他说, 抖什么? 他的气场太强大, 眼神太有侵占性, 乔洛洛总会不自觉地想起他喝醉的那一碗, 他感觉耳根已经开始发热, 发烫, 他说不出话, 好在, 齐渊没有继续追问, 只是把手松开, 袖子脱不下来, 你把剪刀拿过来, 剪开, 乔洛洛逃命式地离开, 等他回到浴室, 齐渊已经自己把扣子全部解开, 露出精状的胸膛, 磊快分明的腹肌, 静瘦腰身被竖进黑色长裤之间, 如此春光, 就算他对齐渊再没有想法, 也不由得呼吸急促, 心跳加快, 他拿着剪刀, 连眼睛该放在哪里都不知道, 齐渊看了他一眼, 小家伙好像要被煮熟了, 肉体果然是最好的钩子, 他把受伤的手臂伸到了他面前, 蛊惑般开口, 把袖子剪开, 乔洛洛哆哆嗦嗦地伸出手, 害怕伤到他, 强迫自己镇定, 可根本控制不住, 因为他看过来的眼神, 直白到让人心慌, 好像现在脱掉了衣服的人是他, 浴室里的气氛陡然燥热起来, 四周的空气都开始跟着升温, 齐渊眼里的欲望也越来越重, 重到乔洛洛只是抬眼看了一眼, 手里的剪刀都差点剪到他的肉, 他再次握住了他的手, 带了点力度, 他引导着他的手, 一点一点剪开了手臂上的布料, 全部被剪开之后, 他单手脱掉了衣服, 又把黑色的长裤脱掉, 只穿了一条黑色的星号星号, 把精壮的身体, 更加彻底地展露在他的眼前, 乔洛洛站在原地发愣, 心脏砰砰直跳, 他眯了眯眼睛, 乔洛洛回过神, 眼巴巴地看着他, 齐渊的手轻轻搭在了自己的星号星号边缘, 意思很明显, 想看我脱裤子, 乔洛洛呼吸差点骤停, 捡起地上的衣服, 急急忙忙地跑了出去, 浴室里的水声响起, 乔洛洛站在客厅里, 抱着齐渊的衣服发呆, 衣服上有很重的血腥味, 可为什么他的心情却无法恢复平静, 半个小时后, 齐渊从浴室里出来, 他正要走向客卧, 主卧的门却开了, 乔洛洛扒着门板露出一张乖巧的小脸, 不怎么正眼看他, 你今晚, 要不要睡主卧呀? 乔洛洛并没有想太多, 因为他才是这个家的主人, 这个床也是他常睡的, 他现在又受了伤, 晚上肯定需要有个人在旁边照顾, 倒个水关的灯什么的, 可这种邀请, 却让齐渊走了一下身, 他深深地看了乔洛洛一眼, 没有拒绝, 他走进客卧, 把枕头拿了出来, 越过乔洛洛时, 胸膛贴着他的身体过去, 沐浴露的香气让他变得充满信号信号力, 他走到床边把枕头放下, 然后躺了上去, 看向门口站着没动的乔洛洛, 站着干什么, 你不睡, 他默认是要睡在一起的, 这几天他睡次卧, 也睡够了, 乔洛洛的视线躲闪了一下, 小声说, 我, 我睡沙发吧, 你晚上有事就叫我, 他走到沙发边上, 那里已经摆好了一个枕头和一个毛毯, 他刚要坐下去, 齐渊的声音传来, 过来, 强势的, 不容商量的语气, 他又站起身, 咬了咬嘴唇, 朝着床的方向走了过去, 我怕碰到你的伤口, 他还在试图找理由, 齐渊的眼神却已经不加掩饰, 直白地侵占他, 你睡右边, 不就碰不到了吗, 完美阻挡他的理由, 乔洛洛确实没了借口, 小心翼翼地从他右边上床, 顺手关了灯, 两米的大床, 他几乎贴在床檐上, 齐渊看向天花板, 后悔把床买得太大, 隔了不知道多久, 身边一点动静也没有, 连呼吸声都没有, 齐渊回头看去, 小小的身影明明在一张星号星号, 却似乎离他特别远, 他叫他, 乔洛洛, 没回应, 他轻轻动了一下, 试图起身, 那道小小的身影瞬间就动了起来, 比他还要快一步地伸手拉开了床头灯, 你要喝水吗, 我不喝, 那你要干时, 乔洛洛话音未落, 齐渊已经栖身而来, 长臂一身, 捏住他单薄的肩膀, 直接按了下去, 他单手撑在他的枕头上, 鼻尖几乎抵在他的鼻尖上, 只要再低一点, 他就能轻到他, 乔洛洛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案, 弄得呼吸险些停止, 黑暗之中睁大了眼睛, 齐渊身上的每一寸气息都让他不知所措, 他越发觉得, 齐渊已经越过了最初的那条线, 他以为的协议婚姻, 在他眼里似乎不是那么回事, 他不只要这段婚姻, 还要他这个人, 但他给不了, 在他的气息越靠越近时, 他忍不住用手抵住了他的胸膛, 你, 你不喝水吗? 黑暗之中, 他沉默地压着他, 脑子里已经想了无数种占有他的姿势, 沉默了长达一分钟, 他问, 你为什么要答应嫁给我? 一瞬间, 乔洛洛的脑子里闪过很多种念头, 他选了一个稳妥的答案, 因为, 你说你需要一顿婚姻, 我要你就给, 那如果我还要别的呢? 他步步紧逼, 乔洛洛的心砰砰直跳, 已经开始感到了害怕, 他没想过, 和他发生肌肤之轻, 他也以为, 有了孩子, 他就不会想那种事, 但他显然并不了解男人, 没有一个男人可以面对自己喜欢的女人, 日夜躺在身旁, 还坐怀不乱, 他不知道这些日子, 齐渊背地里洗了多少次冷水澡, 告诫自己要冷静, 如果他知道, 他就不会在今晚主动邀请他进房, 还没有任何防备地睡在他的身旁, 此刻他就披散着长发, 柔弱地躺在他身下, 白色的睡裙宽松, 因为乱动, 而从肩膀上滑下去一截露出白的刺眼的肌肤, 灯光越是昏暗, 暧昧的气息就越是浓厚, 他水汪汪的眸子右眼巴巴地看着他, 一副不安事事的模样, 齐渊简直要发疯, 他撑在他上方又一次问道, 那你知不知道, 深夜邀请一个男人进房一起睡, 意味着什么? 乔洛洛心都乱了, 他听懂了齐渊的话外音, 但他真的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 只是想你半夜有需要的话, 我可以帮忙, 齐渊突然就笑了, 和了平日的肃杀之意, 让人挪不开眼, 他说, 我只是一只手受伤, 还没有到需要你时刻贴身的程度, 你邀请我进房, 我可以理解成那个意思, 乔洛洛傻了, 他怎么也想不到, 一个简单的邀请, 可以和这么深的寒意画上等号, 他本能地快哭出来, 齐, 齐, 他的手已经往身下叹了下去, 乔洛洛下的一大颗眼泪, 毫无征兆地滚进并脚, 他试图阻止他, 却没什么力气, 胡乱的小手在他胸口摸索, 反而更像是在调情,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齐渊的手已经按住了他的腰, 贴在了柔软的肌肤上, 隔着薄薄的布料, 烫得要命, 他眼角的泪水又滚落一刻, 这时候, 齐渊却没有进一步行动, 而是低头贴在了他的耳边, 灼热的呼吸, 亲吻他软嫩的耳垂, 他说, 叫我什么? 乔洛洛哭着摇头, 他却很强势, 又问了一遍, 嗯? 他的手又往下滑了一点, 乔洛洛彻底慌了, 脱口而出, 齐, 齐渊, 这是他长大后, 第一次喊出他的名字, 齐渊听完, 皱了皱眉头, 很明显地不太满意, 就在乔洛洛感觉自己要窒息而死的时候, 他低声说, 叫哥哥, 乔洛洛彻底傻眼, 这是什么要求? 下一秒, 齐渊又说, 你小时候都会叫哥哥, 小时候叫得很欢, 长大后做了其余出的小跟班, 就不再叫他哥哥了, 连在齐家碰见, 也只是点点头打个招呼, 没大没小的小屁孩, 乔洛洛哭得更凶了, 他不知道齐渊到底要干什么, 这样恐吓他, 难道就是为了一声哥哥吗? 那叫了哥哥之后呢, 他又要做什么呢? 他也不忍了, 任由眼泪疯狂地落下, 就是咬着嘴唇不吭声, 齐渊低头去倾塔, 他却扭头躲开了, 齐渊视线瞬间按了下去, 还是个倔强的小屁孩, 别哭了, 这一天他一直在哭, 哭得他都要心疼死了, 乔洛洛还是倔强地掉着眼泪, 你, 你欺负人, 他都已经把他欺负成这样了, 都带着孩子嫁给他了, 他还要怎么样呢? 乔洛洛越想越委屈, 越想越难过, 他哭得上气不接下去, 整个人都开始一抽一抽地打哭嗝, 齐渊视彻底冷静下来了, 他松开手, 从他身上下去, 不准再哭了, 虽然是命令般的话语, 却带着一丝无奈和心疼, 乔洛洛终于得了自由, 哭着起身抱着枕头走了, 他关门时还说, 你睡主卧吧, 我, 我去睡客房, 房门砰得一声关上了, 齐渊抬手按住了眉心, 头疼, 这一夜, 两个人都没睡好, 第二天, 齐渊起得比较晚, 还以为乔洛洛会躲着不见自己, 可他又小心翼翼地进了门, 站在他身旁, 怯声声地朝他看过来, 你, 你要吃早饭吗? 齐渊盯着他, 揣测他小脑袋瓜里的想法, 乔洛洛却默认他要吃, 转身出去了, 隔了一会儿, 他又来敲门, 梁助理带了早餐过来, 你快起来吃吧, 他客气又疏离, 很明显是想把昨晚的事情小事化了, 见他这样, 齐渊也只能妥协, 毕竟昨晚是他一时上头, 吓到他, 他起身下床, 好, 因为受伤, 他选择在家办公三天, 下午也没去公司, 乔洛洛提交了自己的毕业设计, 学校那边也不需要再去上课, 只能在家里待着, 但他还是像早上那样, 跟在他身边, 询问他的所需, 也保持着一定的安全距离, 齐渊没揭穿, 享受他的贴身照顾, 一连三天, 乔洛洛都在他屁股后头转, 第三天的下午, 他领着乔洛洛去医院看了一下钱霞, 有了专人照顾, 钱霞的伤恢复得很好, 再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他一脸歉意地看着齐渊, 谢谢你, 齐先生, 他已经知道, 齐渊没有起诉柳向明, 只是让警察拘留他一个月,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 柳向明会度过一个此生难忘的假期, 齐渊忽视了他歉意的眼神, 说, 等你伤好了, 就回来上班吧, 洛洛需要你的照顾, 乔洛洛在身后听着, 和钱霞一起愣了一下, 他们没想到, 他会这么大动, 钱霞的情绪有些激动, 我, 你先养好身体再说, 齐渊打断他的道谢, 适时地把空间给了乔洛洛和钱霞, 等他离开后, 钱霞又一次红了眼眶, 他抓着乔洛洛的手, 洛洛, 这几天你还好吧, 齐先生没对你发脾气吧, 乔洛洛心想, 如果那晚上, 非要他叫哥哥算发脾气的话, 那肯定是发了的, 他轻轻摇头, 没有, 他很少会发脾气, 钱霞又哭又笑, 他真是个好人, 以前是我们误会他了, 都怪外界, 把他传得多恐怖似的, 其实是个不可多得的好男人, 乔洛洛忽略了这个话题, 轻声问他, 舅妈, 那你会想和舅舅离婚吗, 毕竟这次的事情发生了之后, 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钱霞顿时沉默了, 顿了好一会儿他才说, 我再想想吧, 这个决定太大了, 他还没能下得了这个决心, 乔洛洛也明白, 这需要给他一点时间, 没再追问, 那你好好休息, 我就先回去了, 在他正准备离开时, 钱霞拉住他, 洛洛, 齐先生人不错的, 你既然嫁给他, 就别再东想西想, 跟他好好过日子, 他以前还担心乔洛洛和那个齐玉处在一起, 毕竟那也还只是个孩子罢了, 他护不住他的, 乔洛洛想说自己没那个本事能拴得住齐渊, 但看着钱霞担忧的神色, 还是答应下来, 好, 我知道了, 他出去时, 眼角还带着泪滴, 齐渊看了他一眼, 伸手把口袋里的爱马仕方巾递了过去, 他想拒绝, 他就问, 你想让我帮你擦, 他总是这样, 让他没有拒绝的余地, 他伸手接过手绢, 小声地说, 谢谢, 齐渊大步离开, 走了两步, 见他走得慢, 又不由地放慢了脚步, 和他并肩而行, 两人回家之后, 闻也提着东西过来看齐渊, 齐渊坐在沙发上看书, 见他来把书放下, 你可以等我伤好了再来的, 乔洛洛惊讶地看着齐渊, 他现在相信了梁霄的那句话, 齐总私底下是很幽默的, 他有冷面笑将的前置, 闻也笑嘻嘻地, 欧视大双眼皮, 自带深情, 我不是怕打扰, 你们的二人世界吗, 听说你明天要去公司我才来的, 你不是应该夸我吗, 一句二人世界, 让乔洛洛又有些坐立不安, 他这几天晚上睡觉前, 脑子里总会想起齐渊的那两句, 叫哥哥, 你小时候都会叫哥哥, 都是很小时候的事了, 那个时候, 齐渊还是个小帅哥, 看起来也没这么强大的气场, 他当然叫得出口, 而且那时候, 他还有爸爸妈妈, 胆子还没这么小, 他在一边发呆的时候, 齐渊突然回头问他, 是不是要领毕业证吗, 他回过神, 嗯, 有没有想好, 毕业后去哪个公司, 他是学设计的, 应该有考虑过国内知名的设计院, 可是乔洛洛却沉默了一下, 低头看向了自己的腹部, 我打算把孩子生下来再去, 现在也没有哪个公司肯要我的, 闻言, 齐渊的视线又暗了一下, 闻言还在一边笑, 那就不上班, 你还怕齐渊这么大的公司, 养活不了你吗, 乔洛洛语塞, 他没想过生下孩子后, 还留在齐渊身边, 齐渊却开口替他解围, 你以为人人都和你一样, 喜欢吃卵饭, 闻老爷子身体健硕, 闻言现在只能在公司里, 当个挂名总裁, 整天挺闲的, 闻言被噎了一下, 想抽烟, 齐渊道, 去阳台上抽, 他用于光瞥了一眼, 乔洛洛, 这里有孕妇, 闻言也不计较, 那你跟我一起, 正好我有事问你, 他起身朝着阳台走去, 齐渊也跟了上去, 两个的身影站在阳台上, 闻言给齐渊点了根烟, 问, 他还不知道呢, 客厅里, 乔洛洛坐在沙发上, 小圆脸信念, 像个洋娃娃, 齐渊明白, 他在问什么, 说不出口, 闻言惊了, 你还有说不出口的时候呢, 在他的记忆里, 齐渊向来是直来直去的性子, 还真没有这么畏缩不前的时候, 看来, 在高高在上的人, 都得吃爱情的苦, 他心里莫名地爽了一把, 齐渊回头看他一眼, 这种事, 有什么好急的, 闻言反唇相机, 不是你说, 你怕他跑了吗? 现在不怕了, 他声音有点大, 客厅里的乔洛洛被吓了一跳, 还以为两人在吵架, 齐渊沉了一下眉眼, 闻言立刻压低了音量, 要不要哥们给你制造点机会, 就算有了宝宝, 你也得让他知道, 你娶他, 不是因为这个孩子, 齐渊无言, 他当然不是为了这个孩子, 但让他叫一声哥哥都不肯, 叫老公, 他会肯, 此时, 客厅里的乔洛洛听到手机响了一声, 拿起来看了一眼, 顿时愣住了, 班导在班级群里发了通知, 让所有大四毕业生, 后天到学校体育馆参加毕业典礼, 而班长也私聊了他, 说参加完毕业典礼, 全班同学一起吃个饭, 乔洛洛和班里人都没什么来往, 不太想去, 班长又发来一条消息, 洛洛, 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你一定要来, 就当道个别吧, 告个别, 让乔洛洛心里陡然新增了一股离别的伤感, 明明没多少焦急, 但想到一辈子可能不会再见, 他还是有些怅然, 好的, 他还是答应了, 此时, 文野和齐渊也聊完回来了, 文野还想再待一会儿, 但接了个电话, 又急匆匆地走了, 与此同时另一边, 齐玉初也收到了班级群里的通知, 他拿着手机愣了一会儿, 居然有了重隐隐的兴奋, 他这几天忙着去讨好庄梦菲, 没有再去找过乔洛洛, 而他也像是从他的生活里彻底蒸发了一样, 再也不见了踪影, 但是毕业典礼, 他不可能不去参加的, 那到时候就有机会再见他, 再跟他说两句话, 就算被骗, 他也要问个明白, 就在他打定主意时, 接到了庄梦菲打来的电话, 那头声音嘈杂, 一听就是在酒吧里, 齐玉初, 你这几天不是一直想见我吗? 你现在过来, 我就见你, 对方那种高高在上的语气, 让齐玉初心里不舒服, 但犹豫了一下, 还是回话道, 你把地址给我, 我马上就过来, 收到地址后, 他火速开车, 前往了常去的那间会所, 等到了包房里才发现, 今天是场鸿门宴, 包房里坐满了年轻的男孩子, 各个打扮的流里流气, 而庄梦菲就坐在人群中, 眼神复杂地朝他看了过来, 他用下巴指了纸桌上的那瓶酒, 把酒喝了, 我就原谅你, 他这种行为, 是把他当成了, 和旁边那些男孩子一样的陪酒难磨, 他从未被这么对待过, 当场黑了脸, 飞飞, 我想单独和你说几句, 庄梦菲却说, 你不喝, 就不要再见我了, 气氛瞬间僵持起来, 齐玉初看着四周那些看好戏的目光, 父亲的叮嘱, 是压在他胸口的一块大石, 要想以后在齐家立足, 他可能还是需要庄家的帮助, 他沉默了几秒钟, 上前拿起酒掀开盖子, 二话没说, 就往嘴里灌去, 他站在那里喝酒的样子, 让庄梦菲的心都痛, 他在他眼里, 一直是不染尘埃的白月光, 他温柔, 体贴, 对人总是笑意盈盈, 任谁都挑不出一点错处, 但他最大的错就是, 他居然对乔洛洛动了心, 却还一直骗他说没有, 他真的恨不得现在就杀了他, 齐玉初喝得很快, 中途被呛了两下, 但还是坚持喝光了一整瓶红酒, 庄梦菲也没手软, 又拿出一瓶红酒让他喝, 混着喝最伤身, 齐玉初却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他又喝光了一整瓶红酒, 等到瓶子砸在地上的时候, 他的身形已经开始摇晃, 他扶着桌子看看站稳, 看向庄梦菲的时候没有任何感情, 可以了吗? 庄梦菲愣住了, 他遣散了其他的人走到他面前, 你这样, 到底是为了我, 还是为了乔洛了? 齐玉初的瞳孔已经开始涣散, 当然是为了你, 话音刚落, 他整个人就倒了下去, 庄梦菲死死扶住他, 才没让他倒在地上, 他把他扶到沙发上, 看着他英俊的脸庞, 忍不住问出那句话, 齐玉初, 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 齐玉初整个意识都陷入了一片混沌之中, 他双眸紧闭, 脑子里全是乔洛洛离他而去的背影, 他朝他伸出手, 喊他, 求他别走, 可他却牵起了齐渊的手, 没有回头, 两道身影渐行渐远, 齐玉初的眼角也滑下一滴眼泪, 他, 好好悔啊, 如果早知道会变成如今这样, 他当初就应该先承认是自己动了心, 他不该欺骗庄梦菲, 也不该欺骗自己, 乔洛洛偷听到他说话的那天, 应该很难过吧, 十年啊, 他跟在他身后整整十年, 他那天哭了吗? 就像他现在这样, 没有形象的崩溃大哭吗? 齐玉初抬手捂住了眼睛, 在济世以来, 第一次哭出了声音, 他好像彻底地失去了那条小尾巴, 齐玉初, 庄梦菲的声音带着哭腔, 他扶着他的脸, 心也跟着痛, 爱一个人原来是这样的卑微, 卑微到知道他的眼泪不是为他而流, 他也觉得心疼, 齐玉初睁开了眼睛, 双目通红, 他轻声说, 他怀孕了, 什么? 他已经怀上了我小叔的孩子, 齐玉初说着, 说着就笑了, 笑着笑着又哭了, 他说, 他骗我, 他是个小骗子, 他说喜欢我, 却又让我这么难过, 庄梦菲眼睛红红地看着他, 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 我帮你除掉他肚子里的孩子, 我替你惩罚他, 但从此以后, 你不准再喜欢他, 不准再想他, 我要你眼里心里都只有我一个人, 可以吗? 他贴在他的耳边, 吐气如蓝, 像是海妖在唱歌, 齐玉初的意识又陷入到一阵剧烈的昏尘之中, 他迷迷糊糊地说, 好, 乔洛洛, 我可以不喜欢你吗? 齐玉手臂上还缠着纱布, 选择了去公司继续上班, 乔洛洛跟在他身边神经紧绷了好几天, 他决定给他点休息时间, 今天你在家好好休息, 实在无聊, 就让柳家木陪你出去逛逛, 柳家木也闭了一眼, 估计挺闲, 乔洛洛点头, 总是为他的体贴感到惶恐, 他都不知道他这么多, 到底是为了什么, 就因为他现在是他妻子的身份吗? 如果换个人, 他也会一样的温柔体贴吗? 把齐玉送走后, 他找了柳家木出来喝奶茶, 两人在外面闲逛一天, 打发了一天的时间, 彼此的关系却清静了不少, 又过了一天, 毕业典礼的日子如期而至, 所有人都集中在学校的体育馆里, 坐得满满当当, 乔洛洛穿着学士服, 跟着同学们一个一个上台接受校长的剥碎, 下台时, 他忍不住红了眼眶, 最后毕业典礼, 在同学们的集体大合唱中完美落幕, 结束后, 所有人都迎来了自己的亲人家人, 大家楼抱在一起拍照, 结束最后的校园时光, 乔洛洛站在人群中, 有些落寞, 直到人群中一个人引朝他大步走来, 手里拿着一个极其夸张的向日葵气球, 他愣住了, 他怎么会, 任谁看, 那个造型夸张的向日葵气球, 都不应该出现在齐渊的手上, 这和他的形象真的太反差了, 而他自己却面无表情, 仿佛拿着的只是一个普通气球, 根本不在一旁人投来的眼神, 他走到乔洛洛面前, 把气球塞进他小小的手里, 认真地看着他, 恭喜你毕业, 宝贝, 乔洛洛木讷地接过了气球, 还没回过神, 齐渊看着他, 心里咒骂了梁霄一万遍, 这家伙, 是夸他两句就飘了, 早上他本来让他订花, 结果梁霄飞说, 现在年轻人就喜欢这种向日葵气球, 卖得很火爆, 而齐渊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居然鬼使神差地答应了, 等拿着这个气球走进学校的时候, 他才后悔, 但为时已晚, 他决定回去, 把梁霄的代薪嫁给取消, 身边的相机声音, 把乔洛洛的思绪拉回来, 他脸都红了, 也不知道是害羞, 还是尴尬, 他低着头, 很小声地跟他说, 谢谢, 哥哥两个字, 还是喊不出口, 齐渊也没有在意, 让他站到花坛前, 又把梁霄叫过来, 给他拍照, 他面对镜头有些拘谨, 因为根本没想到自己, 也会有人送花, 更没想到, 还是齐渊亲自来送, 此时旁边突然跑来几个女生, 满脸羞怯地看向齐渊, 哥哥你好, 可以一起拍张照吗? 可能是今天毕业的氛围很松弛, 大家也都比较大胆, 还以为他是乔洛洛的哥哥之类, 乔洛洛听到这话, 默默从他身边让开, 把空间留出来, 可刚迈出去一步, 就听到齐渊说, 不好意思, 我不喜欢拍照, 几个女生有些遗憾地走开了, 这时候梁霄说, 齐总, 那你和太太一起合照一张吧, 乔洛洛忍不住看向梁霄, 他刚刚才说不喜欢, 但下一秒, 他就愣住了, 因为齐渊突然朝他靠近了一步, 胳膊抵住了他的肩膀, 没有留下任何的缝隙, 他的声线轻了, 拍, 乔洛洛忍不住偷偷转过脸, 仰起头看他, 前面他还在怀疑他对所有人都一样, 可现在, 他竟然真的从他身上感觉到一种偏爱, 这让他感到惶恐, 为自己的自作多情感到惶恐, 在梁霄喊出三二一的时候, 齐渊突然低下头, 对上了他的目光, 两人四目相对的瞬间在画面之中定格, 隔得很近, 好像下一秒他就会亲上他的额头, 他满眼的爱意几乎一出, 梁霄对这种照片很满意, 还专门拿过去给齐渊看, 齐总你看怎么样, 齐渊面无表情, 一般, 梁霄富匪, 装, 可见装, 我也觉得, 连正脸都没有, 要不删了重拍, 齐渊看了他一眼, 眯了眯眼睛, 单独给你拍几张, 乔洛洛没好意思拒绝, 又让他单独拍了几张, 拍完后, 齐渊说, 我先送你回去, 乔洛洛拿着气球, 脸上的红韵还没散去, 在阳光下, 鼻尖因为紧张, 渗出细密的汗珠, 眼睛也湿漉漉的, 不, 不用了, 待会我们全班要一起出去吃饭, 吃完饭我再回去, 齐渊很难抵抗住他这个眼神, 心口发芽, 他朝他走进了一步, 俯身, 陌黑的瞳孔锁住他, 待会把地址发给我, 结束了给我打电话, 嗯, 最后一个字, 尾音上扬, 格外的好听, 乔洛洛的心脏紧缩了一下, 好, 下一秒, 齐渊伸出手, 很自然地摸了摸他的头, 气球我让凉霄给你带回去, 你拿着不方便, 他恨不得现在就把这个破气球给扔了, 但看他抓得紧紧的, 才没说出口, 乔洛洛把气球递给凉霄, 看着齐渊转身离开, 看了很久, 他对他的肢体接触, 好像越来越频繁了, 而他居然也没有那么惶恐, 自然地就接受了, 下午, 全班一起去了一间中餐馆, 乔洛洛把地址发给了齐渊, 齐渊收到地址一看, 立刻打了个电话给文也, 你在哪儿, 在公司啊, 去吃饭, 齐渊直接把地址发了过去, 文也有些惊讶, 这不是我家的餐厅吗, 你家没餐厅啊, 想吃白食, 十分钟后, 我来接你, 齐渊的话不容拒绝, 餐厅包房, 一个班里三十多个人, 分开在三个包房座, 乔洛洛这个包房里, 坐了两桌人, 而让他感到不安的是, 和庄梦菲关系很好的陈娇和吴婷婷, 也被安排在了这间包房里, 而且还和他坐在一张桌子上, 上次这两人欺负他的时候, 被齐渊出逼着给他道歉, 估计还怀恨在心, 看他的眼神满是敌意, 恨不得吃了他, 他本着不惹事的态度, 默默地坐在离他俩很远的位置上, 饭局还没开始, 同学们已经叽叽喳喳地热议起来, 有人说着毕业的打算, 有人说着以前的往事, 气氛十分地热闹, 这时候, 有人不合时宜地问了陈娇一句, 庄梦菲今天也不来吗? 到底同班四年, 大家以为他今天还是会一起来吃饭, 结果也没来, 谁知道, 陈娇好像找到了突破口, 陡然提高了音量, 梦菲都退学了, 还来这里干什么? 而且啊, 恐怕有些人也不想让他来吧,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 死死盯着乔洛洛, 乔洛洛被他看得有些慌, 低下头, 那人说, 陈娇, 你和他关系这么好, 你知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要退学啊? 其他人也好奇地竖起了耳朵, 陈娇顿了一下说, 不知道, 我问他他只说不想读了, 估计是学校里有一些让他很恶心的人吧, 闻言, 乔洛洛才明白, 庄梦菲连陈娇都没有说原因, 估计是怕了其冤, 他心里莫名地有一丝愉悦, 并没有在意陈娇的阴阳怪气, 饭局很快就开始了, 其他人见陈娇也不知道情况, 也懒得听他在这里阴阳怪气, 很快就把话题岔了过去, 一盘羊肉恰好放在了乔洛洛面前, 一股浓烈的新山味不断地传进他的鼻子里, 他感觉到胃里一阵翻腾, 想把羊肉转走, 可陈娇却死死抓着转盘, 还用眼神挑衅他, 他没再动手, 试图用纸巾捂住鼻子, 可丝毫不顶用, 呕吐感再次袭来, 他急忙站起身, 把腿朝包房外冲了出去, 快到包房门口时, 一道身影突然出现, 挡住了他的去路, 他抬起头看到对方的脸, 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挡住他去路的人正是其欲出, 他等了一天, 熬过了毕业典礼, 又特意提前去问过他们班的人, 知道他们会来这里吃饭, 于是就推荐自己的班级也到这里来吃饭, 功夫不负有心人, 洛洛,祝贺你毕业, 乔洛洛看着眼前漂亮的花束, 脑子里却想起了奇缘下午送来的 那个奇奇怪怪的向日葵气球, 他突然有些想笑, 其欲出见他不接, 又往前送了一下, 乔洛洛干脆地往后退了一步, 我不要, 其欲出脸色一变, 被这干脆的拒绝给整猛了, 乔洛洛却绕过他, 静止冲进了洗手间里, 趴在马桶上一阵干呕, 他早上吃得不多, 这么一吐, 全身都虚脱了, 很艰难地从隔肩里站起身, 走出去洗了把脸, 他用纸巾把脸和手, 仔仔细细地擦干净, 不想让同学们发现异常, 可等他出去的时候, 居然看着奇欲出, 还站在走廊里, 他今天穿着淡蓝色的衬衣, 五官俊衣, 宛若青春杂志上走出来的美少年, 从前最渴望看见的身影, 现在却宛若噩梦一样纠缠着他, 他深吸了一口气, 想装作没有看到他, 可路过他身边时, 还是被他叫住, 洛洛, 他低着头, 没有停下脚步, 可他却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 强迫他停了下来, 他朝他走过来, 逼近他, 他惊慌地往后退, 直到后背抵在墙壁上, 奇欲出深吸了一口气, 现在, 你就这么不想看见我吗, 我的出现, 就这么让你厌恶吗, 乔洛洛沉默了几秒钟, 他的手指在身旁攥成了拳头, 低着头, 声音还是小小的, 他说,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来找我了, 我已经和奇缘领证结婚了, 我, 我不想让他误会, 没有情绪, 才最伤人, 他宁愿他生气, 吵闹, 歇斯底里, 也好过他这样平静, 这样冷漠, 他顿了一下, 声音有些沙哑, 你肚子里的孩子几个月了, 乔洛洛一愣, 苏婉说过, 胎儿三个月之前, 是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别人的, 要等胎作文, 奇欲出看出他的差异, 说, 我猜到的, 你之前在家也孕吐过不是吗, 大概是奇缘真的, 把他照顾得很好, 他的脸稍稍圆润了一点, 眼睛都比以前要亮了许多, 乔洛洛知道这件事早晚要公开, 索性承认了, 嗯, 一个多月了, 一个月前, 奇欲出从牙缝里蹦出这几个字, 恨不得嚼烂, 他突然苦笑一声, 所以, 你听到我那些话之后, 就立刻投入了我小叔的怀抱, 你这样, 对我公平吗? 乔洛洛皱皱了皱眉头, 他怎么好意思说公平不公平的话呢? 他想反驳他, 却又懒得和他纠缠, 只是小声说, 不重要了, 奇欲出情绪越发的激动, 不重要了, 乔洛洛抬眼看着他, 他的声音很轻, 却像最锋利的刀, 他说, 是的, 以后我是奇缘的妻子, 也是你的小婶婶, 希望你能跟我保持距离, 等孩子出生的那天, 还得叫你一声哥哥呢, 他的孩子, 却要叫他哥哥, 这真是最伤人的刀, 奇欲出简直不敢相信, 眼前的乔洛洛还是不是自己认识的那个乔洛洛, 他怎么可以对他说出这么残忍的话, 走廊里时不时有人路过, 乔洛洛很怕两人这样会被人误会, 低着头说, 麻烦你让开, 奇欲出的眼角红了一片, 乔洛洛在抬头看他, 一直到他让开了一步, 他才低着头快速地走开, 背影也没有丝毫的留恋, 奇欲出手里的花也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而这一幕, 也被包房门口正要出来的陈娇给看到了, 他快步折返回去, 坐在了座位上, 乔洛洛回去时就感觉包房里特别的安静, 安静到可怕, 他坐回座位上, 感觉所有人都在偷偷地看他,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此时陈娇突然开口说, 乔洛洛, 我敬你一杯吧, 他心里咯噔一下, 不好意思, 我不会喝酒, 陈娇不依不饶, 今天大家都要喝酒, 你凭什么不喝啊? 难不成, 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他话音一落, 所有人都朝着乔洛洛看了过来, 乔洛洛身形一僵, 不确定他都知道了什么, 下一秒, 陈娇说, 刚刚你是孕土吧? 你怀孕了, 他身旁的吴婷婷立刻接话, 你别说, 我看他最近气色好了不好, 真像是怀孕的人, 此话一出, 全场鸦雀无声, 怀孕是正常的, 但乔洛洛才大学毕业, 别说接话, 除了跟在齐玉出生后追, 连男朋友都没有过, 突然怀孕也太惊世害俗了, 陈娇见自己猜对, 一脸得意, 孩子不会是齐玉出的吧? 是不是你看马上要毕业了? 他被齐家赶出门, 就想用孩子拴住齐玉出啊? 他胡乱地揣测, 让乔洛洛几倍发寒, 所有人都朝乔洛洛看了过来, 打量, 猜忌, 鄙夷的目光像一张不满荆棘的巨网, 把他从头到尾的笼罩起来, 他眼底的雾气越来越重, 坐在原地全身紧绷地像一根弦, 陈娇又回头和吴婷婷嬉笑起来, 我刚刚都看到, 他和齐玉出在走廊里说话了, 看齐玉出挺生气的, 肯定是要你打掉这个孩子吧, 毕竟你一个寄人篱下的孤女, 有什么资格生下他的孩子? 被这样当众羞辱, 乔洛洛全身开始颤抖, 不是这样的, 他咬紧了牙关, 没有让眼泪掉下来, 可他这副模样, 却让陈娇内心的摧毁欲更甚, 恨不得当众扒光了他, 不是什么啊, 不是, 我亲眼看到的还能有假吗? 你也太恶心了吧? 乔洛洛几乎把嘴唇咬出血, 他知道, 他们就是看他不善言辞, 要让他当众难堪, 而真相也确实没有多么的光彩, 他也不想把齐玉扯进来, 他垂着头, 只希望他们说两句就算了, 可没想到, 陈娇见他不反驳, 竟然开始得寸进尺起来, 他冷笑着说, 又开始了, 又开始了, 整天装出一副要哭的死样子, 给谁看啊? 你爸妈是不是就是看不惯你这副样子, 才被逼到跳海自杀的啊? 乔洛洛父母当年的死上了各大新闻头版, 惊世的人基本都知道, 整个包房里顿时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看向了乔洛洛, 乔洛洛抬起眼睛, 一大颗眼泪滚了下来, 他黑瞳变得极深, 问道, 你说什么? 陈娇满脸不现, 你聋了吗? 我看你爸妈的死就是, 他话音未落, 一个杯子直接擦过他的脸颊飞了过去, 狠狠地砸在地上, 啪的一声巨响, 所有人都惊恐地看向了扔杯子的人, 勾勾地盯着陈娇, 从他的眼神大家可以看出, 他不是故意扔歪的, 他是真的想扔到陈娇的脸上, 陈娇被吓了一跳, 回过神来后立刻变了脸色, 妈的, 你敢拿杯子砸我? 他怒吼一声, 拿着杯子就朝乔洛洛扔了过来, 乔洛洛躲了一下, 没被砸中, 陈娇见状把腿就朝着乔洛洛冲了过来, 他一把抓住了乔洛洛的胳膊, 想打他, 旁边的人怕出事, 都死死地拦住了陈娇, 乔洛洛被他拽着手, 死死扶着桌子, 才没有被拽到, 场面顿时乱坐了一团, 整个包房里闹哄哄的, 就在陈娇叫着, 我要杀了你时, 包房大门音声而开, 一抹熟悉的身影映入了乔洛洛的眼帘, 他看到那个人的一瞬间, 眼泪刷的一下掉了下来, 祈渊的目光在人群中精准地锁定了他, 看到乱糟糟的一幕, 他黑眸一缩, 立刻举着手朝着乔洛洛的脸扇了过去, 可半空中, 一只手抓住了他的手腕, 把他几乎拎起来, 狠狠地往旁边一甩, 他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怒气冲冲地抬起头一看, 看到一抹极具压迫感的身影站在自己跟前, 而当那个人转过头来, 锐利的眸光落在他脸上, 他心里一惊, 是祈渊, 他怎么会来? 所有人都认出了他, 哗啦一下散开, 只有乔洛洛还扶着桌子站在原地, 他透过朦胧的泪眼, 看向祈渊, 祈渊额角青筋抱起, 站在他面前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吃个饭, 吃成这样, 乔洛洛的眼泪却越来越多, 为什么看到他会这么委屈呢? 他只顾着掉眼泪, 也不开口说话, 祈渊看他哭, 脸色越来越沉, 乔洛洛到底是齐家长大的, 班长健壮, 赶紧开口把刚刚的事情说了一下, 但只说是开玩笑开过了, 乔洛洛发了脾气动了手, 祈渊的脸色更沉了, 他看着班长, 周身都是上位者的压迫感, 照你这么说, 都是乔洛洛的问题, 班长一愣, 大家平时习惯性地, 把事情推到乔洛洛身上了, 但看祈渊这架势, 是站在乔洛洛这一边的, 赶紧解释, 不是那个意思, 但是, 是乔同学先动手的, 祈渊低头看向乔洛洛, 看他酷得脸都红了, 心里跟刀子弯一样, 他问, 你怎么动的手? 乔洛洛知道, 所有人都等着祈渊主持公报, 祈渊问, 杂到没有? 没有, 祈渊顿了一下, 就这样, 所有人一愣, 这还不够, 乔洛洛也愣了一下, 他抬起头看向祈渊, 不太明白他的意思, 结果, 祈渊却转头看向了文野, 手帕, 文野包里带着一条, 立刻递过来, 祈渊拿起手帕轻轻, 替他擦去脸上的泪水, 说了句, 有人侮辱你爸妈, 你应该狠狠抽他的嘴, 而不是只拿个杯子吓唬他, 他话音一落, 满座死寂, 陈娇和吴婷婷的心都凉了, 这不是来主持公道的, 这是来撑腰的呀, 祈渊回头, 看向了脸色煞白的陈娇, 你叫什么名字, 陈娇哪敢说话, 他家里有点小钱, 但在其家面前剑如蝼蚁, 他只希望自己是个哑巴, 祈渊见他不说, 又问乔洛洛, 侮辱你爸妈的是哪些, 只给我看, 所有人又看向乔洛洛, 因为他平时都是忍气吞声的, 可这次乔洛洛却不一样了, 他回头看向了陈娇和吴婷婷, 伸出手指向两人, 他们两个, 陈娇和吴婷婷, 陈娇和吴婷婷想死的心都有, 根本不知道, 乔洛洛是什么时候勾搭上祈渊的, 祈渊没再看那两个狗东西, 回头看乔洛洛, 见小朋友哭得伤心, 心疼得要死, 你自己有没有受伤? 乔洛洛咬了咬嘴唇, 没有, 祈渊问, 还能走吗? 乔洛洛刚刚确实被陈娇冲过来的样子吓到了, 腿有些发软, 他想逞强, 却被祈渊一眼看穿, 祈渊弯下腰, 一把把他打横抱了起来, 往外走, 乔洛洛下意识地抓住了他的肩膀, 却没有挣扎, 而是把哭得红红的眼睛埋进他的胸口, 文也站在身后问, 这就走了, 不需要他们道个歉什么的, 其他人也有些纳闷, 这就带人走了, 乔洛洛缩在祈渊怀里面说话, 祈渊却转过头, 看了文也一眼, 你觉得, 一句道歉就够了, 我会让他们终身难忘这次的代价, 说完大步离开, 文也回头看向明显受惊的众人, 开口笑道, 各位同学, 今天这顿饭算我请的, 你们继续吃, 他顿了一下, 笑得邪魅, 又看向陈娇和吴婷婷, 你们也多十点, 因为啊, 下一顿有没有, 还不好说呢, 陈娇和吴婷婷直接摊坐在了椅子上, 包房里, 祈渊把乔洛洛抱到椅子上坐下, 又俯下身, 仔细检查他的手, 发现他的手被烫红了, 起身就要走, 乔洛洛却用手抓住了他衣服的一脚, 不敢太用力, 抓得很轻, 他仰起小脸看他, 长睫毛湿漉漉的粘在一起, 你, 你去哪儿, 他怕他生他的气, 也怕他就这么走了, 祈渊回头, 看着他抓着自己衣服的样子, 心脏像被猫尾巴挠了一下, 他转过身, 用手指轻轻擦掉他眼角刚溢出来的泪水, 他的指腹温热, 我去叫服务员给你拿趟伤膏, 乔洛洛微微捶着眼皮, 你有没有生我的气, 毕竟他来吃个饭就搞出这么大的阵仗, 还把他牵扯进来, 祈渊却伸出手, 勾住了他的下巴, 强迫他仰起头迎向了自己, 他缓缓俯身靠近了他, 眼看祈渊的脸越靠越近, 那双极肾的瞳孔像一个深渊, 要把人给吸进去, 乔洛洛忘了哭, 也忘了反抗, 直到两人进到呼吸都纠缠在一起, 他盯着他的眼睛升陷低沉, 我唯一生气的点就是, 你没过去抽他们两个大嘴吧, 下次再遇到这种事, 不要怕, 照着头砸, 记住了吗? 乔洛洛的心开始狂挑不止, 他没有像舅舅一样责怪他, 也没有像齐玉初一样劝他稀释宁人, 反而告诉他要照着头砸, 尽管听起来有些惊世骇俗, 但他却突然明白了, 到底谁是真正的为他好, 也许下次再遇到这种事, 他不会真的照着头砸, 但也绝不会再让自己沦落到今天这种任人欺辱的地步, 他郑重地看着眼前英俊的男人, 那碎黑的毛子里, 此刻是自己小小的倒影, 记住了, 他会记一辈子, 齐渊盯着他湿漉漉的眼睛, 心里像猫抓一样, 他又想起了一个月前的那场梦, 是那么的真实, 他在他身下, 也是这样湿漉漉的哭, 哭得他难以自知, 但他没有进一步的举动, 因为他今天受了委屈, 也不像以前那样在他面前掖着藏着, 说明他已经开始信任他, 依赖他, 他的温水煮青蛙大法, 在奏效了, 我去找服务员给你拿冰块和烫伤膏, 很快就回来, 他适时地拉开了距离, 把欲拒还迎这一招发挥到极致, 乔洛洛看着他离开, 小手在空中抓了个空, 失落地收回, 嗯, 等他开门走后, 文也走了进来, 他坐在乔洛洛身旁, 回头看没爹没妈的小朋友, 暗自叹了口气, 这些狗东西就跟自己没爹没妈一样, 光逮着小可怜一个人欺负, 他要是齐渊, 就叫这些狗东西也死个爹死个妈的, 感同身受一下, 包房里有些安静, 乔洛洛跟他不熟, 有些拘谨, 文也给他加菜, 吃菜吃菜, 别愣着, 你现在是孕妇, 可得好好补充营养, 他笑起来很阳光, 给人的感觉如沐春风, 乔洛洛小声说了句, 谢谢, 也不再那么紧张, 文也看他小口小口地吃着菜, 突然想起了刚刚在门口听到的那段两人的对话, 不由得老脸一红, 齐渊这老男人, 别说, 你还真别说, 老男人追人是有点东西的, 如果每次受委屈, 都有个英雄从天而降出现在身边, 还叫你罩着头咋, 他给你撑腰, 这谁能扛得住啊, 只可惜他的追七路, 却不是这样的模板, 因为他的未来老婆, 好像不怎么会受委屈, 都是他欺负别人, 想到未来老婆, 文也心里惆怅, 一想到等下齐渊还要回来, 当着自己的面秀恩爱, 心里就更惆怅, 他没了胃口, 洛洛, 我有点事先走了, 齐渊回来, 你帮我跟他说一声, 身为好兄弟, 要有不做电灯泡的自觉, 乔洛洛听说他要走, 抬起大眼睛看他, 再见, 文先生, 文也扑斥一声笑了, 好, 再见, 他起身也离开了, 包房里只剩下乔洛洛一人, 他一边吃东西, 一边等着齐渊回来, 可当他吃下一小块香菇时, 头顶突然传来一阵尖锐的警报铃声, 他还没抬头, 一阵巨大的水花从天而降, 他抬起手抹了一下脸上的水滴, 突然意识到, 这是火警的声音, 着火了, 他刷的一下推开椅子站起身, 门外和铃声一起传来的, 还有阵阵尖叫声和脚步声, 有人在大喊, 着火了, 着火了, 快跑快跑, 乔洛洛的心顿时开始狂跳个不停, 他把腿朝着门口快速走去, 拉开门的一瞬间, 一股浓烟的味道扑面而来, 整个走廊都弥漫在一股烟雾之中, 枪的他捂着鼻子往后退了一大步, 无数人从包房里风跑出来, 尖叫着往外逃窜, 恐慌的情绪在四周不断蔓延开来, 他焦急的四处张望了一眼, 却没有看到齐渊, 他发现, 火警也应该会自己往外跑的, 他现在得保障自己的安全, 没有再犹豫, 他一抬脚也冲进了人群之中, 跟着一起往外跑, 可跑着跑着, 身后有人突然狠狠地拽住了他的头发, 往后拼命地拉, 剧烈的疼痛沿着头皮蔓延开, 他没忍住叫了一声, 抬手想去摸拽住自己头发的手, 那人却又用了点力气, 继续拽他, 他的头皮几乎都被撕扯下来, 疼得眼泪夺眶而出, 他赶紧抬手抓住自己的头发, 和那人对抗, 转身去看拽住自己的人, 龙烟之中, 一张宛若外星生物的脸映入眼帘, 乔洛洛下的呼吸一致, 仔细一看, 才发现是一个人戴着防毒面具, 而看身形, 却是一个女人, 在这种情况下带着防毒面具, 对方明显是有备而来, 乔洛洛来不及去质问对方到底是谁, 拼命地想把头发从对方手里拽出来, 可对方却用双手拽住了他的头发, 死死地往下一拽, 乔洛洛疼地跟着弯下腰, 生理性的泪水不断地涌出来, 紧接着, 头发上的力道突然松开了, 乔洛洛顺势直起身, 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一个耳光迎面来, 他躲闪不及, 被啪的一声打在了脸上, 尖锐的疼痛迅速在脸上炸开, 脸部好像被灼伤一般, 迅速地开始发热发烫, 他耳边甚至响起了阵阵轰鸣声, 就在他用手捂住自己的脸时, 对方又一次抬起了手, 眼看第二巴掌就要落在脸上, 乔洛洛突然一弯腰, 用头顶狠狠撞向了对方的胸口, 对方没躲开, 被撞在了胸上, 疼得发出了一声尖叫, 紧接着爆出一句粗口, 啊, 贱人, 就是这个声音, 让乔洛洛确定了眼前的人是谁, 他抬眼看向了对方, 喊出了对方的名字, 庄孟非, 是你吗? 面前的女人用手揉着胸口的动作, 猛地僵住, 防毒面具下的脸有些扭曲, 他没想到, 乔洛洛能把自己给认出来, 但即便是认出来, 也不要紧了, 今天他是没办法活着离开这里的, 是我, 又怎样? 庄孟非笑了, 他看向乔洛洛的眼神里满是戏血, 连他一如既往的那张娇弱脸蛋, 也没那么招人讨厌了, 乔洛洛, 再哭一会儿吧, 等一下, 就没得哭了, 此时整个五楼的人都已经跑光了, 不知道是哪里起了火, 浓烟和东西烧焦的味道越来越浓, 庄孟非戴着防毒面具, 可以自如活动, 可乔洛洛却吸入了烟尘, 弯下腰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一股窒息的感觉传来, 他眼前都开始感到模糊, 这时, 庄孟非低头看向了不远处的一堆碎瓷片, 那是本来放在走廊里的仿真古董花瓶, 有意人高, 因为刚刚出去的人太多, 被撞倒在地, 摔得细碎, 他收回视线, 把目光落在咳嗽个不停的乔洛洛身上, 轻笑一声, 你最好晕过去, 这样就不会疼了, 说完, 他突然上前一把拽住了乔洛洛的手臂, 乔洛洛喘不上气, 根本就没有办法反抗他, 跟着他跌跌撞撞地往前走, 一直到乔洛洛的鞋子踢到了地上的碎瓷片, 卡拉一声响, 他猛然意识到了什么, 惊恐地睁大了眼睛, 庄孟非想在这里弄伤他, 让他跑不出去, 再把这一切都归咎于火灾之下的一场意外, 自己却全身而退, 当他意识到的时候, 庄孟非已经弯下腰, 目标是最锋利的那一块碎瓷片, 与此同时, 齐渊从餐厅一楼冲进了楼梯间, 他刚刚去找服务员时, 在路上接到了公司打来的紧急电话, 接完电话响回来的时候, 火警的声音突然响起, 一堆人尖叫着跑了下来, 恐慌的情绪从四周蔓延到他心里, 而他也接到了文爷打来的电话, 糟了齐渊, 我刚走就听说着火了, 你现在和洛洛在一起没? 听到对面慌乱的声音, 齐渊的心都凉了半截, 他挂断了电话, 看向了随着楼梯滚落下来的浓烟, 意识到火是从上面开始烧的, 但他却没有选择后退, 而是继续往上跑, 他一边跑一边给乔洛洛打电话, 可电话铃声响了一遍又一遍, 就是没有人接听, 他跑到四楼时, 一个服务员惊慌失措地冲下来, 差点撞在他身上, 他一把拦住对方, 上面还有没有人? 服务员都快吓死了, 说, 我, 我不知道, 但是好像没有了吧, 刚刚火警一想, 全部的人都在往外冲, 我是从最顶楼上跑下来的, 我没有注意, 文言, 齐渊松开他, 选择继续上楼, 服务员叫住他, 先生, 火灾是从六楼烧起来的, 现在应该烧到五楼了, 你别上去了, 你会死的, 齐渊没有回头, 没有停, 他一口气冲到了五楼, 用衣服捂住了口鼻, 穿过浓烟弥漫的街道, 嘴里嘶吼着乔洛洛的名字, 那是他的命啊, 他死了, 他还怎么活, 乔洛洛, 乔洛洛, 走廊里几乎快什么, 也看不清了, 楼下传来了消防警笛的声音, 他继续往前走, 直到踩到一块碎瓷片, 前面一道纠缠的身影, 映入了他的眼帘, 他瞳孔猛的一缩, 立刻就认出了那个小小的身影, 那是他的星号星号, 乔洛洛, 他大吼一声, 一个箭步冲了过去, 等他看清眼前的状况时, 倒吸了一口凉气, 此刻一个人躺在地上, 就在乔洛洛的脚边, 还戴着一个防毒面具, 而乔洛洛就站在那人的面前, 手里抓着一大块碎瓷片, 鲜血从他的手掌心里, 滴到了手肘上, 他听到齐渊的声音, 转过了脸, 尽管看到来人是齐渊, 他依旧面无表情, 仿佛丧失了理智一般, 他又把头转了过去, 当着齐渊的面, 高高地举起了手里的碎瓷片, 齐渊意识到他要做什么, 呼吸骤停, 他一个箭步上前, 从他手里拼命抢下了那块碎瓷片, 乔洛洛挣扎了一下, 他死死抱着他, 喊他, 洛洛, 看清楚, 是我, 乔洛洛半张脸高高肿起, 眼神像是失去了焦距一般, 任由齐渊焦急地呼喊着他的名字, 齐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也知道不能再待下去, 他弯腰一把抱起他, 把腿朝着走廊另一头的消防通道冲了过去, 路上他几次都差点摔倒, 但他抱着他, 没有松手, 到了楼梯口, 消防人员全副武装冲了上来, 看到两人, 喊道, 这里有人, 先救人, 有一个消防员朝着齐渊伸出手, 把他给我, 你跟着我们一起走, 齐渊吸入了太多的浓烟, 脚步已经虚浮, 他确实抱不动了, 他伸出手, 把乔洛洛的给了对方, 可在脱手的那一刻, 乔洛洛却突然伸出手, 死死地抓住了他的衣服, 洛洛, 乖, 齐渊握住了他满是鲜血的手, 而此时, 乔洛洛的眼睛突然恢复了焦距, 他逐渐看清了眼前这张狼狈的脸, 是谁, 眼泪夺眶而出, 他喊了他一声, 齐渊哥哥, 齐渊愣愣了一下, 心都快痛得无法呼吸, 他看向消防员, 五楼还有一个人, 无论那个人是谁, 就算要死, 也得清醒地死在他手里, 消防员给两人戴上面具, 一起戴下了楼, 过程中, 齐渊一直死死抓着乔洛洛的手, 到了餐厅门口, 文野和梁霄都冲了上来, 急得双眼通红, 没事吧, 在看到消防员抱着的那一道身影时, 文野愣住了, 齐渊脱下面具, 没有说话, 他从消防员手里把乔洛洛接过来, 才发现他已经晕了过去, 文野大喊着, 医护人员, 医护人员, 一群人冲上来, 把乔洛洛放到了小信号信号, 推进了救护车里, 齐渊跟着上了车, 医护人员给乔洛洛戴上了氧气面罩, 又看向了狼狈的齐渊, 先生, 你受伤了吗? 齐渊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上的血, 脸色沉到了极致, 不是我的血, 而与此同时, 庄梦飞也被人从楼上带了下来, 送上了救护车, 齐渊出在人群外, 看到庄梦飞的防毒面照被拉下来时, 心脏剧烈地收缩了一下,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医院里, 乔洛洛被送进了抢救室, 最顶级的医疗团队到场为乔洛洛进行医治, 齐渊拦住医生, 他从未这样用眼神求过一个人, 护士, 他怀有一个月的身孕, 但无论如何, 请保他, 请你们一定要保住他, 手术室的红灯亮着, 齐渊站在手术室前, 沉默地像一尊雕塑, 他在后怕, 他自己挽到了一步, 怕乔洛洛下手早了一步, 文也愧疚到了极点, 低声跟他道歉, 都怪我, 不该那个时候离开的, 要是我不走, 他也不会, 齐渊的表情很冷静, 让人看不出他心里的慌望, 不怪你, 你也不知道会发生火灾, 他是怪自己, 不该离开, 文也还想说话时, 一群警察朝着几人走了过来, 请问哪位是餐厅的负责人? 文也上前一步, 是我, 他只以为这是一场意外, 也做好了接受处罚的准备, 警察说, 已经扑面, 目前有五人受伤, 被送往医院, 我们对工作人员进行了盘问, 就是说, 这场事故可能不是一场意外, 而是人为, 文也愣住了, 人为, 谁他妈没事跑到他的餐厅里放火, 他搜长瓜度地想着, 自己最近得罪了哪一路大神, 齐渊走了过来, 我在五楼的时候看到了一个人, 我觉得, 你们应该去盘问他一下, 这场事故应该和他有关, 警察走后, 文也看向齐渊, 什么情况, 刚刚谁和洛洛在一起, 看不到脸, 但戴着一个防毒面具, 他深深地看了文也一眼, 文也只觉得脊背发寒, 在那种情况, 还能找到防毒面具, 肯定是有备而来的, 他又站了一会儿, 安慰齐渊两句, 然后去处理餐厅那边的烂摊子, 等他走后, 齐渊把梁霄叫到身边, 你跟着警察一起, 去看看那个人到底是谁, 他的声音很冷, 冷得梁霄牙齿打颤, 梁霄点了点头, 大不留心地离开了, 没一会儿他就回来了, 凑到齐渊耳边嘀咕两句, 齐渊的脸色彻底沉了下去, 陈娇和吴婷婷家刚刚遭了难, 一个下午的时间偷税漏税, 产品质量不过官权被查了出来, 工商局上门查封了公司, 两家人和计了一下, 跑到庄家去求情, 想让庄孟非帮忙想想办法, 去求他大哥, 结果在庄家没看到庄孟非的人, 只看到庄文轩突然急匆匆从别墅里走了出来, 众人急忙上去栏, 却被庄文轩一把推开, 滚, 现在我家都快完了, 我还有空管你们这些破事吗? 两家人面面相去,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庄文轩走了几步又回头, 脸上带着不知道是自嘲还是怒火, 都他妈一群傻逼, 得罪谁不好去得罪齐渊, 现在好了, 大家一起玩玩, 陈娇和吴婷婷都愣住了, 两家父母听到这话, 才明白庄家也把齐渊给得罪了, 这一下是真完了, 庄文轩上车的时候, 还听到后面的打骂声, 他心里跟着了火一样, 冲耳不闻, 现在庄孟飞还躺在医院里, 警察已经来过电话了, 说文野餐厅这把火和庄孟飞脱不了干系, 庄文轩心都凉了, 妹妹这是下定决心要害死全家, 不仅得罪了齐渊, 还连带着文家也上了名单, 他赶到医院后, 听说乔洛洛还在急诊室, 他甚至都顾不得去看自己的妹妹一眼, 提着助理买的慰问瓶急匆匆往急诊室的方向走, 还没走近, 就被梁霄带着几个保镖给挡住了, 庄先生, 我劝你不要再过去, 梁霄一贯的说话做事滴水不漏, 好声好气的说话, 却带着威慑力, 庄文轩低声说, 梁特助, 你让我过去说两句话就走行吗? 他心里还抱着一丝侥幸, 虽然齐渊上次为乔洛洛出了头, 但乔洛洛到底只是寄养在齐家名下的, 和齐渊的关系也还没清静到那个地步, 大不了他把公司一半的股权都让给齐渊, 但是脸色也沉下去, 庄先生, 请回去吧, 你过去只会让事情更加严重, 庄文轩不信这个险, 他也是带了人来的, 使了个眼色, 就想把梁霄和保镖给推开, 众人瞬间推扫起来, 他也钻了个空子, 想往齐渊那边走, 梁霄突然说, 庄文轩, 你知道齐总和乔小姐是什么关系吗? 庄文轩回头, 对他的死板有些不耐烦, 不就是乔洛洛的母亲和其太太关系好点吗? 我知道, 这次是我妹妹犯了大错, 我也愿意拿出诚意来弥补这个错。 齐总是生意人, 不会一点情面也不讲的, 他说完要走, 梁霄却冷冷开口, 他们两人已经领证, 是世事婚姻, 现在太太还有一个多月的身孕, 本来打算过几天就办婚礼, 现在, 你最应该做的是, 祈祷我们太太和孩子平安, 否则, 整个庄家可能都, 他说话点到极致, 庄文轩手里的东西, 啪的一声摔在地上, 目瞪口呆, 耳边一阵阵轰鸣声作响, 乔洛洛怀了齐渊的孩子, 那装梦非害的, 岂不是齐家未来的继承人, 完了, 半个小时后, 手术室的红灯熄灭, 医生走出来, 看向齐渊, 他吸入了浓烟, 影响到胎儿, 现在胎心很弱, 如果他今晚能醒过来, 就没问题, 但如果醒不过来, 不只是孩子需要拿掉, 大人可能也不会再醒过来, 所以你要用尽办法, 让他醒过来, 齐渊的拳头颤了一下, 他走进病房时, 看到病心号心号小小的人, 瞳孔紧缩, 四周摆满冰冷的仪器, 乔洛洛双手都缠上了绷带, 小脸被氧气面罩遮住大半, 又脸颊高高肿起, 他翘无声息地躺着, 像个被摔坏的破娃娃, 齐渊在床边坐下来, 小心翼翼地握住他的手, 他不知道刚刚在餐厅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他却始终记得他发现他的时候, 他拿着碎瓷片要杀人的模样, 他的求生欲望是那么强烈, 不只是为了孩子, 也是为了他自己, 他想活, 他就不会让他输, 他看了一眼心电以上微弱的心跳, 做了个决定, 起身离开, 走出病房后, 他拨了一通电话, 不一会儿, 一个身影出现在了走廊尽头, 当那个人越走越近时, 梁霄的第一反应是, 齐渊大概是疯了, 乔洛洛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还身处在那条被浓烟笼罩的走廊里, 他抬起头看向前方, 齐渊就站在不远处, 静静地看着他, 他想把腿朝他狂奔过去, 大腿却突然被人抱住, 他低头看去, 是庄梦飞匍匐在他的脚边, 死死抱住了他的大腿, 他想挣扎, 想呼救, 可嘴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不仅如此, 齐渊初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跑了出来, 他一把握住了他的手, 喊着他的名字, 居然想把他往浓烟深处拖拽, 病房外, 文也处理好餐厅那边的事情, 又一次急匆匆赶回了医院, 当他走近时, 却发现齐渊没有在病房里, 而是坐在门口的走廊上, 眉头紧锁, 他想过去问问乔洛洛现在怎么样, 梁霄却一步上前, 把他给拦住, 文也一愣, 想说什么, 梁霄直接凑到他耳边, 嘀咕了几句, 文也的眼睛越睁越大, 第一反应是, 齐渊已经疯了, 他沉着脸走到病房门口, 透过门口的玻璃往里面看了一眼, 竟然真的看到了齐渊出的背影, 眼前的一幕让文也觉得不可理喻, 他回头看向齐渊, 你他妈是不是疯了, 平时脾气再好的人, 在这个时候也没忍住发了火, 齐渊面无表情, 没有回答, 文也大步朝他走了过去, 我问你话呢, 你是不是疯了, 医生叫你把人叫醒, 你把齐渊出叫来干嘛, 现在乔洛洛最需要的人不是你吗, 是吗, 齐渊不敢说这个话, 他站起身和文也对视, 古井无波的眼神像一口哭泣, 总得试试, 毕竟他曾经那么喜欢齐渊出, 就算他的心再痛, 也得救他的命, 文也咬住了牙关, 还是无法理解齐渊的这一行为, 就算乔洛洛曾经喜欢齐渊出, 那也是过去事, 这些日子, 他们两人的相处, 他也看在眼里, 他相信, 乔洛洛不会还对齐渊出念念不忘, 你真是被烟枪坏了脑子, 无论齐渊出没有成功叫醒洛洛, 你心里都不会好受的, 齐渊无动于衷, 起身想转身离开, 文也下意识地伸手去拉他, 你现在去把齐渊出叫出来, 听到没有, 可守刚碰到齐渊的衣袖, 齐渊猛地回过身来, 抬起手肘一压, 竟然按着文也的锁骨, 把人压在了墙壁上, 东北一声巨响, 文也愣住了, 此刻齐渊的眼底终于有了波澜, 怒气与痛苦交织的情绪在翻滚, 他抬起双眸, 死死地盯着文也, 几乎是怒吼出声, 你想让我怎么做, 如果他今天醒不过来, 我要怎么活, 文也顿了一下, 齐渊, 齐渊看向他, 这次声线有些暗哑, 我活不了, 文也, 你听懂了吗, 他也痛, 也恨, 也不甘心, 但这一切在乔洛洛的生死面前, 都不重要, 只要能救活他, 他愿意拿出一切去交换, 此时, 病房里的心跳仪突然发出了尖锐的警报声, 齐渊出坐在床边, 看着乔洛洛即使在昏迷之中, 依然拼命想挣脱自己的手, 他直挺挺地坐着, 耳边回想着刚刚齐渊的那一声响彻病房的低吼声, 如果他今天醒不过来, 我要怎么活, 砰的一声巨响, 齐渊和文也听到警报声撞开门冲了进来, 突然间, 病星号星号的乔洛洛睁开了眼睛, 他的视线落在了齐玉处的身上, 齐渊的脚步猛地停住, 他站在门口, 视线有些暗沉, 文也想往前走, 却被他拦住, 他说, 去叫医生, 就在他想转身时, 病星号星号的乔洛洛, 却抬起眼朝他看了过来, 熟悉的身影映入乔洛洛的眼帘, 他眼眶发烫, 眼看他要离开, 乔洛洛朝他伸出手, 他有些抬不起来, 用力到整条手臂都在颤抖, 齐渊哥哥, 他的声音小到微不可闻, 可齐渊还是听到了, 他的身心都在此刻重重地颤抖了一下, 恍惚间觉得自己产生了幻觉, 文也说, 愣着干什么, 叫你呢, 齐渊转过身, 乔洛洛确实朝他看了过来, 手也伸向了他, 他走到床边, 高高悬着的心脏终于落回了原地, 他俯下身, 用手摸了摸他的头发, 我在, 齐渊初看着乔洛洛的手从自己掌心里滑走, 他清楚地明白, 不是因为自己, 乔洛洛醒过来是因为齐渊的那句话, 他还在床前发呆时, 文也走过来拽住了他的手臂, 把他拉了出去, 走, 去叫医生, 两人走出了门外, 文也让梁霄去叫人, 然后看向了齐渊初, 还真是听到你说的话才行的, 他不太相信, 毕竟齐渊刚说完话, 乔洛洛就行了, 有点巧合, 齐渊初没回答, 他和文也不熟, 也不想给这个面子, 他只是点了点头就离开了, 只是背影看起来有些失魂落魄的样子, 文也吃之以鼻, 早干嘛去了, 现在装他妈的一往情深, 要是真那么喜欢, 还有什么齐渊什么事, 病房里, 乔洛洛说不出话, 他嗓子很难受, 全身像被车撵过, 没什么力气, 齐渊就坐在床边静静地看着他, 他衣服都没换, 好些衣服被擦破了, 有些狼狈, 医生很快就来了, 给乔洛洛做了检查, 齐渊就在旁边看着, 医生松了口气, 醒了就好了, 问题不大, 再观察一个晚上吧, 医生走后, 齐渊也松了口气, 乔洛洛在星号星号, 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 他低声安慰他, 没事了, 现在闭上眼睛, 好好休息, 乔洛洛见他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这才放下心来, 重新闭上了眼睛, 稍晚一些的时候, 七老爷子和苏婉都接到消息赶了过来, 但被梁霄给拦在了病房外, 他们没看到乔洛洛和齐渊, 只能离开, 齐渊在病房里守了乔洛洛一个晚上, 全程都很紧绷, 凌晨五点多的时候撑不住, 才趴在他手边睡着了, 乔洛洛醒过来时, 感觉到手边趴着一个人, 他低头看去, 看到齐渊睡在他手边, 他很少会有这样不设房的时候, 他在他面前一直是沉稳冷静的样子, 现在他紧皱着眉头, 似乎做着不好的梦, 乔洛洛忍不住伸出手, 想去触摸他的眉心, 他手上还打着点滴, 一动, 针管就落在星号星号, 发出一点很小的动静, 齐渊猛地睁开了眼睛, 他眼底布满了红血丝, 显然昨晚休息得很差, 看到乔洛洛醒来, 他第一时间就要起身去叫医生, 可乔洛洛却用力地拽住了他的一根手指, 他的声音小小的, 不要, 他什么也不要, 他就是想让他待在这里, 齐渊转过身, 凝视着他的脸, 沉默了几秒钟, 他顺势握住了他缠着绷带的手, 重新坐下了, 似乎看到了他眼里的那一抹渴望, 他很轻地说了一句, 我不走, 乔洛洛这才安心下来, 齐渊问, 要不要喝水, 他这两天还不能进食, 只能靠掉着营养液维持, 乔洛洛轻轻点了点头, 他的嘴唇很干, 嗓子也很干, 齐渊替他摘了氧气面罩, 用棉签沾了温水, 一点一点帮他滋润嘴唇, 他的动作很专注, 注意力全在他的嘴唇上, 等做完这一切, 医生也例行查房过来看了一眼, 看到乔洛洛已经开始口渴, 说道, 现在没什么问题了, 再住院个三四天就可以出院了, 医生要走时, 乔洛洛突然用力地动了一下, 齐渊垂眸看他, 他似乎很着急, 慢慢说, 怎么了, 乔洛洛拼命从嗓子里挤出了几个字, 宝宝呢, 他很担心, 齐渊的视线按了一下, 安抚道, 孩子没事, 医生也说, 放心, 等出院后回去好好养着, 不会有事的, 闻言, 乔洛洛才放松了下来, 等医生走后, 乔洛洛又一次昏睡了过去, 齐渊趁他睡着, 才走出了病房, 就站在门口, 梁霄朝他走来, 拿来了一个监控视频给他看, 是昨晚火灾之后, 五楼的一段监控视频, 画面上, 乔洛洛被庄梦菲拖着头发险些拽倒, 又被狠狠扇了一个耳光, 然后庄梦菲拖着他走到破碎的花瓶前, 伸手去捡地上的东西时, 乔洛洛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 用力地把庄梦菲给推开了, 庄梦菲站在乔洛洛面前, 似乎在说话, 而乔洛洛也回答了他, 之后两人又撕扯在一起, 乔洛洛用力地把庄梦菲推开, 这一次, 庄梦菲的后脑勺撞在了墙壁上, 因为戴着防毒面具, 后脑勺的冲击很大, 他直接晕了过去, 随后乔洛洛就从地上捡起了破碎的瓷片, 想往庄梦菲的胸口插, 然后齐渊的身影就出现了, 看到这里, 齐渊关了视频, 陈生问道, 音频能修复吗? 视频里只有滋啦滋啦的电流声, 显然音频被损坏了, 他看乔洛洛前后的反差很大, 在那段对话之前, 他是没有起杀星的, 那段对话应该很重要, 重要到乔洛洛想杀人, 梁潇回答说, 我已经找人问过了, 但是被损坏得很严重, 没有修复的可能了, 齐渊沉默了几秒钟, 嗯, 不重要了, 庄梦菲坐牢坐定了, 下午的时候, 齐老爷子和苏婉又来了一趟, 齐渊也趁着乔洛洛睡觉时, 去洗了个澡, 换了身衣服, 齐老爷子想说什么, 可看了一眼齐渊眼底的红血丝, 又改口道, 大人和孩子都没事,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庄家劳两口上午来找过我, 让我给轰出去了, 就算洛洛只是养在我家里的, 那也是我齐家的人, 庄家的人想赶尽杀绝, 必须让他们受到惩罚, 齐渊只是点了点头, 没说什么, 该做的事情, 他已经让梁霄昨晚就去处理了, 再过一会儿, 庄氏破产的消息, 应该就会登上各大头版头条, 众人正在病房门口站着, 钱霞和柳家木也得到消息来了, 大家都表示想进去看看乔洛洛, 被齐渊一口回绝, 他现在需要好好休息, 等出院的时候, 大家再来吧, 众人只好隔着门缝, 看了乔洛洛一眼, 依依不舍地离开, 众人下楼时, 一群执法人员匆匆走进医院, 把庄孟非的病房给围得水泄不通, 一张法院传票扔到了庄孟非的怀里, 面对蓄意纵火, 蓄意谋杀, 恶意破坏他人资产等多项罪名指控, 庄孟非哭得差点从信号信号摔下来, 他死死抱着庄文轩的手臂, 大哥, 你救救我, 救救我, 我不想去坐牢, 庄文轩回头看向这个妹妹, 心也很痛, 但他没有办法, 以前是我们对你太纵容了, 一次退学, 还没有让你长教训, 你居然恶毒到想去杀人, 现在别说我保不了你, 谁都保不了你, 他话音未落, 董事会的电话就紧急打了过来, 各大投资方突然全部撤资, 公司资金链断裂, 半个小时后就要宣告破产清算, 庄文轩话都没说出来, 手机啪的一声掉在地上, 他回头看了一眼同样绝望的庄孟非, 决然地转身走了, 庄孟非哭得撕心裂肺, 打电话给齐玉出, 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 齐玉在病房里守着乔洛洛的时候, 梁霄突然拿着手机走了进来, 他把手机递到齐玉面前, 齐总, 你看这, 老牌企业装饰破产的热搜挂在第二, 而齐玉冲进火场, 救下乔洛洛的事情居然登上了榜首, 他点开热搜, 看到了自己和乔洛洛一起冲出餐厅的视频, 下面有几条最火的评论, 妈呀齐玉好帅, 信誉求神拜佛, 祈求今晚齐玉调到我信号信号, 人群中站着的那个不是齐玉初吗, 齐家这个养女, 不是和齐玉的侄子青梅竹马吗, 怎么现在齐玉为了他命都不要, 等等, 我看到了什么名场面, 好刺激, 我重回原, 我要知道更多细节, 齐玉收回视线, 把手机还给梁霄, 不用管, 梁霄拿着手机正要走, 齐玉又一次叫住他, 嘱咐了几句, 几分钟后, 骑士集团官方下场, 发了一条消息, 齐太太已经脱离危险期, 感谢大家的关心, 齐太太三个字, 宣布了乔洛洛的身份, 热搜又一次炸了, 曾经那些看不起乔洛洛的同学, 都看到了这条消息,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三天后, 乔洛洛出院, 医院大门口被媒体围了个水泄不通, 齐玉看向轮椅上的乔洛洛, 朝他伸出了手, 闪光灯闪的乔洛洛眼睛疼, 他这几天睡得偏多, 一时间还不太适应这样的强光, 加上外面现在人满为患, 让他不由地想起了那天火灾的场景, 此刻齐渊伸出来的手, 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他想也没想, 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齐渊一弯腰, 静止把娇小的身子抱进了怀里, 苏婉递过来一顶巨大的帽子, 把怀里的小朋友, 遮了个严严实实, 梁霄带人在前面开路, 齐渊抱着乔洛洛坐上了车, 苏婉和梁霄则上了后面一辆车, 车门关上后, 隔绝了喧闹和嘈杂, 齐渊却没有把他放开, 而是把他轻轻搂在怀里, 睡一会儿吧, 回去还要点时间, 乔洛洛靠在他的心口上, 乱跳的心脏渐渐地平复下来, 他身上的味道让他觉得安心, 乔洛洛闭眼休息时, 齐渊低头看了一眼, 被两节白生生的脚踝给晃了眼, 他俊力地眉目沉了一下, 刚刚忘了给他穿一双长一点的袜子, 他伸出大手, 轻轻地就握住了他的大腿, 乔洛洛在他怀里, 有些惊讶, 抬起脸看他, 他的脸颊有些红, 不知道是热的还是刚刚下的, 齐渊低头和他对视, 眼神似黑夜吞噬一切, 怎么了, 不舒服, 乔洛洛摇摇头, 脸颊越发地滚烫, 他的手掌心里好热, 抓得他整个脚踝都暖乎乎的, 温度顺着脚踝开始往上蔓延, 一直延伸到耳阔和脖梗, 齐渊看着他, 越发地疑惑, 怎么连耳朵都开始红了, 他开口叫司机把空调调低一点, 免得弄出个热伤风来, 到了家后, 众人先安置好乔洛了, 苏婉细心地给他盖了被子, 为了要之后, 又摸了摸他的脸, 宝贝, 好好休闲, 这几天什么都不要想, 把身体捡好知道吗? 乔洛了点头, 声音一如既往的软糯糯的, 我知道了, 妈妈, 苏婉心疼地看了他好几眼, 直到奇缘高大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黑色衬衣衬的他五官格外的冷酷, 锐利的眸光落在了苏婉身上, 让人很难忽视掉他的存在, 苏婉咳嗽了一声, 起身走了出去, 要不然把洛洛接回老宅去, 他在我身边养着, 我也好放心些, 奇缘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他在这里会自在一点, 老宅里人多手砸, 他反倒养不好, 苏婉细想了一下, 想到老宅确实人太多, 乔洛洛以前过得也不自在, 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又说这几天自己没事就过来看看, 等奇缘答应了才走, 奇缘走进卧室里时, 乔洛洛正从星号星号起来, 似乎要做什么, 要干什么, 奇缘朝他看了过去, 他穿着一套宽松的婴儿蓝睡衣, 身子很是单薄, 看到他进来, 他就站直了, 垂手站在床边的样子, 很乖, 我想洗个澡, 不舒服, 他感觉自己每一根头发丝, 都是消毒水的味道, 极其的难受, 奇缘道, 嗯, 去吧, 乔洛洛刚往浴室的门口走去, 奇缘就紧随气候跟了上来, 他听到脚步声时, 刚走到门口, 吓得心头一跳, 停下脚步回身看去, 却差点撞上他的胸膛, 你, 你要先洗吗, 眼前男人性感的猴杰让他说话, 都有些磕霸, 在医院两人相处了好几天, 大概是病房里, 让人昏昏欲睡, 难以产生乙里的情绪, 他在他面前, 反倒自在一些, 可一回到家, 空间感就开始私密起来, 奇缘的声线很低沉, 需不需要帮忙, 啊, 乔洛洛愣了一下, 但很快反应, 回来他什么意思, 耳根又开始发热发烫, 他垂眸, 深邃的眼瞳注视着他, 他低下头, 避开他的眸光, 我可以自己洗, 闻言, 奇缘沉默了几秒钟, 他有时候会这样看着他, 一言不发, 让他产生一种慌乱感, 但每当这种慌乱感到达灵界点时, 他又会很快地退让一步, 给他足够的喘息空间, 好, 乔洛罗站在浴室里, 深吸了几口气, 让自己平复下来, 等他洗完澡后, 才发现自己刚刚进来的匆忙, 忘了拿新的睡衣, 身上这一套刚刚穿过, 也沾了一点药味, 他不想再穿了, 他裹着浴巾站在门口, 小心翼翼地把门打开一条缝, 想着奇缘不在的话, 他就这么穿着去衣帽间里找衣服, 结果门一开, 就看到奇缘坐在沙发上看电脑, 电脑的屏幕光打在他冷峻的脸庞上, 他迅速抬头看去, 把想缩回去的乔洛罗逮了个阵阵, 他站起身, 大步朝他走了过去, 乔洛罗抓着门板的手指, 把门板都快扣烂, 开门也不是, 关门也不是, 一直到奇缘站在了门口, 隔着狭窄的门缝, 用目光笼罩住他, 乔洛罗小声开口, 我没拿新睡衣, 他只用浴巾裹着胸口的, 露出来的肩颈平直伶仃, 湿发垂在身后, 点点水滴滴落在白玉般的肌肤上, 散发着柔和的光泽, 他湿漉漉的像刚从水里捞上来, 奇缘的眼神也跟着沉浸了海底, 他转身离开, 走进浴室里翻找一阵, 看到了几套堪称限制级的女士睡裙, 眼神更加的忧深, 指尖从睡裙上掠过, 最后停留在了一条白色的睡裙上, 他把睡裙拿出去, 从门缝里递给乔洛罗, 乔洛罗伸出脸藕般的半截手臂, 白嫩的指尖捏住了睡裙的边角, 奇缘却没有松开手, 而是盯着他的脸, 目光沉得像一片海, 奇缘的目光, 犹如阵舞直射的阳光, 打在乔洛罗脸上, 带着滚烫的热议, 乔洛罗抓着睡裙的手僵了一下, 抬眼看他, 怎么, 他的声音戛然而止, 奇缘推开浴室门向他轻压过来, 他慌不择路地后退, 瞬间就被他逼退到洗手台前, 屁股抵在边缘上, 而他高大的身形朝他迅速靠近, 双手撑在了洗手台的两侧, 形成了一个圈径的包围圈, 空气开始胶着, 凝固, 他低头俯视着他脸上难以掩饰的慌乱, 也不说话, 就这么盯着看, 被这么看着, 乔洛罗的心脏都快要爆炸, 眼尾因为紧张而泛起一抹红潮, 亮晶晶的眸子注视着他, 像在紧张他接下来的动作, 沉默了几秒钟, 奇缘突然低头, 朝他轻了下来, 乔洛罗没有料到这一举动, 所以没有任何的防备, 唇舌向处的一瞬间, 乔洛罗就感觉到了一阵苏麻赶自己追, 蔓延到四肢百骸, 他两腿一软, 往下滑的瞬间被奇缘单手搂住腰, 他把他压进怀里, 不但没有停下, 反而借着姿势轻得更凶, 乔洛罗头皮快炸开, 身体的苏麻核心里的惊慌相互对抗, 让他不知道到底该如何行动, 偏偏奇缘像个高级烈食者, 全然不顾他的反应, 他温柔地探索他的领地, 辗转徘徊, 从最初的侵占变得舒缓, 他像在品尝一块糕点, 也在引导他接受, 这个亲吻太气色了, 气色倒让乔洛罗像被架在火上烤, 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感官可以这么的敏锐, 敏锐到可以察觉到四周温度的声高, 呼吸的急促, 以及让人面红耳赤的口水声, 声音在空旷的浴室里被不断放大, 乔洛罗双眸紧闭, 苏玛感不断侵蚀着脆弱的神经, 大脑逐渐开始无法思考, 他整个人像漂浮在海面上, 产生晕眩感, 无意识地, 他喉咙里一出一声轻盈, 齐元几倍一僵, 全身肌肉在这一刻开始膨胀充血, 耳边阵阵轰鸣声, 所有的理智都在此时坍塌成废墟, 他眼里只有乔洛罗, 想要的也只有乔洛罗, 他弯腰一把把他抱了起来, 走进床边, 把他放上去, 然后朝他气身压下来, 两人体型差距太大, 他压下来的时候, 几乎遮蔽了所有的光源, 又一次令人窒息的热吻, 直到他的手摸上了他的腰时, 微凉的指尖让乔洛罗心里咯噔了一下, 涣散的瞳孔立刻开始聚焦, 看向了正亲吻自己的男人, 意识到他正在做什么, 和即将做什么时, 他再也克制不住内心的惊具, 全身都开始颤抖起来, 轻微的颤抖透过皮肤, 清晰地传达到齐渊的掌心里, 他停下动作, 低头看向了身下的人, 他在哭, 无声的泪水顺着眼角滑落到鬓角, 水洗过的大眼睛里, 是一览无余的害怕, 齐渊脊背上的热一书的一下凉了下来, 他撑起身体, 静静地看着他, 怕这种事, 还是怕我, 乔洛罗的心脏紧缩的厉害, 他觉得这两件事, 无法分开而言的, 因为也只有他对他做了这种事, 那一晚, 他在喝多的状况下, 猖慌地看着他, 说不出一个不字, 但紧紧握成拳的手却松开了, 用紧闭双眼的表情, 示意他可以继续下去, 毕竟他是男人, 在这一刻是不会停下来的, 他也见识过他的另外一面, 但齐渊却并没有继续下一步动作, 他手撑着床坐起来, 用手揉了揉眉心, 使他操之过急了, 这些天积压的情绪, 让他瞬间失控, 都忘了他才刚刚出院, 他下了床, 气息还乱着, 好好消息, 他说这话的同时, 就转身朝外走了出去, 脚步声有些沉闷, 乔洛洛意识到他离开, 心里却并没有轻松多少, 取而代之的一股愧疚和失落, 他肯定是失望的, 他明明几乎陪上一条命去救了他, 他却还, 想到这里, 乔洛洛哪里还睡得着, 就在他在星号星号辗转反侧时, 叶宁梦发来了消息, 问他是不是出院了, 他刚回了个室, 那头就发来了三天前, 其实官宣他是齐太太的新闻, 乔洛洛愣住了, 他这几天根本没看过手机, 也完全不知道还有这件事, 他看着新闻, 心里很是震惊, 这不是一段协议婚姻吗? 齐渊为什么还要为他做到这一步? 他抬起头看向了卧室门, 寂静之中突然传来咔嚓一声, 是打火机的声音, 齐渊在阳台上站着吹风, 夏日的晚风也是鼓噪的, 天边的星辰很亮, 但也很乱, 就像他此刻的心情, 他知道是自己太急, 但有时候根本就无法克制, 尤其是想到三天前, 是齐渊初唤醒了沉睡中的乔洛洛, 他的心里就难言的憋屈, 文也说得对, 无论结果如何, 他心里都不会好过, 他又开始怀疑, 孩子是不是齐渊初的, 毕竟他的社交圈子如此狭窄, 让他完全找不出第二个人选, 越想越心烦, 他点了一根烟, 看着远方的霓虹, 突然, 身后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 他默然回头, 看到乔洛洛穿着那身他亲手挑的白色睡裙, 伶仃地站在他身后不远处的地方, 灯光打在他单薄的身体上, 他眼尾还红红的, 怎么出来了, 晚上的风是热的, 但他还是怕他会受不了, 他正想灭了烟朝他走过去, 乔洛洛突然开口, 声音小而软, 带着一丝不自信, 我, 齐渊停下动作, 就站在阳台上和他对视, 任凭香烟在空气中燃烧, 你怎么了, 乔洛洛咬了咬下唇, 如果下次, 我是说如果, 下次还有这种突发状况的话, 我希望你能先保证, 你自己的生命安全, 不要因为我, 伤害到你自己的身体, 他总是会想起, 那一天, 齐渊出现在他面前的那个身影, 他从浓烟中大步, 朝他冲过来的时候, 好像一个救他于水火的英雄, 但他不只是他的英雄, 也是整个齐家的未来, 如果齐渊出了事, 他万死难辞其咎, 他也不值得他做这么多事, 齐渊沉默了几秒钟, 把香烟熄灭, 抬脚大步, 朝他走了过去, 齐渊没有站得太近, 担心自己身上的烟味熏到他, 他隔了他一点距离站定了, 眼神炙热的, 好像一个拥抱, 他说, 如果还有下次, 我也会做同样的选择, 他的声音很平静, 平静到好像在说, 我明天还要吃尖蛋一样平静, 乔洛洛愣住了, 呆呆地看着他, 他的眼神好深情, 深情到, 好像他是他多年的爱人一样, 但他的眉目天生就很深邃, 从很久以前, 他就是用这种眼神看他的, 总不至于他暗恋他多年, 那也太可笑了, 只有他这样愚蠢的人, 才会把十年的时间, 浪费在喜欢一个人身上, 齐渊不可能, 也不会是他这样的蠢人, 他低下头, 避开了他的目光, 应该没有下次了, 他也没什么仇家, 庄梦飞是个例外, 是他那段愚蠢的暗恋, 带来的后果, 停顿了一下他又问, 那天, 齐玉初为什么会在病房里, 他想了几天, 也没想通这件事, 明明他和齐玉初, 已经没有瓜葛了, 齐玉初为什么会出现在他身边, 还抓着他的手, 而齐渊却在门外, 齐渊沉默了几秒钟, 是我叫他来的, 为什么, 乔洛洛图口出, 齐渊道, 因为你在昏迷之中, 医生说, 必须想方设法让你醒过来, 否则你和孩子都会有危险, 乔洛洛又一次愣住了, 他有点难过, 明明他已经很努力地和齐玉初划清界限, 可齐渊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或者说, 他根本就不在意他对齐玉初的态度, 他沉默之际, 伸出了手, 可这不能掩盖他是在齐玉初身边醒来的事实, 乔洛洛无话可说, 他在昏迷之中, 脑子里一片混沌,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会醒过来, 可他的沉默, 却让齐渊本就复杂的情绪又多了一分失望, 有时候他觉得靠近了他一点, 可转瞬间又会觉得这种距离被拉开了, 他在商场上运筹帷幄, 却唯独在他这里进退维谷, 他开口道, 去睡吧, 你现在需要好好休息, 说完经过他身边, 重新推开了卧室的门, 乔洛洛见他不太想说话的样子, 只好跟在他身旁进了卧室, 可他进去了, 齐渊却没有跟进来, 他站在门口看向他, 轻声说了一句, 晚安, 然后就把门给关上了, 乔洛洛那句, 可是我不想看见齐玉初, 我想看见的人是你, 就这么被隔在了门内, 睡前他又看了一下歧视官方发的那条微博, 满怀着心事睡去了, 第二天早上, 倾盆暴雨敲打在玻璃上, 燥热的空气被一扫而空, 齐渊等乔洛洛吃完早餐才说, 今天装梦菲停审, 他说完, 乔洛洛的脸色就变了一下, 拿餐精纸的手都抖了一下, 提起这个名字, 他内心还是会生起一股难言的恐慌, 毕竟那天要不是他拼死反抗, 恐怕现在就没办法坐在这里, 和齐渊一起吃饭了, 齐渊注意到他神色的变化, 低声说, 你如果不想去看, 就在家里好好休息, 我叫我妈过来陪着你, 我也会早一点回来, 可下一秒, 乔洛洛却说, 我想去庭审现场, 他大大的眼睛看着他, 极其的认真, 齐渊沉默了一下, 好, 让他亲眼看着庄梦菲被判刑, 说不定晚上就不会再做噩梦了, 昨晚婴儿检测仪里, 一直传来他急促的呼吸声, 他在隔壁房间听得不踏实, 起来进了他的卧室好几次, 轻轻握着他的手, 他才没有从噩梦中惊醒, 他自己有点睡眠不足了, 两人出发前往法院时, 齐渊就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 大雨倾盆, 路上的车辆也不多, 乔洛洛看了一会儿窗外, 又回过头来, 偷偷地看他, 他很少有机会这样正儿八经地看他, 今天他依旧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三件套, 即使是在夏季, 但他这种只出入于空调房里的人, 似乎并不在乎温度的高低, 只在一体面与不体面的问题, 他的五官, 综合起老爷子和苏婉最好看的基因, 英俊倒无可挑剔, 他突然想, 他一直都这么好看吗? 他以前好像完全没有注意他的长相, 只顾着怕他了, 要是当初对着他笑的那张脸, 是齐渊这张脸, 他说不定也会义无反顾地爱上他呢, 他看得太过于专注了, 视线热烈到齐渊根本就无法忽视, 只好睁开眼睛看向他, 怎么了? 乔洛洛慌了一下, 停止脑子里那些胡思乱想, 避开他的视线, 没, 没怎么? 他怎么好意思说自己在欣赏他的英俊? 齐渊皱了一下眉, 伸手摸了一下脸, 没摸到奇怪的东西, 但很快, 车子就停在了法院门口, 梁霄撑着伞站在外面等着, 他先下了车, 又接过司机手里的伞过来接乔洛洛, 地上有水坑, 乔洛洛穿着一双米色的单鞋, 他犹豫了一下, 正要踩进去时, 齐渊却把伞递给了他, 拿好, 乔洛洛刚把伞接过来, 齐渊就一弯腰, 直接把他抱了起来, 他的惊呼声都被封在了伞下, 齐渊抱着他大不留心地朝着法院走去, 一路上他高奢的皮鞋上被溅上了雨水, 他眼神专注地看着前方, 并没有在意这些小事, 乔洛洛很努力地享用伞把他全身遮住, 以至于自己的部分身体暴露在了雨中, 齐渊注意到这一点, 立刻说, 我没事, 你不能淋雨, 乔洛洛愣了一下, 医生说的吗? 他为什么不能淋雨呢? 结果齐渊看向他, 我说的, 英俊的面容, 眼神专注, 乔洛洛的心脏突然狂跳起来, 很难不让人觉得, 这是一句情话, 不远处的梁霄在此时快步走了过来, 撑着一把巨大的黑伞, 把两人没遮住的地方都遮了起来, 齐渊扭头看他, 问了他一些里面的情况, 岔开了刚刚的话题, 三人走进法院时, 庞庭席已经坐满了人, 大门一开, 所有人都朝门口看过来, 看到齐渊抱着娇小的乔洛洛走了进来, 其中也包括齐玉初, 齐渊无视了众人的目光, 把乔洛洛放到了座位上, 自己坐在了他身旁, 而此时, 庄梦飞也被预警压到了被告席, 他猛地抬起头朝着齐玉初看了过来, 法庭上一片肃静, 除了庄家人默默流泪, 其他人都用一种厌恶地看着被告席上满脸, 惊恐的庄梦飞, 乔洛洛一看到庄梦飞, 那天的记忆蜂拥而至, 他全身不由自主地开始僵硬起来, 呼吸也变得急促, 齐渊一直用余光看他, 见状伸出了手, 握住了他放在膝盖上握成拳头的手, 乔洛洛愣了一下, 回头看他, 他没有开口说话, 视线犹如巨王笼罩他, 却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安全感, 他的手心很烫, 体温源源不断地传进乔洛洛江冷的身体里, 他的心跳渐渐平复下来, 很快, 他再度抬起头, 看向了被告席上已经吓得全身颤抖的庄梦飞, 庄梦飞可能这辈子也没想到, 自己也有站在审判席上, 被众人审判的一天, 他欺负了那么多的人, 次次都有庄家收拾烂摊子, 可这一次, 庄家护不住他了, 审判很快就开始了, 等法官宣布判刑五年,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时, 台下的庄母熬得一嗓子哭出来, 当场晕死过去, 旁边的人七手八脚地去服, 场面顿时乱作一团, 而被告席上的庄梦飞已经两腿瘫软, 被抽去了全身的力气, 沉默了几秒钟, 他突然站起身, 身体往前扑, 一副要扑出来的样子, 他满脸泪意, 却因为惊恐和愤怒而变得扭曲, 他伸出手朝向了齐玉初, 齐玉初, 为什么你可以好端端地坐在那里, 这件事明明是我们一起说好的, 我去除掉乔洛洛的孩子, 你就和我在一起, 我可以去坐牢, 但你呢, 你就可以置身事外吗? 此话一出, 全场哗然,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齐玉初, 齐玉初愣了一下, 有些模糊的记忆开始在大脑里, 传成了一条线, 变得清晰起来, 他想起了自己那天晚上去找庄孟非, 然后喝醉酒之后, 他似乎在他耳边说了很多话, 但他根本不记得他说了什么, 更不可能与他合谋, 齐家人都看向了齐玉初, 麒麟更是压低声音, 齐玉初, 怎么回事? 齐玉初咬着牙说, 不是, 我那天喝多了, 根本什么也不知道, 我怎么可能会答应他这种事, 我对洛洛, 我再怎么样, 也不至于去伤害洛洛, 乔洛洛和齐渊就坐在不远处, 把这话听得清清楚楚, 齐渊的脸色已经沉了下去, 阴沉到极致, 乔洛洛则是满脸的惊恶, 他竟然没想过, 齐玉初竟然也冲荡了这里面的一环, 一想到自己曾经喜欢过这样的人, 他不由得全身汗毛倒数, 脊背上都渗出了一层冷汗, 一阵剧烈的反胃赶涌了上来, 他立刻捂住了嘴巴, 齐渊回身扶住他, 怎么了, 他抓着他的手, 眼神里写着惊慌, 齐渊也没再问话, 站起身扶起他, 一把把他抱起来, 大步朝外走去, 身后的吵闹声不绝于耳, 他充耳不闻, 他把乔洛洛抱到车里, 让他吐在垃圾桶里, 又拿了湿巾给他把嘴巴擦干净, 他做这一切很自然, 而乔洛洛也没有回避, 直到坐进车里, 乔洛洛的情绪才缓和下来, 但他的心情跌到了谷底, 一点说话的力气也没有, 靠在椅背上看着车窗外, 神情漠然, 是他错了, 他不敢喜欢他, 可是他明明已经迷途知返了, 为什么他还是不愿意放过他呢? 这个孩子, 他抬手放在了小腹的位置上, 轻轻咬了咬嘴唇, 他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他的孩子。 冷不冷? 齐渊突然开口, 声陷低沉, 他朝他靠了过来, 熟悉的木质香味钻入他的鼻腔。 倾盆大雨中, 他像个源源不断散发着热意的火源, 让人不由自主地想靠近。 乔洛洛回头看向他英俊的脸庞, 小声说, 齐渊哥哥, 你会喜欢这个孩子吗? 齐渊的脸上总是没有太多表情, 不熟悉的人会害怕, 可乔洛洛现在却觉得这是一种安全感, 他希望他会喜欢这个孩子。 齐渊看着他苍白的小脸, 他好像要哭了, 但又忍着没哭, 眉头透出一股粉意, 让人很想用他入怀。 他说, 喜欢。 乔洛洛忐忑不安的心, 受到安抚, 展开了一抹笑容, 犹如春水出荣。 这是他第一次在他面前笑, 还笑得那么真心实意。 齐渊的心象掉进了碳酸饮料里, 一扎一扎的酸胀感。 他多么希望, 他肚子里的孩子, 是他的。 他只懊恼自己, 等待的时间太久, 自以为是的掌控, 其实是把他推到了别人的怀里。 我会好好对待这个孩子, 你不用担心。 乔洛洛突然想起, 他似乎还在误会这个孩子是齐渝出的, 不然他那天也不会把齐渝出叫进病房里。 看着他如此真挚的表情, 他突然就有点想把真相告诉他了。 也许他会生气, 也许他会高兴, 但他有点不想再瞒下去了。 其实这个孩子, 扣扣两声敲击玻璃的声音, 打断了他的话。 他透过齐渊的肩膀, 看向车窗外, 是凉霄。 而此刻他的身后, 赫然站着一个他最不想看见的身影, 齐渝出。 齐渝也回头看了过去, 他把车窗降下一条缝, 看向了齐渝出, 视线阴沉。 梁霄说, 齐董, 他说, 想找你说几句话。 齐渝的眉头清明, 并没有回答。 就在他打算升上窗户时, 齐渝出却一个剑步冲了上来。 他推开了梁霄, 低头朝着齐渝看过来。 小说, 齐渝盯着他, 想到刚刚庄梦飞的那些话, 眼神里有杀意。 小说, 刚刚庄梦飞说的不是真的, 我真的没有想过要伤害洛洛。 齐渝并不想听他废话, 直接按下了声窗按钮。 谁知道, 齐渝出却直接把手伸了进来, 卡在了车窗的缝隙里。 雨水顺着他的指尖流下来, 滴到了车里。 车窗感应到有异物, 就停了下来。 齐渝出的眼神很倔强。 小说, 看待那天我去帮忙叫醒洛洛的份上。 你可以让我跟洛洛说两句吗? 齐渝的心彻底沉了下去, 扎在他心上的那根刺隐隐作痛。 他似乎做错了一件事, 但又是他不得不做的一件错事。 齐渝出弯着腰, 声音带着祈求。 小说, 算我求你。 齐渝沉默了几秒钟, 咔哒一声推开了车门。 齐渝出往后退了两步, 齐渝则大步下了车, 接过了梁霄递过来的伞。 乔洛洛眼睁睁地看着他下车, 还不知道他到底要做什么。 直到看到他接过伞, 越过了齐渝出往前走, 才明白他居然真的答应了齐渝出的请求。 眼看着那抹高大的身影离自己而去, 巨大的恐慌感席卷全身, 乔洛洛想也没想, 往前扑了过去, 乔洛洛扑到了车门旁, 瓢泡般的大雨瞬间浇湿了他的脸。 洛洛, 齐渝出身出手要扶他, 却被他避瘟神一样避开。 他一脚踩进了齐渝, 没有舍得让他踩的水坑, 往前跑了两步。 而此时, 齐渝也听到声音回头, 只看到瘦洛的小孩冲进了大雨里, 朝他狂奔而来。 他下意识地把伞朝前伸出去。 乔洛洛冲到他面前, 硬生生停下了脚步。 他的脸上布满了雨水, 头发被水灵湿几缕贴在了侧脸上, 眼睫毛上都挂着水滴。 他念如着, 不要, 我不要, 雨声太大, 他的声音太小, 齐渝没有听清。 他把伞整个移到他的头上, 生怕他再淋到了一点雨。 什么? 乔洛洛伸出了手, 他的手又小又白, 颤颤巍巍地伸过去, 抓住了他的西装外套, 紧紧地攥在了掌心里。 西装上似乎也有他的温度, 乔洛洛仰起头看他, 眼睛也是湿漉漉的。 他提高了一点音量, 我不要和他说话, 我不知道那天他有没有叫醒我。 我只知道, 我第一个想看见的人, 不是他。 他的声音陡然变小了, 有点颤抖。 是你, 这次, 齐渝听清楚了。 不止齐渝, 两人身后的齐玉初和梁霄都听清楚了。 齐渝五脏六腑矩阵, 小孩就这么站在他面前, 全身都在抖。 但他已经鼓足了勇气, 把自己的心理话告诉他。 他往前走了一步, 呼吸陡然拉近。 他低下头, 深沉的视线看向他。 乔洛洛, 你确定吗? 你确定你想看见的人, 是我吗? 乔洛洛被他突然地靠近, 弄得有些手足无措, 但他没有往后退。 他仰起头和他对视, 眨了一下眼睛, 雨水顺着睫毛划过白嫩的脸颊。 他说, 我确定。 齐渝一把拦住了他的肩膀, 带着他大步朝车上走去。 齐玉初挡在身前, 被他怒斥一声, 滚开。 齐玉初看着乔洛洛, 可乔洛洛没有抬头看他。 他的身形亮呛了一下, 仿佛失去灵魂一般, 往旁边让了一步。 齐渝让乔洛洛上车, 然后自己把伞扔在了地上。 汽车绝尘而去, 只剩下齐玉初失魂落魄地处立在原地。 齐渝看向后视镜。 齐玉初扔掉了伞, 就那么站在大雨里。 他收回视线, 回头看向了又开始装安纯的乔洛洛。 乔洛洛此刻已经冷静了下来。 车厢里太安静, 齐渝离他也太近。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刚刚都干了些什么, 羞耻到要命, 恨不得把自己找个袋子装起来。 他往旁边一点一点地挪。 齐渝脱掉了身上被打湿的外套, 又让司机把暖气掉高一点。 他看向乔洛洛伸手拿起了口袋里的方巾。 乔洛洛? 啊? 乔洛洛都有点不敢抬头看他了。 他不止羞耻, 还有点生气。 因为刚刚齐渝又一次地误会了他。 他已经跟他解释过, 他不再喜欢齐玉初了。 为什么他就是不信? 齐渝说, 靠近一点。 乔洛洛愣了一下, 刚刚抬起头看他, 就被一只手抬起了下巴, 只能仰着头看他。 他英俊的眉目猛地靠近, 他的呼吸都差点停止。 而他却只是拿着方巾, 替他一点一点把脸上的雨水擦干净。 他今天只穿着一件单薄的雪纺衫, 现在被水灵湿了, 里面粉色的小内衣若隐若现。 齐渝不禁一瞥道一眼, 呼吸不稳。 他回头看向司机, 就在前面的酒店停下。 前面就是骑士名下的酒店。 车子刷的一下停在了大唐门口。 齐渝标志性的车牌, 让门口的门童立刻如临大敌, 紧急叫来大唐经理。 伸手想扶他, 却被他避开。 为什么来这里? 他看向面前富丽堂皇的大酒店, 不太明白。 齐渝看着他倔强的小身板, 脱下了自己的马甲, 披在他身上。 怕你感冒, 现在你要洗个热水澡, 换身衣服。 乔洛洛低头看了一眼, 才发现自己的衣服激进透明, 顿时红了脸。 他拢住了身上的马甲, 跟在齐渝的身后走进了大厅。 他的身份, 自然是最顶楼的总统套。 进电梯时, 齐渝看向了眼前的大唐经理众人, 房卡给我。 经理恭恭敬敬地把卡递过来, 齐总卡在这里。 齐渝看向乔洛洛, 三十三楼。 乔洛洛按了一下电梯键, 电梯门直接就关上了。 静谧而狭窄的电梯里, 只有齐渝和乔洛洛两个人。 他的气场太强, 让人很难忽视他的存在。 尽管乔洛洛已经很用力地想无视他, 可还是能透过面前的镜子, 感觉到他沉沉的目光一直落在自己的身上。 他的心脏又开始砰砰直跳。 进了套房, 齐渝去拿了玉袍递给他。 先穿这件, 待会我让梁霄送一套衣服过来。 乔洛洛接过玉袍, 没看他。 要不然你先洗吧。 他的声音小而软, 在安静的套房里显得格外清晰。 可齐渝却没有回话。 等他抬起眼皮一看, 居然看到齐渝伸出手在解衬衣的扣子。 他解扣子的时候, 视线却一直落在他的脸上, 像是一种无声的撩拨。 乔洛洛挤背僵硬, 喉咙开始干涉。 齐渝解开了两颗扣子, 往前走了两步, 逼近了他。 他吓得往后退。 齐渝已经朝他靠过来, 呼吸暧昧。 一起洗。 一股热意席卷全身, 乔洛洛感觉脸颊都开始滚烫无比。 还是, 还是我先洗吧。 他慌不择路地跑进了淋浴间, 一把反锁上门。 听到啰索的声音, 齐渝解扣子的手垂下来, 视线晦暗不明。 水声哗啦啦地响了半个小时, 乔洛洛想穿内衣, 结果摸到内衣, 也是湿的。 他有些懊恼, 只能把玉袍紧紧地裹在了身上。 等他打开浴室门时, 才发现门外一片漆黑, 窗帘全部被拉上了, 也没有开灯, 四周安静无比。 他往前走了一步, 齐, 啊, 乔洛洛是被吓到了。 黑暗中, 一只手托住了他的手臂, 把他拽到了一边的墙壁上。 他踉跄了一步, 跌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里, 柔软的腰身被禁锢住, 淡淡的木质箱, 无差别地侵蚀他的神经。 他意识到, 面前的人是齐渝, 紧绷的神经才松弛下来一秒钟, 又猛然意识到, 自己现在被齐渝搂在怀里, 再度变得紧绷。 他仰起头想看他, 可在黑暗中, 什么也看不清, 只有感官被放大, 能清晰地感觉到, 对方胸膛下的心跳。 有点快, 一下又一下, 敲打着他撑在他胸口的手掌。 他小声地开口, 齐渝哥哥, 他现在喊这个称呼, 已经开始顺口了起来。 齐渝感受着怀里少女柔软的身体, 四周的空气是潮湿的, 他身上有一股淡淡的沐浴露香气, 他低下头, 离他更近, 近到呼吸纠缠在一起。 嗯? 上扬的尾音, 带着一点点的宠命。 乔洛洛心口的弦被撩动了一下, 心脏震战, 两腿都有些发软。 这个男人似乎知道他的怀抱, 他的体温, 他的声音, 是多么的撩人新鲜。 尤其是他这样涉事未深的小姑娘, 轻易就被蛊惑了。 他的声音越发的小, 带着一点点的鼻音。 你, 你为什么不开灯啊? 太黑了, 黑得他心慌。 下一秒, 齐渝搂住他的腰, 把他更紧地贴向了自己。 他贴在他的耳边, 呼吸蔓延过他软嫩的耳垂。 怕黑? 还是说, 怕我。 乔洛洛的心跳快到胸口, 都开始疼痛的地步。 整个胸腔都绷得紧紧地, 撑着他胸口的小手, 改为抓住了他的衣服。 他的衣服质感变了, 从衬衣变成了柔软的棉质上衣, 但却并没有让他变得柔软, 反而像猛兽披上了柔软的皮毛, 伪装良善。 乔洛洛咬了咬嘴唇, 在黑暗中违心地回答。 不是, 不是什么? 祈渊的声线带着一点沙哑的尾音, 格外的性感。 他有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感觉, 让他没办法再逃避。 他只好磕磕巴巴地说, 不怕你, 那为什么, 不敢看我? 灯光啪的一下亮了。 突如其来的白光刺痛了乔洛洛的眼睛, 他闭了一下眼睛再睁开, 才发现, 祈渊离他这么近。 他的皮肤真的很好, 近看也没有什么瑕疵, 鼻梁很挺, 睫毛比女孩子还要浓且长。 但他的瞳孔太深了, 像黑夜可以吞噬一切, 要把他整个人给吞噬掉。 他只好垂下睫毛, 避开了。 你不是要洗澡吗? 快去洗吧。 他的小手用了点力气, 想把他推开, 可这点力气, 犹如蚂蚁汗术, 一点作用也没有。 他不仅没有往后退开, 反而离他更近。 刚刚说睁开眼睛, 想见到的第一个人是我。 是不是真的? 他的呼吸太烫了, 让他本就敏感的耳朵, 几乎像炙烤在火炉之中。 他没想到他还在纠结这个问题, 愣了一下。 看起来他还不太相信他的话, 他只好再次鼓足勇气说道, 他是你的侄子, 我怎么可能? 你以前不是总跟着他吗? 我以为你会更想看见他。 他说这话的时候, 一直紧紧地盯着他, 没有错过他脸上任何一丝表情, 包括他突然地恼羞沉默。 那是以前, 那现在呢? 不喜欢了? 齐渊话音一落, 乔落落就愣住了。 他抬起头, 和他对视。 他一直以为, 齐渊是不知道他和齐玉初之间的事的, 就算知道, 他也不会在意, 更不会这么直白地问出来。 所以, 他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反应。 他发呆的时候, 齐渊也是静静地看着他, 等待着他的答复。 乔落落终于反应了过来, 他不高兴了, 他是在意的。 哪怕他以前一直没有说过, 但他是一个男人, 没有哪个男人可以容忍自己的老婆 和自己的侄子纠缠不清, 就算那只是过去事。 他下意识地, 不希望他不高兴, 于是鼓足勇气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为什么突然就不喜欢了? 齐渊依旧在颈椎不舍, 乔落落咬了咬自己的下唇, 眸间生腾起一点淡淡的雾气, 因为他表白失败了, 也因为他看清了齐玉初的为人。 因为我不想再浪费时间了, 我喜欢的人不是他, 只是我脑海中幻想出来的他。 他说完话, 看向齐渊, 虽然他依旧没什么表情, 但他就是感觉到, 他好像变得开心了。 他配不上你, 更配不上你的喜欢。 齐渊淡淡地开口总结, 乔落落只当他在安慰自己, 浓密的长节垂下, 盖住湿漉漉的眼眸。 那十年就好像黄粱一梦, 他在那个夜晚, 惊醒了。 所以, 齐渊突然开口, 惊到了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乔落落。 他仰起头, 等着他接下去的话。 齐渊的视线沉沉的, 也亮亮的, 不知道为什么, 让乔落落想起那种流浪的大狗狗。 他说, 你做好喜欢别人的准备了吗? 是, 什么? 乔落落没听懂, 他现在都是他的妻子了, 他还能去喜欢谁? 难道, 他还是不信任他吗? 一想到这里, 乔落落就有些急了, 眼里的雾气更浓, 张嘴就说, 我没有喜欢别人, 我也不想喜欢别人。 他看起来快要哭出来了, 急得不行。 齐渊突然一抚身, 搂着他的大腿, 把人直直地抱了起来。 乔落落惊呼一声, 抱住他的肩膀, 只能低头看向他。 他仰着头, 是一个仰视的姿态。 他看着他小巧的下巴, 红润的嘴唇, 那我能不能住进来? 乔落落直接傻眼。 他在说什么? 他是什么意思? 明明他说的每一个字他都懂, 为什么组合在一起, 却完全不懂呢? 齐渊抱着他走到沙发上, 然后把他放下, 其身压了上来。 他双手撑在他的身侧的沙发靠背上, 铺天盖地的压迫感, 让他动弹不得。 他直视着他的双眼。 落落, 给我留个位置, 行不行? 乔落落整个人都是猛的, 耳边一阵阵轰鸣声作响。 直到齐渊起身离开, 去拿了吹风机来给他吹头发。 他修长的指尖穿行在他的长发之中, 吹风机巨大的声响掩盖住了乔落落剧烈的心跳声。 他不敢回头去看, 只能感觉到齐渊的指腹时不时地俯过他的头皮。 他听懂了。 齐渊再问他, 可不可以喜欢他。 但这太惊悚了, 惊悚程度不亚于刚刚看了一部限制级的恐怖片。 齐渊是什么人? 是齐家的未来, 是京市的顶级豪门继承人。 而他呢? 他只是一个寄养在齐家名下的小姑女, 还是他侄子的前飞纹对象? 重点是, 他不是只需要一段婚姻吗? 为什么他突然向他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他整个人都呆呆的, 任由齐渊帮他吹干了长发。 酒店的套房太大了, 两个人坐在沙发上都没有说话, 整个空间都好像凝固了。 乔落落低着头, 手指用力地攥着膝盖上的浴袍, 几乎要把浴袍给揉烂。 他觉得还是得问问, 他是什么意思? 他转过头, 看向了他。 齐渊什么也没做, 他只是靠在沙发上, 看着前方, 似乎在等待着他。 他总是这样沉稳, 平静, 好像被扰乱的人只有他。 你刚刚, 刚刚是什么意思? 齐渊转过头来, 看向他。 我说得不够清楚吗? 乔落落咬住下唇, 你是怕, 我出轨吗? 或者, 我精神出轨。 我可以向你保证, 在这段婚姻里, 我绝对不会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 他想来想去, 只能想到这么个理由。 他怕他又和别的男人牵扯不清, 让他名声受损。 齐渊的视线很沉, 乔落了。 他这样喊他全名的时候, 他就会感到恐慌, 全身都忍不住颤了一下。 他的眼神很冷静, 不像是在说胡话。 如果我说, 我一直喜欢你, 无论一开始, 我跟你说了什么样的理由, 我只是想骗你跟我结婚, 骗你跟我在一起, 你会怎么样? 房间真的很大, 大门也离得很远。 齐渊不怕他逃跑, 因为他只要赶跑, 他就敢把他抓回来。 他今天必须把这件事告诉他, 无论他的答案是什么, 他都能承受。 反正他逃不了。 你, 你喜欢我? 乔落落的耳边又开始轰鸣作响了。 他近乎于喃喃自语, 怎么可能呢? 你是齐渊啊? 为什么不可能? 我认识你比齐渊出更早。 他顿了一下, 小时候, 你最喜欢的人是我。 他还记得他小时候, 穿着公主裙奶乎乎的样子。 那个时候, 他还很活泼, 像个小奶团子, 不怕他, 也不抗拒他, 每每见到他, 就张开手要他抱, 还会用小手不停地摸他的脸, 发出震震傻笑。 像个小花痴, 他烦所有人, 唯一不烦的人只有他。 他曾经也以为, 乔落落会一直像那样, 平安幸福健康地长大。 直到乔家出了事, 一切都变了。 他在见到他时, 他像变了个人。 他看到他不再喊他哥哥, 也不要他抱, 眼神会一直躲闪, 好像小时候那些事, 都是齐渊做的一场梦。 乔落落做了十年的梦, 他又何尝不是, 但他不愿意从这场梦里醒来。 他最讨厌不切实际整天做梦的人, 但当他明白自己喜欢上乔落落的那一刻, 他就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 他看着他和齐渊初初双入队, 看着他把所有心思都用在另一个人的身上。 在国外孤枕难眠的那些夜晚, 他只有一个信念, 回来找到他, 然后得到他。 一直憋在心里的话总算说出来, 齐渊肩上的大石头总算卸下了。 他再也不用在他面前装的镇定自若, 波澜不惊。 他会吃醋, 会伤心, 会痛苦。 他要他知道, 要他在意, 要他满心满眼, 都是他。 空气像是一团花不开的胶状体。 乔落落被巨大的事实冲击到胸口震战。 他做梦也没想过, 有一天, 宛若神明一样高高在上的男人会说, 一直喜欢他。 而且, 是用那样的眼神。 他懂得那个眼神, 因为他曾经也拥有过那样痛心的时刻。 什么时候开始的? 他问, 齐渊眯了眯眼睛, 忘了, 总之, 很久, 久到我已经忘了。 乔落落手脚都是麻的。 指甲嵌进了掌心里, 几乎破皮, 他感觉到一阵刺痛, 皱了一下眉头。 齐渊立刻抓过他的手, 看了一眼。 就算你今天把自己的手掐断, 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他把他的手顺势握进了掌心里。 乔落落还在发愣, 直到齐渊开口说, 我只是通知你, 不是要立刻得到你的答复, 毕竟, 我们的时间还有很多。 还有一辈子的时间。 乔落落的脸色变了, 他把手从齐渊的手里抽了出来, 呆呆地缩在沙发一脚不说话。 齐渊起身去淋浴间里洗澡时, 门铃响了。 乔落落去开了门, 看到梁霄站在门口, 笑着递过来两套衣服。 乔落落接过袋子, 看到了衣服的牌子。 是顶奢品牌, 听说一件T恤就够他一年的生活费。 梁霄没有注意到他的异常, 只是没看到齐渊, 就跟他说, 晚上的餐厅我已经订好了, 麻烦太太待会跟齐总说一声。 奢侈品牌, 餐厅, 总裁特助, 五星级总统套房, 还有骑士集团总裁, 齐玉初的小叔。 无数现实汇聚成一盆冷水迎面来, 瞧落了脑子里的迷雾散开, 变得清醒而冷静。 他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是, 不行。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男人, 和他发生了关系, 对他好, 还跟他说喜欢他很多年, 他可以跟他试着相处看看。 可对方不是普通人, 是齐渊。 如果齐渊住在金字塔顶端, 那他就只是剑塔的蝼蚁。 他接过了梁霄递过来的衣服, 脸色有些苍白。 谢谢。 梁霄要走, 他叫住他。 梁特助, 你开车了吗? 梁霄有些疑惑, 开了, 麻烦你送我回去, 请等我一下, 我把衣服换好就出来。 乔落了说完, 就转身走进另一间卧室。 梁霄一脸诧异, 那齐总, 浴室里的水声哗啦作响, 浴室的水声停下时, 整个房间静悄悄。 齐渊穿好衣服出门, 客厅里灯火通明, 却见不到半个人影。 洛洛, 他喊了一声, 在房间里四处看了一眼, 没看到人, 正有些疑惑时, 突然手机响了一声, 他拿起来一看, 是乔落落发来的短信。 我坐梁特助的车先回去了。 回去了? 齐渊视线按了一下, 拨通他的电话。 那头响了好几声, 却没有人接听。 车里? 梁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看到乔落落的脸色不太好。 他一上车就缩在后座上看着窗外, 瞳孔很黑,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太太, 我可以问问, 怎么了吗? 他知道乔落落是个可怜的小朋友, 就算现在和齐渊领了证, 他也没什么当齐太太的架子。 乔落落摇摇头, 没什么, 梁霄透过后视镜看了他一眼, 即便察觉到出了什么事, 也不好再追问。 此时, 他放在支架上的手机响了, 铃声在密闭的车厢里, 很是突兀。 乔落落抬起眼皮看了一眼, 看到齐总两个字, 脊背绷得紧紧地, 把视线再读一向窗外。 梁霄按下接听键, 开了扩音。 齐总, 落落和你在一起。 齐渊的声线很低沉, 听不出情绪。 梁霄心里咯噔一下, 回答, 是的, 我们马上要到小区了。 乔落落有些慌张, 他这么匆匆忙忙地跑了, 把齐渊一个人丢在酒店, 他可能会生气。 可齐渊却没有发火, 而是说, 嗯, 如果他舅妈不在, 你就等我回来再走。 他到这一刻, 关心的还是有没有人陪伴他。 难言的情绪卷上乔落落的心头, 他咬住了下唇, 眼睛有些潮湿。 这份爱, 好像他接不住。 梁霄把乔落落送回去之后, 发现钱霞在, 就给齐渊打了个电话之后离开。 钱霞看乔落落脸色不好, 又听说淋了雨, 心疼地去厨房里给他煮东西吃。 等到他端着出来时, 才发现乔落落进了主卧, 还把门给反锁了。 他走到门口敲响了房门。 落落, 里面没人回应。 他顿时有些着急, 生怕乔落落出什么事, 正想打电话给齐渊时, 里面传来乔落落的声音。 舅妈, 我累了小心休息了。 钱霞很是担忧, 落落, 要不然你先吃点东西再睡。 乔落落拒绝。 不了, 我先睡了。 小姑娘的声音闷闷的。 钱霞自知再追问下去, 也无济于事, 只想等齐渊回来再做打算。 没一会儿, 齐渊就进了家门。 他穿上了新的蓝色衬衣, 面容冷俊, 进门拾气压有些低。 钱霞走过去告诉他, 落落一回来, 就把自己关进房间里了。 齐先生, 是不是庄梦菲的庭审结果不好啊? 齐渊掀起眼皮, 看了一眼紧闭的房门, 目光暗沉。 不是, 他只是心情不太好。 今天辛苦你了, 你先回去吧。 钱霞看他也不想说, 犹豫了一下, 还是点了头。 好, 那我先走了。 他进厨房收拾了一下, 便离开了。 齐渊去冰箱拿了一瓶冰水打开, 灌进喉咙, 冰冷的凉意, 疏解烦闷的心情。 他知道乔落落会有逃避的反应, 毕竟他这些年在齐家过得并不好, 外面的风言风语, 加上齐遇出的事情, 让他变成了一只小乌龟。 一感知到陌生的压力, 便会把自己缩进壳里。 他喝完了冰水, 把瓶子扔进垃圾桶, 然后去健身房健身, 一直倒泪出一身的汗。 洗完澡出来, 卧室还是紧闭, 悄无声息。 他给苏婉打了个电话, 婚礼的事情筹备得怎么样了? 苏婉在那头温盛道, 什么都订好了, 就等你说婚期了, 要不然妈找个大师看看, 选个日子。 齐渊低沉地赢了一生, 选个最近的日子。 免得夜长梦多, 他要让全城的人都知晓他的存在, 让他在他身边, 无路可逃。 电话挂断后, 他用微波炉热了一杯牛奶, 等待的间隙里, 他靠在中导台上, 长身玉立, 双手撑着导台, 浓长的节语下, 一双漆黑的眼眸, 紧紧盯着那扇紧闭的房门, 若有所思。 房间里, 乔洛洛兹回来后, 就趴在泉在沙发上, 房间里也没开灯, 他坐在沙发上静静地发呆。 祈约的那些话, 信息量太大, 他缓不过进来。 他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 居然是因为喜欢他, 想跟他结婚, 这也太惊世骇俗。 他想不通, 自己哪里值得他这么的喜欢。 看遍全身上下, 只有平平无奇, 家世背景更不必说。 他有点怕了, 怕他又进来说那些话, 用沉沉的视线盯着他, 跟他要一个答案。 他现在, 对他有点好感, 但远远谈不上爱意。 比起他多年的爱意, 他这点好感, 简直无足轻重。 就在他满脑子胡思乱想之际, 房门被敲响, 祈约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喝杯热牛奶在睡, 你今天淋了雨, 又还没吃晚饭, 对身体不好。 他的语气依旧是那么平静, 最普通的关心, 下面却暗藏着最汹涌的爱意。 乔洛洛盯着那道房门, 怎么也不敢迈开步子。 他顿了一会儿才敢说, 你放在门口吧, 我待会再喝。 祈约眉目低沉, 知道他会逃避, 房门关上时发出喷的一声声响, 乔洛洛才敢起身去打开门, 弯腰去端地上的牛奶。 结果手刚碰到杯子, 面前的次卧门突然打开, 祈约好整以侠地站在门口, 用一种深沉的视线看向他。 他全身僵硬, 端着牛奶, 有些手足无措。 可他却没有往前, 只是站在门口说, 门不用锁, 我不会闯进去, 再怎么样, 饭还是要吃, 待会我让凉潇带点吃的过来, 你出来吃一点。 乔洛洛磕磕巴巴地捶着睫毛, 好, 就在他要转身进门时, 身后传来奇渊低沉的声音, 洛洛, 不要怕我, 更不要怕我喜欢你, 喜欢上你这件事, 我从不后悔, 我只后悔, 没有早点告诉你。 身后的房门关上了, 咔哒一声轻响。 乔洛洛站在原地, 心肩上传来一阵针刺般的酸胀感, 他很想说, 我不怕你, 我只是配不上你。 可那道门已经关上, 徒留他站在原地, 像个手足无措的孩子。 晚些时候, 梁霄送了吃的过来, 乔洛洛去吃的时候, 奇渊并没有出来, 他似乎知道, 他现在害怕见到他, 在刻意地躲避。 梁霄看着这个家里奇怪的氛围, 欲言又止。 乔洛洛吃得很慢, 时不时地回头看一眼, 可那道身影始终没有出现。 吃饱后, 他回到房间躺下, 半点睡意也没有。 床头柜上的婴儿检测仪, 是上次奇渊买来的, 可以检测他晚上睡觉的声音, 很轻地说了一句。 晚安。 那头的奇渊注意到了 检测仪的灯光亮起, 等了一会儿, 听到他的心肝说出了那句晚安。 他嘴角微微上扬出一道弧度, 明知道对方听不见这边的声音, 还是对着空气回了一句。 晚安,宝贝。 隔天早上奇渊醒来时, 客厅里已经传来声响。 他洗漱完走过去, 看到乔洛乔乖巧地坐在餐桌旁, 看到他出来后, 脸上不可抑制地闪过慌乱, 但并没有起身离开。 他还磕磕巴巴地说了句, 早上好。 奇渊只觉得他可爱。 他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 很自然地帮他在煎蛋上挤上番茄酱, 又把牛奶推到他手边。 昨晚睡得好吗? 乔洛乔愣了一下。 还,还不错。 其实,他三点多才睡着, 早上也很早就醒了。 奇渊于光瞥了一眼他眼中的疲倦, 并没有拆穿。 而是开口说, 今天我要去公司, 你一个人在家可以吗? 他话音刚落, 乔洛乔放在桌上的手机就响了, 上面显示着叶宁梦的名字。 乔洛乔抱歉地看了他一眼, 拿着手机起身走到阳台上。 喂,梦姐。 洛洛, 你最近身体好些了吧? 之前你出事我, 一直想找机会来看你, 但也怕打扰你。 我今天来。 你方便吗? 两人也许久未见, 话语间却没有生疏感。 乔洛乔拿他当姐姐, 听说他要来, 脸色露出笑容, 方便的。 你什么时候来啊? 我把我家的地址发给你。 这里是奇渊的家, 他说出我家的时候, 叶宁梦挂断电话。 乔洛乔把地址发了过去, 回头看了一眼, 奇渊已经吃完了饭, 正站起身。 他回头时, 奇渊也抬头看向了他。 他的视线依旧很沉, 可乔洛乔现在却能读懂那些情绪, 那些汹涌如潮的爱意。 你朋友要来? 他问。 乔洛乔点点头, 觉得站得太远不太礼貌, 又往前走了几步, 离他不远不近的距离。 待会梦姐要过来看我, 可以吗? 这是他的家, 他还是下意识地征求意见。 奇渊专注的视线落在他脸上, 这也是你的家。 你想让谁来都可以。 乔洛乔避开他的视线。 奇渊抬起手表看了看时间, 然后朝他大步走来。 他身上那股气场太强, 让他下意识地想逃。 奇渊走到他面前, 手指轻轻拂过他的嘴角, 擦去了沾染的一点牛奶痕迹。 他低声说, 在家乖乖的, 想我就给我打电话。 突然轻易的话语, 让乔洛乔不知所措。 他不敢回答, 和钱霞等到他朋友来的再走。 钱霞满脸笑意地答应。 等他一走, 钱霞忍不住说, 奇先生人真不错, 洛洛, 你要好好珍惜。 乔洛洛脸颊微烫, 嘴角似乎还残留他指腹的温度。 他抬起手擦了一下, 没接话。 叶宁梦来的时候, 提了很多东西, 还带了一些小礼物过来。 看到他来, 乔洛洛好像看到了救星。 叶宁梦看出他心事重重, 忍不住掐他软嘟嘟的脸蛋。 怎么了宝贝, 之前的事情都过去了, 我听说庄梦飞也已经被判了, 他肯定没办法再来祸害你。 再说, 你还有一个奋不顾身去救你的齐总, 你还怕什么? 他后半句是开玩笑, 可乔洛洛却没有笑。 叶宁梦脸上的笑容僵住, 到底怎么了? 他因为那件事怪你了? 乔洛洛赶紧摇头, 没有, 他没有怪我。 那你怎么一脸的心事? 因为, 乔洛洛咬了摇嘴唇, 手指几乎把衣服扣出个洞来。 他昨天跟我说, 他喜欢我, 我不知道怎么回应他。 这样的劲爆消息, 无异于何报。 叶宁梦瞪圆了, 缓了一分钟才消化了这个事情。 他并不知道, 乔洛洛瞒着孩子的事情, 一直都以为两人是凤子成婚。 现在喜欢你, 还是一直喜欢你? 一直。 乔洛洛回答得很快, 叶宁梦握住了他的手, 这不是好事吗? 只能说, 齐云深藏不露, 但你们已经是夫妻了, 这反而对你和孩子都好。 你在这个家, 就不用担惊受怕了。 一直怕他在齐云这里受委屈, 听到齐云一直喜欢他, 反而放心了。 可紧接着, 乔洛洛说出的孩子的事情, 让他的大脑再次荡机。 他一脸震惊, 你居然没把真相告诉他, 让他误以为这个孩子是别人的。 乔洛洛点了点头, 是的, 我当时只是想着, 随便他怎么误会, 反正他只需要一段婚姻, 这是他自己说的, 我也没想到, 总之, 我现在更不敢说了。 叶宁梦立刻反问, 为什么不敢说, 现在说不是更好吗? 他肯定会很高兴的, 因为我不敢喜欢上他。 乔洛洛抬起眼, 认真地看向了叶宁梦, 我怎么敢, 踏进同一条河里。 他的话音落了很久, 整个客厅还是静悄悄的。 叶宁梦的眼眶里凝着泪, 宝贝, 你怎么会这么说, 齐云出世畜生? 齐云又不是, 就凭他冲进火场里就你这一点, 就超过了99%的男人。 乔洛洛想到那一天的场景, 他在浓烟中走向他的身影, 可下一秒, 他的脑海中又冒出了更多的场景。 他踏进齐家大门的那一天, 齐老爷子包括庸人看他的眼神, 还有他在学校里被人说闲话, 被庄梦飞按着打, 被舅舅嫌弃的时候, 每一个场景都像一把刀插在他的心口上, 他快要被扎成一只刺猬。 我不想再像条桑家犬一样被赶出家门了, 他现在说喜欢, 改天也可以说不喜欢, 毕竟我知道, 喜欢一个人有多累, 累到随时都可以放下。 他说出丧家犬三个字的时候, 叶宁梦的心都跟着痛, 他似乎看到了那个小小的乔洛洛, 踢着大包小包被苏婉带进齐家, 躲闪每一寸恶意的目光。 他那天, 应该很无助吧。 所以在看到齐玉初的那个笑容时, 他才着了魔。 叶宁梦很想说些安慰的话, 可话到了嘴边, 却突然卡壳了。 最后, 他眼底含着泪说, 洛洛, 这些年, 你受委屈了, 梦姐很想劝你勇往直前, 但门不当户不对的爱情, 确实是一场好赌, 赌赢了你幸福, 赌输了你就一无所有。 他的脸上写满了悲伤, 好像他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乔洛洛紧紧握着他的手, 梦姐, 你别哭, 话音刚落, 大门口传来声响。 齐玉推门进来, 看到的就是叶宁梦在落泪, 乔洛洛坐在他面前, 眼眶也跟着红。 他的心突然揪了一下, 站在原地没动, 身后传来文也的声音, 站着大麻, 进去啊。 文也越过他的肩膀, 也看到了沙发上的两道身影, 他的视线被其中一道身影牢牢抓住, 挪不开。 注意到齐玉回来, 叶宁梦急忙低头擦去眼泪, 一抬眼, 还是那个张扬四溢的酒吧老板娘。 只是他的笑容在看到齐玉身后的那个人时, 陡然碎脸。 他甚至招呼都没有和齐玉打, 站起身说, 洛洛, 我还有点事, 就先走了。 乔洛洛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给搞猛了, 还以为他是因为齐玉而感到尴尬, 站起身目送他的背影。 他走到齐玉面前点了一下头算, 打过招呼, 然后直接掠过了文也, 大步离开。 窈窕的身姿竟然有些仓皇逃窜的感觉。 文也立刻抬脚要追, 被看出端倪的齐玉一把抓住。 文也, 你干什么? 文也比他还急, 一把甩开他。 就许你追老婆, 不许我追。 眼看燕宁梦就要进电梯, 文也迈开长腿, 大步留心地跟了上去, 一起进了电梯里。 电梯门关上, 一切恢复平静。 齐玉回头看向乔洛洛, 乔洛洛的眼里也闪过一丝茫然, 看不懂那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 齐玉没露出在意的神色, 脱了西装外套搭在手臂上, 朝沙发这边走了过来。 乔洛洛有些拘谨, 站在原地束手束脚地挪了一下, 小声说, 你忘了拿东西吗? 他这才走一个多小时, 就回来了。 齐玉把西装外套搭在沙发上, 坐在了他身旁, 抬眼看着他。 明明是仰视的神色, 却有种屁腻众生的稳重感。 说什么了? 两个人一起哭, 他拍了拍沙发, 示意他坐下。 乔洛洛犹豫了一下才坐, 但屁股落下来的时候, 往旁边挪了一下。 没,没说什么? 他总不好说, 两个人再说他吧。 齐玉用手扶住后搏梗, 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脊椎, 发出咔嚓的脆响, 乔洛洛听得心惊肉跳。 齐玉说, 今天太累, 不去公司了, 就在家里陪你。 他的尾音戛然而止, 抬眼看过来, 如果你不想看见我, 我也可以去公司。 他可真是什么话都敢说, 这里是他的房子, 乔洛洛哪能好意思把他赶出去? 我怎么会不想看见你? 你想待在哪里都行。 他的目光轻悦性太强, 家里又只有两个人, 尽管客厅很大, 乔洛洛却有一种空间很狭小的感觉。 他避开他的视线。 那你先休息吧, 我去给你倒杯水。 他说这话, 像个小媳妇, 要伺候辛苦一天的丈夫。 齐玉心里酥酥麻麻的, 一伸手抓住他的手臂, 扣住了。 他惊慌地转过身, 怎么了? 齐玉说, 我不喝水, 你就坐在这里, 什么也不用做。 他其实昨晚也没有睡好, 此刻才在脸上流露出些许疲惫, 让想拒绝的乔洛洛无法开口。 拒绝。 由于片刻, 乔洛洛再次在他身边坐了下来。 两个人谁都没有开口说话, 气氛却很紧绷。 齐玉仰靠在沙发上, 一副闭目养神的姿态。 乔洛洛用余光撇了他好几眼, 也跟着靠在沙发上, 手里抱着一个抱枕给足自己安全感, 然后才轻轻闭上眼睛。 本以为齐玉在身边, 他会紧张到死, 可不知不觉, 他竟然昏睡过去。 一觉醒来时, 已经中午一点。 昨天下过雨, 今天天气也很阴沉, 整个房间里很昏暗, 他睁开眼睛四处看了一眼, 有一种被世界抛弃的感觉。 他起身下床, 猛然惊觉自己刚刚是在沙发上坐着的, 怎么变成了房间? 他正愣神时, 房门被敲响, 齐玉推门入。 他就站在门口, 朝他看过来。 睡饱了? 出来吃饭? 大概是他今天穿的蓝色衬衣太好看, 衬得他五官英俊, 身姿挺拔, 敞开的领口锁骨性感。 乔洛洛的视线挪不开, 胸口重重地跳了一下。 齐玉眯了眯眼睛, 洛洛, 他不再喊他的全名, 他抬起修长的手指, 轻轻在门板上扣机两声, 吸引他注意。 眼神里带着一抹难得的笑意。 看我管宝。 刷的一下, 全身血液倒冲上天灵盖, 乔洛洛闹得大红脸, 急急忙忙朝他走过去, 越过他身边时, 肩膀摩擦过他的胸膛。 他快步往客厅里走, 竟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很轻的笑声。 是齐玉的笑声。 乔洛洛又惊又恼, 脊背瞬间僵硬, 腿脚都有些不利索, 像刚学会走路的机器人挪到餐桌旁坐下。 齐玉紧随其后, 刚刚坐下, 文也的电话打了过来。 他接起来听了一下, 挂断电话后, 深沉的目光投向了乔洛洛。 就在乔洛洛的心脏都揪紧了, 以为又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时, 他低声开口。 明天晚上文也过生日举行派对, 你跟我一起去。 不等他回答, 他加了一点菜到碗里。 你整天闷在家里, 也无聊, 不如出去转转。 齐玉表面上像是在征求他的意见, 可后面跟着的那句话, 又堵死了他的退路。 乔洛洛总有种被拿捏的感觉, 但事实也确实被拿捏。 他微不可闻地N了一声。 齐玉又问, 喜欢什么颜色的裙子? 乔洛洛愣了一下, 他们这个圈子的人参加宴会是要穿礼服的。 虽然之前齐玉给他买了很多的裙子, 但晚宴这么正式的场合还真跳不出来。 他想了一下, 小声说, 白色就好。 他一贯喜欢穿浅色, 低调不眨眼。 齐玉道, 好, 待会我们一起去商场里逛逛。 好。 乔洛洛低下头开始吃饭, 不自觉地走了一下神, 想着明天的晚宴会是什么样的场景。 齐玉用余光看了他一眼又收回, 嘴角扬起一抹很浅的糊涂。 他好高兴, 以往每次在齐家见到乔洛洛, 他都是拘谨不安的, 餐桌上人也多, 不像家宴, 反倒像是一场应酬。 他想过很多次, 像这样和他坐在一起吃家常饭, 他小小的身子就离他不远, 他不用提高音量, 也不用特意转过头去看他, 就这么跟他说一些寻常的小事。 想象归想象, 变成现实呈现在眼前时, 又是另一种愉悦。 身旁的少女侧脸白净, 吃东西的时候也很乖, 不会发出什么声音, 就像一股肝泉, 滋润他早已经干涸的心脏。 他觉得自己开始贪心起来, 以前只希望他在心里留一个位置给他。 现在, 他却想要他整个身心都属于他。 吃过饭, 乔洛洛又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会儿。 齐渊从书房里忙完走出来, 带他出门。 两人一起去了商场, 到了预约的服装店里。 店员看到齐总亲自到场, 显得格外殷勤。 他们安排乔洛洛和齐渊坐在贵宾沙发上, 找来两个和乔洛洛身心体重差不多的模特, 是穿礼服, 然后在现场走一遍。 乔洛洛不需要去世, 只需要动动手指即可。 他坐在沙发上, 不用回头也知道, 齐渊看得很认真。 他叫来店员, 询问面料的细节, 以确保乔洛洛穿在身上是舒服的。 乔洛洛不经意间, 听到店员说了一个价格, 而齐渊却没有任何的反应。 他的心肝颤了一下, 无形之中, 那种距离感一下就被拉开了。 明明两人就坐在一起, 他却觉得自己离齐渊很远, 离他的生活更远。 他不知道, 他平时都是怎么买衣服的, 也不知道, 他和其他的金氏大佬们坐在一起会聊什么。 原来真的有一种生活, 是你能看到, 你却无法理解到的。 他的大脑有些短暂的空白, 即使齐渊看向他, 问他, 是不是累了。 他也觉得他的声音像是隔了很远, 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 就那件白色珠光的。 齐渊选定了一件, 没有再迟疑, 站起身。 他回头朝乔洛洛伸出手, 乔洛洛的目光沿着他纸节上的戒指, 一道万间昂贵的手表, 再道面料烤旧的西装, 最后才是他英俊到不落俗臣的脸庞。 这样一个近乎于完美的男人, 就站在他面前, 说喜欢他。 他有什么资本, 堂堂正正地收下他的喜欢呢? 洛洛。 他喊了他一声。 乔洛洛这才抬起手, 把小手放进了他的掌心里。 他轻轻握住, 把他拉起来。 两人离开商场前, 路过一家时下很火的奶茶店, 店门口很多排队的年轻人, 各个脸上洋溢着青春和笑意。 乔洛洛的视线往那边看了一眼, 又迅速收回。 齐渊却捕捉到这一抹视线。 想喝? 乔洛洛连忙摇头, 不想。 且不说他现在怀孕不能喝这些, 就单单门口的长龙, 就让他望而却步。 可齐渊却说, 在椅子上坐着等我, 我去给你买。 乔洛洛想说不用, 他已经抬脚朝着奶茶店走了过去。 他的外形实在太出众, 一站在队伍的末尾, 就收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注视里。 年轻人都在窃窃私语, 几个女生脸上带着羞怯的笑容。 他视而不见, 时不时地用余光看向乔洛洛, 确认他还在原地。 随着队伍的缓缓前行, 后面的几个女生声音越来越大, 互相推扫着, 跃跃欲试着。 其中一个女生, 直接被推到了齐渊的背上, 撞了他一下。 他转过头, 看向面前脸颊飞红的女生。 强大的气场, 让女生满腹的说辞突然卡壳。 不等女生的朋友们开口, 齐渊又转了回去, 他突然拿出了手机, 拨通了乔洛洛的电话。 乔洛洛把那些女生的行为看在眼里, 并没有任何不愿。 他似乎明白, 齐渊是看不上那些小女生的。 可是下一秒, 手机就响了, 是齐渊打来的。 他接了起来, 刚为了一声, 电话里就传来了男人低沉而雌性的嗓音。 老婆, 想喝什么? 他叫他什么? 乔洛洛一口气差点没提上来, 拿着手机, 呼吸都停止了。 隔着远远的距离, 队伍中间鹤立鸡群的男人, 把脸朝他这边转了过来, 他依旧是那样沉稳且惊重。 但他的话, 却一点也不惊重。 宝宝, 说话。 他沉沉的视线, 好像一张巨网, 让他无所遁形。 他前后的人都听到了这通电话, 下意识地朝着乔洛洛这边看了过来。 乔洛洛手足无措, 声音都磕磕巴巴。 你, 你随便选吧, 男人一声轻笑。 好, 他在故意往他身上撞。 轮到他时, 他问店员, 比较适合孕妇的口味是哪种? 店员被英俊的男人注视着, 动作都有些慌乱, 推荐了一款新品, 帮他做好递过来。 齐渊自己也买了一杯, 他端着两杯饮料走向乔洛洛的样子, 有种莫名的违和感。 乔洛洛还沉浸在那两个称呼里, 直到他走近了, 才抬眼看他。 你刚刚, 他想问他为什么突然那样喊, 又觉得尴尬, 脸一红, 算了。 齐渊把饮料插好习惯递给他, 投来的视线深邃又迷人。 刚刚, 有什么问题吗? 他递过来的饮料是温热的, 上面覆盖着厚厚的一层奶油, 还撒上了五颜六色的小饼干, 就像他给他的感觉, 很梦幻。 他伸手去拿时, 手指不小心碰触到他的手指, 触电一般的感觉。 他急忙收回, 小声说了句, 没什么。 他回想起, 刚刚那些女生嬉笑着往他身边贴, 他可能是不喜欢那样的情况, 又碍于休养不好直接制止, 才打电话那样叫他。 他咬住了吸管, 往前走的时候, 突然听到齐渊叫他。 洛洛。 乔洛洛停下来, 回头有些懵懂地看向他。 啊? 他就穿着西装站在他面前, 手里还端着一杯和他身份不太符合的饮料, 表情是柔软的。 他说, 我刚刚那样叫你, 不是因为有别人在, 更不是想向别人证明什么, 只是因为, 他顿了一下, 投过来的视线深沉, 我想那样叫你, 一直都想。 这声宝宝, 他早就在梦里叫过无数次, 天知道他刚刚说出来的时候, 心里有多爽。 不出所料, 乔洛洛傻眼了, 一抹红韵从他的耳阔蔓延到脸颊, 他是真没想到, 齐渊现在越发的大胆, 什么话都敢说给他听。 他以前怎么没发现, 他还有这么多的小心啊? 齐渊说完, 又像没事人一样走到他身边, 无视四周投来的目光, 还想不想吃点什么? 情侣逛商场, 不就是吃吃喝喝? 别人都有的, 他的宝宝也得有。 乔洛洛走路都开始同手同脚, 不, 那边那家蛋糕店好像还不错。 他抬眼看向前方, 又是一家排着长龙的网红店。 他还从没做过这样的事情, 脸上居然带着一抹跃跃欲试的兴奋。 乔洛洛还没回答, 他突然伸手牵住了他垂在身侧的小手, 手掌一翻就是一个食指紧扣的姿势。 乔洛洛险些呼吸骤停, 齐渊牵着他往蛋糕店走去, 宽阔的肩背给人无敌的安全感。 他跟在他身后, 看向食指紧扣的手, 竟然有了一种想一辈子牵着这只手的感觉。 这就是被爱的滋味吗? 他从没在齐渊出身上得到过的东西, 齐渊通通给了他。 两个人在蛋糕店门口排队排了二十分钟, 齐渊把他拢在胸前, 不让任何人碰到他, 不时地低头看他一眼, 确认他有没有不舒服。 梁潇接到消息过来, 拿了齐渊订好的礼服后, 在一楼的蛋糕店门口, 看到自家千亿身家的大总裁, 正和一群小年轻一起在排队。 他穿着那身可以盘下一个蛋糕店的高定西装。 格格不入地站在人群之中, 而小小的乔洛洛几乎被他遮得严严实实, 乍一看像是依偎在他的怀里。 他看到这一幕, 莫名地有了一种自家猪终于会拱白菜的感觉, 拿起手机来十几连拍, 咔嚓咔嚓拍了个过瘾。 他想来想去, 把照片发给了文也, 和他一同分享自己激动的心情。 文也那边回了三个感叹号过来, 紧跟着一句语音, 请转到你家齐总, 我明天要送他一块落井下石, 见色妄逸的招牌。 梁霄闻到了八卦的味道, 立刻回复, 我可以知道理由吗? 文也回复, 你只看到你们齐总的快活, 却不知道这个世上, 有些男人想见心上人一面都难。 梁霄哑然, 爱情面前果然没有身价, 人人平等, 无论是齐渊还是文也, 身价再大, 长得再帅, 也得吃爱情的苦。 他想到自己漂亮的老婆和可爱的孩子, 油然而生一股同情。 文总, 齐总可是秘密筹划多年才有今天, 你也可以的, 加油。 文也回复了一串省略号, 然后转手把几十张照片转发给了齐渊, 发了的消息。 我在家里都能闻到你恋爱的酸臭味。 齐渊听到手机不停的震动, 拿起来看了一眼, 全是他和乔落落的照片。 他下意识地回头看向了四周, 看到了在不远处一脸欣慰的梁霄, 嘴角略微抽搐了一下。 回复文也, 你和叶老板怎么回事? 文也, 有个事我得跟你说一声, 你别太惊讶。 说, 你还记不记得, 大学的时候隔壁系有个女学霸, 因为暗恋我, 告白信被人偷偷贴到公告栏上, 闹得人尽皆知。 齐渊回忆了一下, 确实有这么回事, 虽然他没见过那个女生, 但他记得那个女生不是叶宁梦。 说重点, 文也, 那个女生就是叶宁梦, 他改了名字, 也变漂亮了, 我们都没认出来。 齐渊没想到会有这种狗血桥段 发生在文也的身上, 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回复, 文也又发了几条信息过来。 我确实是在他变漂亮后, 对他见色起义, 但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再说, 当初告白信也不是我贴的。 那件事之后, 我也把他约出来, 认认真真地表达了歉意, 但是他现在看我跟看到仇人一样, 我好冤枉。 齐渊看了一眼怀里, 依旧红着耳朵的小小人, 又靠近一点, 替他挡住中央空调不断吹来的冷风。 忙, 不说了, 他不知道怎么说, 也给不了建议。 文也, 忙着排队, 还是忙着开游? 齐渊, 你想吃蛋糕, 我让梁霄送一块过来给你。 文也, 气得想杀人。 以前齐渊是闷骚, 现在明着骚起来了。 恋爱中的男人, 果然是不可理喻的物种。 齐渊关掉手机, 也刚好排到两人, 他低头柔声问乔洛洛想吃什么, 只要他目之所及, 他都让店员打包, 差点把半个蛋糕垫搬空。 梁霄赶紧过来帮着拿, 乔洛洪着耳阔, 自始至终都不太敢抬头看齐渊。 晚上, 乔洛洛坐在沙发上努力地吃蛋糕, 因为买得太多, 他怕吃不完坏掉, 会很浪费。 齐渊见完身洗完澡出来, 就看到, 他盘腿坐在沙发上, 一边看电影, 一边努力吃蛋糕的小模样。 小姑娘刚刚洗过澡, 海藻般的长发吹得蓬松, 披散在小小的背上。 他只穿了T恤和短裤, 露出来的大腿和手臂 犹如藕结般白嫩, 莫名让人把他和奶油联想在一起, 有种很香甜的感觉。 他视线沉了一下, 朝他走过去。 乔洛洛吃蛋糕吃得专注, 没注意到身后的脚步声。 等男人灼热地呼吸喷在他的耳阔, 他顿时全身僵硬, 端着巧克力蛋糕一动也不敢动。 齐渊从背后靠近他, 俯下身一只手撑住沙发靠背, 一只手去拿他手里还剩下一半的蛋糕。 他的语气很柔软, 带着一点淡淡的无奈。 睡前吃太多甜食不好, 乔洛洛吞了吞口水, 小声地解释, 买得太多了, 不吃明天会坏掉的, 不能浪费。 他这些年, 没有铺张浪费的条件, 在齐家的每一步都走得如履薄冰, 碗里的一厘米都得刨干净, 养成了一些在妇人看来很小夹子气的习惯。 但齐渊视线暗了一下, 只有心疼, 坏掉就坏掉, 你的身体比任何事都重要。 他走到一边把蛋糕放下, 回身看向他, 还想看电视。 乔洛洛摇了摇头, 他吃饱了, 有点困。 他突然一弯腰, 抄起他的后背和腿弯, 把他抱了起来。 果然如预想中一样, 香甜柔软。 乔洛洛惊讶地瞪大眼睛, 下意识地抱住了他的脖子。 他把他抱到主卧的浴室, 直接放在了洗手池的台面上, 伸手拿了牙膏和牙刷, 挤了一点地给他。 他的视线沉沉地, 刷了牙就去睡觉。 嗯? 上扬的尾音, 满是宠命。 乔洛洛的心脏砰砰直跳, 他的脸好看到失真, 就这么站在他面前, 专注地看着他。 他小声说, 好。 他把牙刷塞进嘴里, 在他的注视下开始刷牙, 垂下的长节轻颤到不行, 手指关节都透出淡淡的粉溢。 这个男人真的很会撩拨人。 他手都快颤抖起来的时候, 他终于舍得一开目光。 他刷完牙需要竖口, 但发现自己还坐在台面上, 这个姿势不太方便, 想让齐渊让开一点。 他从台面上跳下来。 但他渴求的目光, 却似乎被他误以为是另一种意思。 他一伸手搂住他的腰, 直接把他从台面上抱了下来, 轻轻放在地上。 两个人的身体紧贴一瞬, 又粗然分开。 他阴色低沉, 早点睡, 晚安。 等浴室门关上, 乔洛洛慌张转过身开始漱口, 一抬眼看到镜子里的自己, 羞耻到快要爆炸, 刺激的耳朵和脸。 可以再红一点, 生怕人看不出来, 他经不起撩拨。 一想到他刚刚肯定, 把他这些生理反应尽收眼底, 他就羞愤欲死。 这一晚, 乔洛洛居然做了那种梦, 梦里的奇渊不再像第一次那样霸道, 而是温柔到极致, 用深沉的眸光一寸一寸地占有他。 他醒来时, 天色已经大亮, 客厅里传来奇渊和钱霞说话的声音。 他回想起梦里的场景, 一头扎进被子里, 无脸见人。 餐桌上, 奇渊注意到, 小家伙全程都慌慌张张的, 耳朵红得低血。 他回忆了一下, 自己早上似乎并没有做什么事情, 或者说还没来得及做。 但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他不得不出席, 所以他吃完早餐就打算出门。 临走前他看着那道小小的身影站在过道上, 眼巴巴地朝他看过来。 他说, 我下班了就回来接你, 有事就给我打电话。 乔洛洛现在不敢看他, 一看到他, 就会把梦里他做的那些事和他本人挂钩。 他抿着嘴没说话, 奇渊沉默了几秒钟, 突然问道, 是不是昨晚做噩梦了? 他想起, 昨晚在婴儿检测仪里, 似乎听到他几声梦迷。 乔洛洛的脸都快烧起来。 他赶紧摆手, 没, 有钱霞在这边他也放心, 转身离开。 等他走后, 乔洛洛又进浴室洗了的澡, 洗去一脑子里的黄色废料。 白天他在书房里, 做他那些之前在学校还没有做完的设计稿打发时间, 等到了下午五点多的时候, 钱霞做了晚饭给他吃。 他吃完饭就开始等待奇渊回来。 他抱着抱枕坐在沙发上的时候, 莫名的感觉, 如果真的能这样一辈子, 似乎也是很幸福的。 只可惜, 未来的事情谁都不敢保证。 他打消了脑子里的胡思乱想。 钱霞坐下和他聊了会儿天, 等到奇渊打电话来说已经到了车库, 他就穿好了礼服下了楼。 他出现在奇渊面前的时候, 奇渊的表情有些正愣。 他没有看错, 他很适合这一身珠光白的晚礼服。 他海藻般的长发做了卷渡, 侧边扣了一个水晶的蝴蝶发卡与晚礼服做搭配。 路间的礼服露出他最好看的平直肩颈, 即使已经怀孕快两个月, 却没有显怀, 腰身极细, 他一只手就能遮完。 他美得像个误入凡间的精灵, 让他心跳加速。 他一步一步朝他走了过去, 站在他面前的时候, 还有些不好意思, 怕自己不好看。 奇渊用一种极其认真的眼神看着他, 夸了一句。 很漂亮, 裙子很适合你。 乔洛洛抿了明嘴唇, 终于敢抬头看他。 你也很好看。 他是天生的衣架子, 穿什么衣服都好看。 司机打开车门, 乔洛洛先上车之后, 奇渊才从另一边上车。 一路上, 乔洛洛都有些紧张, 手指搅在一起, 因为等下晚宴上的人肯定很多。 而他是作为奇渊的妻子亮相, 他害怕给他丢脸。 奇渊似乎察觉到他紧绷的神色, 伸出手来握住了他, 放在膝盖上不安的小手。 一句话也没有说, 却用体温给了他安慰。 文家别墅, 灯明鼎沸。 文也过生日, 大半个圈子里的人都赶来祝贺, 送的礼物都堆满了一个房间。 奇渊和乔洛洛一下车, 门口守着的媒体记者们就开始用闪光灯 疯狂对着这个神秘的奇太太拍照。 闪光灯黄眼, 奇渊用手遮住乔洛洛的脸, 搂着他走进了别墅大门。 两人一进门, 就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 奇渊和文也打了招呼, 把礼物递给了庸人。 一群人围上来和奇渊说话, 奇渊应付时, 乔洛洛干大地站在他身旁, 干大到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就在他想找借口离开时, 大门口又传来一阵星号星号, 一个同样瞩目的人走进了大厅。 那边实在吵闹, 原本围在奇渊身边的人 也纷纷朝着那一边看了过去。 乔洛洛透过人群的缝隙, 看到了一张惊为天然的美丽脸庞, 谋若春水寒情, 唇若朱砂, 一身蓝色紧身长裙, 勾勒出一道前凸后翘的艳丽身姿。 她就是现在当红的女明星, 传说中奇渊的前任, 孙宇。 孙宇对四周或打量或惊艳的眼神 早已经见怪不怪, 镇定自若地和人挥手打招呼, 脸上自始至终带着一抹得体适宜的浅笑, 直到她的目光扫过人群, 落在了不远处那一道高大的身影之上。 那个人实在耀眼, 即使身边有再多的人, 最后都会沦为她的背景板, 她像一副浓墨重彩的油笔画一样, 引人注目。 孙宇越过人群, 朝奇渊款款款走了过去, 到了跟前, 才注意到她身边, 似乎白嫩紧致, 眉眼之间还带着一抹校园之中的懵懂稚气。 孙宇认出来, 那是传说中的齐太太, 寄养在齐家十年的女孩, 乔洛洛。 能看得出来, 乔洛洛似乎不太适应这样的大场面, 眼神有些躲闪, 身体下意识地倾向齐渊。 据孙宇和齐渊相识多年的经验来看, 她从未和一个活人靠得如此之近。 她那张素来没什么表情的冷裤面旁上, 居然带着没有任何的不悦, 与他人谈笑间, 一只手还不妄伸到少女的身后, 虚虚地扶着, 似乎怕她走开, 又似乎害怕其他人靠近。 那是一个极具占有欲和宠溺的姿势。 孙宇的脚步停在原地, 没有再往前走。 齐渊也注意到这边, 但梁伯的目光却只是淡淡扫过孙宇的脸, 就仿佛看其他所有人一样, 没有片刻的停留便移开。 她注意到怀里的小家伙有些拘谨, 大概是不适应这么多人的地方, 于是想带她离开这里, 去空旷的地方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可文也的父母这时候走了过来。 长辈来了, 齐渊自然要给面子, 于是拿了杯酒跟他们客套两句。 文父和文母自小看着齐渊长大, 对她也很是喜欢, 看她现在要娶乔洛洛, 自然也是真心祝福。 齐渊, 听你妈说, 你和洛洛的婚期快定下来了, 到时候又是一个大喜的日子, 我和你文阿姨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一个大大的红包, 就等你的吸铁了。 齐渊笑道, 谢谢文叔。 文母也跟着笑, 齐渊, 你和文也这么多年兄弟, 你现在都有老婆孩子了, 也得帮我劝劝文也, 别再搞什么单身主义, 赶紧让我也当当婆婆, 抱抱孙子。 齐渊瞥了一眼, 不远处文也正在和一群富二代热聊, 笑得没心没肺。 她低声道, 我觉得, 快了。 文母一愣, 什么快了? 齐渊只是淡淡一笑, 到时候, 还是让文也自己跟你们说吧。 乔洛洛听着他们的对话, 也插不上话, 但是听到齐渊最后一句话时, 莫名地想起了, 昨天文也追着叶宁梦出去的场景。 她仰起头, 有些惊讶地看了齐渊一眼。 齐渊察觉到她的目光, 也看向她, 视线很沉, 似乎在默认她的意思。 乔洛洛惊讶地张大嘴巴, 文父和文母看着两人之间的互动, 这可是亲密无间的夫妻才有的小动作, 一个眼神就懂了对方的心思。 两人也不便再继续打扰, 举起酒杯说, 那叔叔阿姨就在这里, 先祝福你们新婚快乐。 哎, 文父文母的酒杯靠了过来, 乔洛洛看见齐渊和他们碰了杯, 而两个长辈又把柔和的目光投向了她。 她双手捧着齐渊替她拿来的一杯柠檬汁, 感觉到了四面八方投来的探究的视线, 那些人在一轮她。 她紧张到手都有些轻微的颤抖, 掌心渗出了汗水, 和文父碰杯的时候, 手不知怎么拖了力度, 整个杯子从手里滑出去, 啪的一声在地上摔得四分五裂。 巨大的声响突兀在大厅里响起, 柠檬汁见到了许多人的裤脚上, 离她最近的这几个人自然无法幸免。 一瞬间, 所有人的目光都朝她看了过来。 乔洛洛的脸刷得一下仗的通红, 巨大的羞愧感几乎笼罩住她, 她下意识地弯下腰想去收拾残局, 可是手腕在空中被扣住, 齐渊一把拦住了她的腰, 制止了她的行为。 别动, 会伤到你。 乔洛洛仰头看着她, 眼尾都红了。 四周鄙夷的目光让她明白, 她给她丢人了。 文父立刻笑着打圆场, 都怪叔叔力气太大, 小事, 打碎个杯子而已, 我马上找人来收拾。 庸人收拾地板时, 四周的议论声也朦朦胧胧传进乔洛洛的耳朵里。 果然上不了什么台面啊? 还说呢, 差点把我几十万的裙子给弄脏。 齐渊千挑万选挑了个这样的, 只能说她这人也有待考究吧。 乔洛洛捶下农场的节语, 不敢去指示齐渊, 更不敢去看周围人的脸色。 叔叔阿姨, 我带她上楼去换一条裙子。 齐渊低沉的声音响起, 乔洛洛还没抬头, 她突然一弯腰把她给抱了起来。 乔洛洛的惊呼声卡在喉咙里, 惊讶地看着英俊的侧脸, 她却没有看她, 而是轻轻抬了抬手, 更紧地抱住了她不堪一击的小身子, 大不留心地往楼梯口走去。 她的声音很低沉, 带着点笑意。 宝贝, 如果你觉得尴尬, 可以把脸埋进我的胸口。 一股羞涩感涌入乔洛洛的胸膛, 她小小的耳廓红得要低血, 在四周人的注视下, 把通红的小脸埋进了她的胸口。 齐渊抱着她走到楼梯口时, 余光瞥了一眼, 那几个嚼舌根的女人顿时一片寂静。 她抱着她到了楼上的休息室, 让梁霄拿了一条新的裙子上来。 乔洛洛看着崭新的裙子, 猜测这条裙子价格是多少。 齐渊注意到她的神色, 走过去, 轻轻摸了一下她的头。 谁都会失手打碎杯子,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意外而已。 乔洛洛感觉到她掌心传来的热度, 抬起头看向她, 眼尾有些潮湿。 对不起, 我下次会更小心呢。 乔洛换衣服时, 齐渊走了出去。 她站在门口等时, 文爷打电话过来, 叫她下去一趟。 她看了一眼紧闭的房门, 对着电话说, 我只给你五分钟。 房间里, 乔洛洛抬头看向了镜子里的自己。 很丢人。 她知道这只是一件小事, 但她克制不住那些自卑的情绪。 每次她都快忘记和齐渊身份的差距时, 现实都会把她打回原形, 让她想起, 她和齐渊是两个世界的人。 她沉默了好一会儿, 才伸手把弄脏的裙子脱下来, 换上了新的。 可穿好后, 她才发现自己拉不到背后的拉链。 就在她努力地想靠自己的手拉上时, 门锁突然被人拧动, 房门被推开了。 房门忘了锁。 乔洛洛惊慌不已, 下意识地用手抱住了裙子, 抬眼看向了门口走进来的人。 不是齐渊, 是那个艳光四射的女明星, 孙宇。 孙宇看了她一眼, 笑着说了句, 不好意思, 我走错了。 乔洛洛有些尴尬, 轻轻点了点头, 等她离开。 可孙宇要转身时, 又突然停下来, 她再度转过身来, 笑着看向乔洛洛。 你好像需要帮忙。 乔洛洛刚想拒绝, 她已经进了门, 反手把门给关上了。 房间里很安静, 她身上的香水味瞬间溢满了整个空间, 走路时, 腰臀摆动的弧度都是那么让人赏心悦目。 乔洛洛看着她走到了自己面前。 孙宇说, 我刚进来时没看到齐渊, 可能下楼去了。 你不会想这么抱着裙子, 等她回来吧。 见乔洛洛还是有些惊慌的样子, 孙宇解释道, 你放心, 我不是坏人。 乔洛洛急忙回答, 我不是那个意思, 她只是不好意思, 让一个第一次见面的大明星, 帮她拉裙子的拉链。 但孙宇都这么说了, 她也不好再拒绝, 于是转过身, 把后背露了出来。 孙宇垂下了头, 眼前的少女偏瘦, 皮肤很白, 有一对漂亮的蝴蝶骨。 此刻她后背的肌肉有些紧绷, 明显在紧张。 孙宇伸出手, 捏住了拉链, 轻轻地帮她拉上了。 好了, 乔洛洛转过身来, 小声说了句, 谢谢。 她说话的声音很软, 带着一点点的鼻音, 给人一种很乖的感觉。 孙宇这些年, 也没少听说她的传闻, 说她是怎么恬不知耻的, 跟在齐渊出的背后, 想要嫁入豪门。 后来又听说, 她和齐渊走到了一起, 传闻就更难听了。 孙宇今晚来之前, 幻想过自己看到的, 会是怎样一个恶毒的女人, 却没想到, 会是眼前这个乖巧的少女。 只要看到她本人, 就会明白, 外面那些传言是多么的离谱。 她很乖, 乖得让人心疼。 我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孙宇, 是齐渊的前, 乔洛洛的表情僵重。 果然来了, 齐渊的前女友, 来找她麻烦了。 她没什么心念, 想什么拳写在脸上。 孙宇看着她紧绷的神色, 话还没说完, 扑斥一声笑了。 你是不是以为我要说前女友? 其实是前飞闻对象, 我对天发誓, 我和齐总之间清清白白, 我连她三米之内都没有靠近过呢。 她笑起来也很温柔, 像一个大姐姐。 乔洛洛甘大的不知所措, 她一直以为, 孙宇是齐渊的前女友嘛。 不过, 看到孙宇特意来跟她解释, 她有些不好意思。 我, 她话音未落, 孙宇突然打断她。 你不要误会,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今天第一次看到, 齐悦用那样的眼神看一个人。 是的, 她没用这种眼神看过任何人, 我不是说你很幸运, 我是觉得她很幸运, 她终于遇到了一个, 她愿意用全心全意去爱的人, 这说明你是一个值得被爱的人, 你明白吗? 她看到乔洛洛的第一眼, 就感觉到了这张乖巧的面容下, 藏着的敏感和自卑。 这让她想起了, 她刚出道的时候, 对待那些喜欢她的粉丝, 她也是一样的心情, 觉得自己不配。 她刚刚也不是走错了, 其实是特意来的。 她感激刚入行时, 遇到齐渊, 齐渊只跟她说过一句话, 但因为那句话, 她才有勇气走到今天, 获得今天这样的成就。 她说, 永远不要怀疑, 你自己不值得, 别人不是傻子, 你值不值得, 别人心里清楚。 所以, 她才想来告诉乔洛洛, 她值得。 她说完话后, 乔洛洛呆呆地看着她。 孙宇笑道, 我说完了, 先走了, 眼眶再一次红了。 她没想到, 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人, 会突然来跟她说这种话。 而且一眼就看穿了她那些心思。 她呆呆地站着, 看到孙宇打开门, 而齐渊也出现在了门口。 齐渊看到孙宇, 也明显震愣一瞬。 孙宇倒是非常的落落大方, 对她点点头, 齐总。 尽管她已经离开了齐渊的公司, 但还是对她很尊敬。 齐渊看了她一眼, 没说话, 又看向了房间里, 换上了新裙子的小家伙。 她就站在那里, 目光直勾勾地看着两人。 齐渊突然想起了 曾经自己和孙宇的那些绯闻, 头皮抹了一下, 特意和孙宇保持了距离, 等她走后才进门, 走向乔落落。 穿好了吗? 她问。 乔落落回过神来, 看到齐渊居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她的自卑那么明显, 那她肯定也看在眼里。 嗯, 穿好了。 她刚刚避开眼神, 齐渊却几步走到她面前, 低头看向她, 深沉的目光犹如一张巨网, 把她严严实实地笼罩起来。 她是不是跟你说了什么? 乔落落表情僵硬。 说是说了, 但她也不好原话说出来吧。 就是聊, 聊了几句, 看她磕磕绊绊, 还不用正眼看她。 齐渊的心沉了下去。 落落, 啊? 你把头抬起来, 看着我。 齐渊的声音低沉, 在静谧的房间里, 很是性感。 乔落落脸都快红透了, 不敢抬头。 齐渊突然用手指勾住了她的下巴, 强迫她抬起头和她对视。 她离她很近, 只要一低头, 就能轻到她。 她低声说, 我和孙宇, 从头到尾, 都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 绝对没有任何超出同事以外的联系。 我知道, 我的身份没有给到你足够的安全感, 但我想告诉你, 我从没看过, 除了你以外的任何人, 从来没有。 乔落落目瞪口呆地看着她, 她离得好近, 瞳孔里清晰地倒映出她的身影。 她没有想到, 齐渊误会了, 但是她误会之后, 第一反应是跟她解释, 恨不得把真心都捧给她看。 这种被一个人全心全意对待且重视的感觉, 让乔落落感到手足无措。 她承认, 她现在对齐渊有好感, 但这份好感, 似乎并不能和付出生命的爱意挂钩。 之前叶宁梦也问过她, 有没有想过, 把孩子的真相立刻告诉齐渊? 毕竟现在齐渊很重视她, 如果知道孩子是自己的, 肯定会高兴到发疯。 她不是没有想过, 可当她逐渐感觉到齐渊对她的那份真心, 她就开始害怕。 原来人长大之后, 遇到真爱的第一反应, 居然是退缩。 她怕齐渊知道孩子的真相之后, 会对她更好, 好到她用尽全力也无法去回应她。 所以齐渊说完话后, 她沉默了一会儿, 小声地告诉她, 我不介意的, 就算你看别人。 她希望这种话能劝退她, 毕竟她那么聪明, 肯定明白。 可齐渊却依旧用那种深沉的目光注视着她。 薄纯微章, 说道, 我会让你介意的。 她知道她在怕什么, 但已经开始思考, 开始害怕, 就说明她在动摇。 城墙一旦有了裂缝, 就说明离坍塌不远。 她不介意让这道裂缝再大一点。 在乔洛洛绞尽脑汁响心地说辞时, 她低声道, 出去吧。 你的朋友今晚也来了, 当当问起你。 乔洛洛果然被转移了注意力, 我的朋友? 嗯, 叶老板。 她转身走到门口打开了房门, 用眼神示意她跟上。 门外的灯光很温暖, 闻野和叶宁梦并排站在一起, 一个美艳动人, 一个风神俊朗, 莫名般配。 他们似乎刚刚不太愉快, 可一看到她, 脸上就戴上了一抹笑意, 奇奇地朝她看过来。 乔洛洛又偷偷看了齐渊一眼, 抬脚走了出去。 她刚走出门口, 叶宁梦就迎上来。 这条裙子真漂亮, 好适合你。 新裙子是粉色的, 让她看起来像个小公主。 闻野和齐渊都在一旁看着, 乔洛洛有些害羞, 也忘了刚刚和齐渊发生的对话, 低声说, 你今天也好漂亮。 她一贯是漂亮的, 不同于孙宇那种朦朦胧胧的鲜气美, 她美得更加张扬, 五官浓艳, 即使画着浅淡的妆容, 也给人一种惊心动魄的艳丽质感。 听到夸奖, 叶宁梦大方接受。 谢谢宝贝。 四人一起到了二楼的露台, 看着下方院子里热闹的景象。 大家来这里, 也不全是为闻野庆祝生日, 更多的是为了找人脉, 拉关系。 即使主角不在场, 众人也聊得火热。 我去给你们拿点吃的, 干坐着算怎么回事? 闻野是开朗的, 即使叶宁梦没怎么给他好脸色, 他依旧乐此不疲。 齐渊看叶宁梦坐着没说话, 便起身说道, 我和你一起。 他把空间留给两个小姐妹。 等两个高大的男人离开之后, 乔洛洛忍不住问道, 梦姐, 你和闻先生, 叶宁梦猜到他迟早会问, 并不惊讶。 他先把自己和闻野同一所大学的事情讲了, 然后又提起了那件, 让他一想起来, 就羞愤到心脏紧缩的告白性事件。 乔洛洛听完, 沉默几秒钟, 还是开口说道, 但这件事, 好像不关闻先生的事, 他没认出你, 是因为你现在太漂亮了。 叶宁梦笑了一下, 他没有怪罪闻野, 没有认出自己, 毕竟那时候的自己, 靠着讲学精度日, 一分钱都掰成两半花, 他根本没有精力打扮自己, 别说是闻野, 就连同班同学现在看到他, 也认不出来。 我没有因为这件事怪他, 我也从没有怪过他。 他说, 乔洛洛有些惊讶, 那你以前不是很喜欢他吗? 为什么现在他喜欢你? 你反而对他敬而远之? 叶宁梦朝他看了过来, 没说话。 乔洛洛顿时想到自己和齐渊的状况, 有些尴尬, 明明自己还一团糟, 居然还好意思去插手别人的感情。 他正想道歉时, 叶宁梦低声说, 他在楼门口叫住了我, 那天下午的阳光很好, 他穿了一件我认不出牌子的衬衣, 朝我走了过来, 我到今天还记得他当时的表情, 他笑得很阳光, 走到我面前, 先是感谢了我对他的喜欢, 然后又对我道歉, 婉转地拒绝了我, 他真的是个很细心, 很绅士的男人。 乔洛洛听到这里, 更加诧异, 这样听起来, 闻先生真的很好。 叶宁梦又笑了, 但这次的笑容却有些苦涩。 他那天还送了我一样礼物, 是一双白色小皮鞋。 我认的那双鞋, 是一个顶奢的牌子, 一双鞋够我一年的生活费。 我想把鞋还给他, 他却说, 我比他更需要那双鞋。 我回去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的小皮鞋, 裂了一道口子。 他说着说着, 眼眶突然就潮湿了起来, 但他转过脸, 借着撩头发的动作, 擦去了眼角的泪。 那个时候, 我才明白, 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他很绅士地维护了我的自尊心, 却又因为绅士, 轻易地打碎了我的自尊。 我的自尊, 连同我对他的喜欢, 连我自己都觉得可笑。 他说完话之后, 一阵晚风吹了过来, 他的侧脸很漂亮, 却也很脆弱。 乔洛洛看着他, 明白了那天, 他为什么会说, 不对等的爱情, 是一场豪赌。 他和叶宁梦是一样的人, 没有家事和背景, 在齐渊和文也, 这样的豪门继承人面前, 他们连上堵桌的资格都没有, 这才是最让人伤心的事情。 齐渊和文也并不知道这里的对话, 他们站在不远处, 借着拿东西的功夫, 聊起了庄梦飞和齐玉初的事情。 文也问, 你真的相信那件事和齐玉初没关系? 庄梦飞不是说, 他知情的吗? 齐渊神色有些淡漠, 他应该不知道。 啊? 你怎么这么肯定啊? 文也很惊讶, 毕竟他和麒麟父子一直不和, 乔洛洛又差点因为此事出事, 他没去找齐玉初麻烦, 反而表现得这么信任对方, 不合常理。 齐渊站在长桌前, 看着四周的热闹景象, 不由地想起了齐家的那场生日宴会。 就是那天, 他因为和齐老爷子发生争执, 喝了太多的酒, 错过了前去和乔洛洛表明心意的时间。 每次想到那天, 他就有种心脏搅着痛的感觉。 但凡他不是一个畜生, 他就不会想要杀了自己的孩子。 他的声音很冷, 滴滴地落下, 文也头皮都炸了。 齐渊,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齐渊看了他一眼, 并没有回答。 而不远处, 一道身影矗立在原地, 将刚刚两人的对话, 悉数听进了耳朵里。 巨大的信息量, 好像核爆一样, 让齐玉初的大脑险些荡机。 一直到齐渊和文也离开长桌, 他才反应过来。 他聪明一世的小叔, 好像误会了什么。 齐渊和文也往露台上走去。 走着走着, 齐渊又停下脚步, 他似乎感觉到身后有人一直看着他, 可转身看去, 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 文也注意到他的举动, 问道, 怎么了? 齐渊突然问, 喜欢叶宁梦? 他问得很突然, 文也愣了一下, 但反应也很快, 喜欢, 知道他就是那个人之后, 就更喜欢了。 齐渊那句, 你挺尖艳了回去, 低声道, 喜欢就追, 别磨蹭。 文也有些惆怅, 其实, 他今天能来, 我已经很高兴了, 我都打算以后不去烦他了。 你也看到他每次看我的眼神, 换做是你, 还有星星吗? 齐渊朝他看了过去, 那眼神像看一个傻逼。 你觉得呢? 他以身作则的还不够, 文也被他那一眼看得, 有种吃了苍蝇的感觉, 骂了句, 草。 他其实还想问问那个孩子的事情, 但看齐渊并不想多提, 也不便再问, 把花咽了回去。 另一头, 齐玉初已经上了车, 他不断地回想着, 齐家生日宴那一晚的事情, 他打完电话之后, 确实听到门外有动静。 而结合乔洛洛说, 听到了他打的那通电话, 那个动静应该就是乔洛洛搞出来的。 他原本以为, 这两人是早就有了关系, 乔洛洛才会突然怀孕, 然后凤子结婚。 可现在来看, 事情好像并非如此。 他火速回到齐家, 找到了那一晚在楼上打扫卫生的庸人。 时间过得太久, 庸人已经想不太起来那一晚的事情。 齐玉初却步步紧逼, 你再仔细想想, 那天有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 庸人沉思了很久, 摇了摇头, 那晚我真没注意到什么不寻常的, 大家都在楼下参加宴会, 我收拾好卫生, 就去楼下帮忙了。 闻言, 齐玉初眼里流露出失望的神色。 行, 你去忙吧。 就在他转身要走时, 庸人却突然说道, 对了, 我突然想起来, 第二天早上倒是发生了一件事, 齐玉初猛地转过身, 什么事? 庸人回忆道, 第二天早上, 我来叫二少爷吃饭的时候, 看到乔小姐慌慌张张地 从二少爷房间里跑了出来, 后来我给二少爷收拾房间的时候, 床单上到处洒满了红酒, 看得出来他前一晚醉得不轻。 庸人有些忐忑, 毕竟这涉及到主人家的私事, 他这么说出来, 担心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 齐玉初的神色晦暗不明, 他似乎从他的话里, 抓住了乱麻之中的那一根线头。 庸人怕引火烧身, 匆忙离开。 而齐玉初回到房间里, 也把很多事情串了起来。 那一晚, 乔洛洛偷听到他打电话, 慌慌张张离开, 但是因为他追了出来, 他慌乱之中, 根本没办法立刻下楼, 他必须找个地方躲起来。 而整层楼里最好的隐藏地点, 就是齐渊的卧室。 就算给他一百个胆子, 他也不敢去齐渊的卧室里搜人。 后来齐渊回来时, 乔洛洛却没有来得及离开卧室, 所以他们, 而现在最关键的是, 齐渊似乎误会了, 他才是乔洛洛孩子的父亲。 所以庄梦菲指认他之后, 齐渊也并没有来找他的麻烦, 因为齐渊认定虎毒不四子。 想到这里, 齐玉初突然笑了一下, 笑容里夹杂着太多太多的情绪, 苦涩、震惊、痛苦、 懊悔通通都有。 原来就是那一晚, 他因为那一通该死的电话, 彻彻底底地把乔洛洛拱手送给了齐渊。 他越笑越痛, 最后坐在冰冷的地板上, 捂住了自己的脸。 文家, 齐渊和文也回到露台上时, 叶宁梦已经离开了。 乔洛洛一个人坐在那里, 有些失神。 齐渊走到他面前时, 他才抬起眼睛, 看向了他。 他的眼眶微红, 眼尾带着一点潮气。 文也似乎张望了一瞬, 没看到叶宁梦, 抬脚大步往外走了出去。 齐渊问, 怎么回事? 他不过去拿个饮料, 他的心肝, 今晚好像掉了眼泪。 乔洛洛摇了摇头, 并不愿意多说。 他有点累, 神色写满倦怠。 齐渊没再追问, 低声道, 想回家。 乔洛洛点点头, 想。 齐渊朝他伸出手, 走吧, 我带你回家。 他的掌心干燥而温热, 乔洛洛犹豫了一下, 还是把手放进他的掌心里, 借着力道站了起来。 两人下楼后, 和文家人告了别, 走出大门时, 看到孙宇也正要离开。 孙宇对着, 两人笑了一下, 然后上了车。 齐渊眯了眯眼睛, 他注意到乔洛洛的神色不自然, 猜想在房间里, 孙宇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 两人回去后, 乔洛洛又当起了鸵鸟。 他洗完澡就爬到星号星号, 用被子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 就在他打算关灯时, 齐渊走了进来。 他手里端着一杯热牛奶, 轻轻放在床头柜上, 投向他的视线深邃。 把牛奶喝了在睡觉, 好吗? 乔洛洛缩在被子里, 只露出半张脸, 眼睛格外的大, 根本就藏不住任何的情绪。 好, 他在用眼神赶他走。 可齐渊却突然坐在了床边上, 垂眸看他, 可以聊聊吗? 乔洛洛顿时紧张起来, 聊什么? 他的声音小得跟蚊子一样。 齐渊说, 聊聊, 你是不是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 整个房间里只有床头的一盏小灯开着, 齐渊坐得有点近, 暖黄的灯光打在他英俊的脸庞上。 光线中和了他身上那股冷峻的气场, 让他看起来不再那么高不可攀, 深邃的眉眼有股致命的吸引力, 让人忍不住地想离他更近一点。 乔洛洛被他的美色迷惑住, 眼神直勾勾地定在他脸上, 暧昧的氛围将两人层层包裹住。 偌大的寂静空间里, 分不清是谁的心跳声和呼吸声。 怎么不说话? 他突然开口, 打破了这种寂静。 乔洛洛从他的美色中回过神, 才意识到他刚刚问了他什么。 他在跟他确认他的心意。 可乔洛洛答不上来, 他也有点不敢回答。 眼看他垂着长节不说话, 祈渊又要开口时, 乔洛洛却抢在他前头, 阻止了他跑出更让他心慌的问题。 他的声音很闷, 带着一点淡淡的鼻音。 我不知道, 不知道。 祈渊微微眯了眯眼睛, 有点想把他从被子里捞出来。 他眼神里流露出的危险讯号, 让乔洛洛很是警觉。 他用被子蒙住了眼睛以下的部位, 直露出一双信念, 龙掌的结语在下眼瞼投射出一道淡淡的阴影。 他看起来那么弱小, 又可怜。 我真的不知道, 祈渊注意到他的动作, 手指在身侧蜷缩了一下, 想伸手去捞他的欲望被强行克制住。 他性感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好听的声音响起。 我明白了。 说完他就静止起身转身离开, 走到门口时, 他用手扶着门板, 奇长的身影出立在光明之中, 低声说把牛奶喝了再睡。 房门被关上, 整个空间按下来。 乔洛洛有些茫然, 他以为, 奇渊会逼着他回答, 或者做点什么, 可他居然就丢下一句明白了, 就走了。 他也没说他明白什么, 乔洛洛不知道他是真的明白了, 还是假的明白了。 他的心情变得格外复杂, 一股焦躁感从心脏的部位, 开始向着四周蔓延。 不出所料, 这一晚他又失眠了。 睡到早上十点才起床的乔洛洛, 错过了奇渊出门的时间。 他穿着蓝色碎花的睡衣, 走进客厅里时, 钱霞已经在拖地了, 看到他出来, 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醒了? 呃,不饿。 想吃什么, 我去给你做。 乔洛洛看了看四周, 没有看到奇渊。 一股失落感, 油然而生。 他走到沙发前, 拿了一个抱枕抱在怀里, 盘腿坐下。 舅妈,我不饿, 他几点走的呀。 他睡得太熟了, 根本没有听到任何的声音。 钱霞看了他一眼, 注意到他小脸上的失落, 就走了, 看你没起来, 他也不准, 我去叫你。 乔洛洛哦了一声, 钱霞怕他, 呃, 还是给他做了一碗甜羹。 他吃完后, 本打算去书房继续做设计时, 柳家木突然发了消息过来。 乔洛洛, 网上那新闻, 你可千万别看, 别信, 听到没有? 在他拿起手机, 查看柳家木的消息时, 热搜的新闻也谈到了页面上, 标题十分抓人眼球。 有一种遗憾错过, 叫孙宇和齐渊, 回顾孙宇和齐渊的曾经, 遗憾。 网友, 真可惜, 齐渊怎么就取了别人? 看到这两个热搜时, 乔洛洛的心里, 不由自主地咯噔了一下。 尽管他知道这些营销号最爱乱写, 孙宇和齐渊都跟他解释过, 两人之间并无过往, 可无形中, 还是有一股力量, 抓着他的手指, 点开了标题。 里面是几张照片, 正是昨晚在文家的别墅门口, 齐渊带他出门时, 偶遇到孙宇的那一幕。 可是画面中, 他的身影却被刻意地模糊, 只有齐渊看向孙宇, 而孙宇笑着回望的场景。 照片被加上了滤镜, 俊男美女的隔空对视, 充满了故事感, 也充斥着满满的遗憾。 而他, 显得那么的多余, 乔洛洛的手指有些微微的颤抖, 轻轻往下翻。 看到那些文字时, 他有些震惊。 这些媒体居然编了一个爱情故事, 这虚假的爱情故事, 却收获了一群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 上万条的评论, 一半是在为两人的错过而唏嘘, 一半是在科普乔洛洛的身世, 以及他和齐渊出的那些过往。 只有少数几人在为乔洛洛打抱不平, 可很快就会被新的评论给冲刷过去。 乔洛洛愣了很久, 他看着那些评论, 恍惚间觉得, 孙宇和齐渊似乎真的是被他拆散的 一对苦命鸳鸯一样。 柳家木又发了几条消息过来, 他都没有回, 后来柳家木干脆把电话打了过来。 你在干嘛? 乔洛洛的声音有点闷。 我刚刚在看新闻, 柳家木一时语色, 是自己多嘴了。 他顿了一下, 压低声音, 我觉得就是那个孙宇故意找人炒作的, 你千万别信那些有的没的。 乔洛洛却低声解释道, 你误会了, 肯定不会是孙小姐, 他人挺好的, 不会做这种事。 毕竟昨晚孙宇特意来跟他说那些话, 话里话外对齐渊也只有尊敬之情。 柳家木听了他的话, 愣了一下, 不自觉地说道, 乔洛洛, 怎么这个时候你还帮着那个女人说话? 还是说你看到这些新闻, 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一点也不酸, 不在意。 乔洛洛沉默了, 他又不是个木头, 怎么会不酸, 不难过。 可齐渊已经把话跟他说得很清楚了, 他还在这里面酸吃醋, 相信这些媒体的胡言乱语, 不就会显得他很小气, 很不懂事吗? 他顿了一下说, 那些只是媒体乱写的, 网友们也是不知道真相才那么说, 我自己知道就行了。 柳家木一时雨色, 他很高兴, 乔洛洛没有因为此事受到影响, 可他也莫名地替解服心酸, 这家伙看着软软糯糯的, 真是个油盐不尽的石头心肠。 行吧, 你没往心里去就好。 柳家木挂断了电话, 墙面上的石钟滴答滴答地转动着, 乔洛洛看着手机界面, 许多同学倒是给他发来了消息, 话里话外地打听齐渊和孙宇的事情, 也有想借机来探听他心理想法的人。 可唯独没有齐渊的消息, 他看了一眼时钟, 才上午11点。 第一次觉得, 时间如此漫长, 中午乔洛洛吃过午饭就睡了个午觉, 下午的时候在书房里做设计, 看书, 打发完了半天的时间。 他不知不觉开始频繁地看手机, 可始终没有齐渊的消息, 他心里越发地不适滋味。 到了下午5点半的时候, 屏幕上终于出现了齐渊的名字。 他本来在帮钱侠拿东西, 听到手机铃声响起, 几乎是飞一般地跑了过来, 险些摔倒, 害得钱侠都差点尖叫出来。 他却顾不得钱侠, 看到手机上正是齐渊的电话, 那种空落落的感觉, 瞬间被一股无形的东西给填补上了。 他按下了接听键。 喂。 那头齐渊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清冷好听。 他说, 我晚上有个应酬, 就不回来吃饭了。 你自己乖乖吃饭, 好吗? 乔洛洛愣住了。 他等了那么久, 就为了等他回家, 可他却说不回来吃饭了。 他的心又沉了下去, 但他不是那种会吵闹的性格, 轻轻回了一句。 好。 电话挂断, 客厅里一片安静。 钱侠看出他的异常, 走过来轻声问, 怎么了? 齐先生不回来吃饭了。 乔洛洛抬头看向他, 声音闷闷的。 嗯, 他有应酬。 他要管理那么大的公司, 有应酬也是应该的。 是他这些日子, 陪伴他太久, 让他开始得寸进尺了。 钱侠没再说什么, 转身继续去忙。 乔洛洛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 想给齐温发消息, 让他不要喝酒, 可打打杉杉, 最终还是没有发出去。 吃过晚饭, 他就坐在阳台上, 看着落日发期待。 那些新闻上的言论, 又一股脑地涌入他的脑海之中。 他越发地在意, 越发地难受。 就在他打算去楼下散散步, 缓解心情时, 手机钉的一声。 他下意识地以为是齐温发来的消息, 赶紧把手机拿起来一看。 结果是梁霄发来的, 只有一句话, 齐总, 孙小姐到楼下了。 他的心, 疏底一下沉入谷底。 下一秒, 梁霄就把那条消息给撤回了。 屏幕上只有一条撤回的消息提醒, 仿佛刚刚的一切只是他的幻觉。 他盯着屏幕看, 梁霄又发了一条消息过来, 有点预盖迷章的意思。 太太, 我今晚会把齐总安全送回来的。 包房门外, 梁霄看着自己的屏幕, 乔洛洛并没有回复。 他却扑吃一声笑了, 文也在旁边撞他胳膊。 你这能行吗? 要是出了什么事, 齐温杀你的时候, 我是不会说话的。 梁霄把手机收进口袋。 文总, 等着看吧。 他和文也一起进了包房, 包房里坐满了人, 有骑士的人, 也有文士的人, 还有孙宇和他带来的经纪人和助理。 今天这场饭局, 是文也投资了一部电视剧, 想邀请孙宇来当女主, 但孙宇现在的经纪公司, 出了名的难伺候, 文也怕谈不拢, 这才找了齐温来当说客。 毕竟是齐温把孙宇送进卷子, 又捧上如今的高度, 他就算换了公司, 也得给齐温这个面子。 旁边人聊得火热时, 齐温只是安静地坐在座位上。 他一贯沉稳的脸上, 没有什么表情, 看起来冷峻而沉着。 可梁霄一眼就看出, 他在走神。 打从今天早上一进公司, 他就有些心不在焉。 梁霄拿着合同去找他签字的时候, 他把今天的日期都给写错了。 他在骑士虽然工作繁忙, 对工作的要求却极高, 从不允许自己, 也不允许下面的人, 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 所以, 早上孙宇和他的绯闻爆出来时, 梁霄并没有第一时间向他汇报。 他觉得,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就把这事跟文也串通了一下。 文也虽然有些忐忑, 但又觉得这个计划实在刺激, 就答应和他串谋, 一天都缠着齐渊, 没让他看到一点网上的消息。 饭局后半, 齐渊放在桌上的手机一直都很安静。 梁霄和文也对视一眼, 心里比齐渊还要着急。 直到孙宇举起酒杯, 表达了对齐渊的感激之情时, 齐渊放在桌上的手机, 终于震动了一下。 屏幕亮起的那一刻, 梁霄和文也就像两条闻到了肉味的狗, 立刻朝着手机看了过去。 不出所料, 屏幕上显示着两个字, 落落。 可等他们想细看消息时, 齐渊却以一种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拿起了手机, 点开了。 他的神色很平静, 可这份平静下, 却蕴藏着一丝汹涌波涛。 乔落落只发来短短的几个字。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齐渊的瞳孔色缩了一下, 用一种极快的语速起身说道,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说完, 他拿着手机快速转身走出了包房。 孙宇端着酒杯, 突然扑吃一声笑了。 齐总, 是你打电话, 不是你接电话。 包房外, 齐渊站在走廊里, 点开了乔落落的手机号码, 拨了过去。 那头几乎秒接, 传来的声音软糯焦憨, 似乎有点惊慌。 喂。 齐渊寻了一整天的心, 突然像落在了一团柔软的云朵上, 轻飘飘的。 他又不是刀枪不入, 昨晚乔落落说不知道的时候, 他的心还是像裂开了一小道口子, 可这会儿, 这个口子又被小家伙一个信息给治愈了。 他低声问, 怎么突然给我发消息? 这是他第一次询问他的行踪。 那头支吾了一下, 没怎么样? 我就问问你, 他沉默了一秒钟, 又补了一句, 不方便吗? 齐渊似乎能想象到他的心肝, 现在是以一种怎样坦忑的表情在试探他。 他的嘴角微不可闻地上扬了一下。 你希望我方便还是不方便? 乔落落被噎住了。 身后, 门口有两个大男人正把脑袋叠在一起, 鬼鬼祟祟地看着他的背影。 文言, 你看到了吗? 他很高兴。 梁霄? 文总, 没想到你还有透视眼的本领。 文言, 狗屁, 如果他有尾巴, 现在一定在疯狂地摇。 梁霄, 好比喻, 我好像也看见了一条疯狂摇的尾巴。 包房里孙宇的经纪人看着门口两人撅着屁股的怪异举动, 忍不住差一道, 什么情况? 这几个人就这么把我们晾在这里。 孙宇自顾自地吃了一口菜, 笑道, 林姐, 你尝尝这个东坡肉, 还怪好吃的。 这时候, 梁霄突然回头看向了座位上一个女同事, 朝他招招手。 齐渊问完那句话后, 乔洛洛几乎把自己的嘴唇给咬烂, 就在他打算开口说话时, 电话那头突然传来了一个温柔的女声。 齐总, 听起来很像是孙宇的声音。 乔洛洛的心象卷进了一场风暴之中, 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撕扯他的五脏六腑。 他咬住下唇, 听到那头齐渊说, 我马上回来。 然后电话被挂断了。 齐渊挂断电话回头, 看向了身后的女同事, 脸色一秒钟恢复冷漠。 怎么了? 女同事有些惊慌, 看出他被打断电话的不悦。 忐忑地说, 梁特助让我来问你, 需不需要司机把车开过来? 女同事被梁霄叫过来的, 虽然他也不想来, 但梁霄毕竟是特助, 身份压他好几头。 齐渊听到这话, 莫名地觉得哪里不对劲。 且不说梁霄为什么会喂捕先知, 就正常来说, 梁霄又没残又没死, 为什么会叫一个女同事来问他? 他眯了眯眼睛, 看向了女同事的身后, 包房门敞开了一条缝, 没有人。 他现在要赶回家, 没工夫再停留。 你回去告诉其他人, 我有事先走了。 女同事立刻点头, 好的,齐总。 说完转身飞也是的逃进包房。 看到他身后没有跟着齐渊, 包房里的梁霄和文也长舒一口气。 好险, 差点以为被发现了。 齐渊一个人进了电梯, 袖子挽起露出线条漂亮的小臂, 手腕上青筋微凸, 搭着他的黑色外套。 他拿起手机, 无意识地翻看着, 然后看到了上午那几条, 有关于他和孙宇的八卦热搜。 他瞳孔猛地紧缩了一下, 似乎明白了什么。 车库里, 司机已经在等他。 他刚刚一上车, 梁霄就发了消息过来。 齐总, 你放心去吧, 这里交给我。 齐渊看着消息, 沉默。 过了许久, 他回复一句, 热搜你看着办。 关掉手机后, 他扭头看向窗外, 看着看着, 突然笑了。 司机从后视镜里, 看着这诡异的一幕, 一股寒意自脚底升起。 他不由自主地加大了油门, 麦巴赫犹如离弦的剑, 在夜晚的街道上急驰。 房间里, 自从电话挂断之后, 乔洛洛就拿着手机坐在沙发上, 没有动。 房间里开着灯, 但他却觉得四周很黑, 心脏有骨酸胀感, 好像被撒上了一大杯柠檬水, 刺痛感逐渐加重。 他已经说了, 马上就回来, 他再用行动向他证明, 他对别人没有任何的想法。 可热搜上那些评论, 再加上刚刚电话里那个女生, 为什么让他如此在意? 明明是他自己没有给他答案, 拼了命地把他往外推, 可现在, 他为什么这么难受? 这种难受还是如此的陌生。 他以前喜欢齐玉初的时候, 只是觉得安心跟在他身后就好, 他从未担心过别人会把他抢走。 可现在, 他却好怕, 怕齐玉被抢走, 怕齐玉多看别人一眼, 怕他收回对他的喜欢。 他好像, 完蛋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乔落落缩在沙发里, 被陌生的情绪撕扯心脏, 直到门外传来开门声, 然后是一阵沉稳的脚步声。 是齐玉回来了, 他的内心居然下意识地雀跃起来, 猛地直起了后背, 想冲出门。 可刚刚迈出去两步, 他又停下来了, 因为他听到, 那个脚步声并没有往他这边来, 而是走向了另一边, 随即传来一声关门的声音。 齐玉没有第一时间来找他, 巨大的失落感像一张结结实实地网, 把乔落落笼罩起来, 他的心开始往下坠, 没有尽头。 他走到门口打开了门, 客厅里亮着灯, 没有人。 他听到刺褐有动静, 走过去贴在门口, 像个变态一样偷听门内的动静。 然后他听到了水声, 他在洗澡。 他敲门的欲望被强行克制住, 想去沙发上坐着等他, 又觉得这样太刻意, 于是转身回到房间里, 重新坐在沙发上。 他很忐忑。 浴室里, 齐玉洗去了在包房里沾染的烟酒味, 然后换上了一身深蓝色的睡衣。 他站在镜子前面吹头发的时候, 动作也不急不缓, 气定神闲。 等到头发吹干, 他用手撩了一把, 又把洗手台上的东西放回原位, 这才打开门走进了客厅里。 客厅里的灯是开着的, 沙发上也没有人。 他回头看了一眼紧闭的主卧房门, 不惊心, 余光撇着墙上的时钟, 看着秒针滴答滴答地往前走。 喝完水, 他把水杯放下, 然后双手撑着台面, 用右手的手指轻轻敲击着, 似乎在计算时间。 秒针走了一圈的时候, 他听到主卧的门咔哒一声, 打开了。 他拿起杯子, 喝掉了最后一点冰水, 回头朝声音传来的方向, 看了过去。 一抹娇小的身影, 从昏暗的过道里, 缓缓走出来, 站在了光亮之中。 乔洛洛还穿着早上那套蓝色碎花白底的棉质睡衣, 星号星号在外的手臂和小腿都是嫩白的, 在灯光下都有种反光的感觉。 他的肩膀很紧绷, 走过来的动作有些犹豫, 但最终, 他似乎下定了决心, 一步一步朝他靠近。 走到中导台前的时候, 他站住了, 隔着一个导台, 抬头看向了他。 你。 他似乎并没有想好怎么说, 说出这个字之后, 又咬住了下唇, 没再开口。 齐渊并不着急, 他微微抬眼, 漠黑的瞳孔反射出一点冷光, 视线急沉。 怎么了? 乔洛洛的心脏剧烈地收缩了一下, 胸膛紧绷到有些酸痛。 他还以为, 他回来之后会像往常一样, 第一时间去敲他的门, 可他现在就站在这里, 若无其事地问他怎么了。 他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恐慌感, 好像他变了, 又怕他变了。 他闭了闭眼睛, 小声地问,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齐渊突然迈开长腿, 绕过中导台朝他走了过来, 一步一步靠近他。 他身上成熟男性的荷尔蒙, 在空气里挥发, 英俊的脸庞明明没有表情, 却带着致命的吸引力。 他站在了他面前, 低头看向他, 声音低沉。 不是你打电话让我回来的吗? 他这话说得让他恐慌, 好像他做错了事。 他下意识地否认。 我没有, 齐渊却又往他面前走了一步, 这一次, 他靠得很近, 微微低头, 凝视着他线长的睫毛, 在眼瞼下方投射出的阴影。 他的声音很好听, 像冰冷的泉水碰撞。 没有吗? 那你为什么突然给我发消息? 热大的空间里, 乔洛洛似乎听到了自己巨大的心跳声, 震得整个胸腔都在颤抖。 他想起了自己的那个消息, 他当时发那个消息的时候, 在想什么呢? 他确实是那样想的, 因为梁霄发的消息, 他知道他今晚和孙宇在一起吃饭, 他下意识地想让他回来。 很明显, 齐渊也知道他的意思。 所以他回来了, 乔洛洛眼里的雾气越来越重, 他好讨厌这样的自己。 齐渊肯定也很讨厌这样的他。 就在他快要把自己的下唇咬破时, 齐渊伸出手, 用拇指的指腹按了一下他的下唇, 把他的下唇给解救出来。 然后他的手并没有离开, 转而捏住了他的下巴, 微微上台, 强迫他扬起仓皇的小脸, 和他对视。 你是不是因为网上那些热搜, 生气了? 他问, 乔洛洛像透着一层雾面的玻璃在看他, 声音也很闷。 我没有生气。 齐渊盯着他烟红的唇瓣, 猴头上下滚动了一瞬, 开口说, 宝贝,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很不会撒谎。 乔洛洛呼吸一致, 他感觉自己在齐渊眼里像是透明的, 根本藏不住任何的心事。 但他还是试图劝退自己, 也劝退齐渊。 他鼓足了勇气。 他们说的没错, 你和孙小姐, 乔洛洛, 他静止打断了他接下去那些荒唐的话语, 瞳孔更深。 他又问了一遍, 现在告诉我, 你是不是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 他的声音落下很久, 乔洛洛哑口无言。 昨天他尚且可以说出不知道, 可是今天呢? 明明他才是他的妻子, 可那些不明真相的网友却说, 齐渊不该娶他, 说齐渊和孙宇更般配。 他好生气, 好酸, 好难受。 他吃醋吃得要疯, 他没办法再欺骗齐渊, 也没办法再骗自己。 他的睫毛一直在抖, 想低下头, 可齐渊强硬地捏着他的下巴, 让他没办法再偷。 他几乎快哭出来, 喜, 喜欢的, 他还是说出来了。 齐渊的表情有一瞬间的正松, 瞳孔微缩。 他本来以为, 今天也会是徒劳而返。 但梁霄今天铺垫这么多, 为他铺好了路, 他就试探性地走一走。 他回来后, 特意没有第一时间去找他, 就是想看他会不会着急, 会不会冲出来。 事实证明, 他急了。 城墙上的那条裂缝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张, 整面墙都岌岌可危, 濒临坍塌。 他脸色依旧平静, 可内心的思绪早已经如汹涌的海啸, 翻腾呼啸。 乔洛说完话, 却没有等来他的回答。 他更慌了。 他是不是没听清? 他的声音太小了吗? 他忍不住又重复了一遍。 喜欢? 这次音量提高了, 落在齐渊耳畔, 震耳欲聋。 乔洛继续说, 虽然我的这份喜欢可能在你面前微不足道, 但是我, 嗯, 齐渊轻了下来。 他的唇瓣柔软, 呼吸滚烫。 他含住了他的上唇珠, 轻轻碾膜, 感觉到他全身发软, 就伸出一只手, 搂住了他的腰, 另一只手按住了他的后脑勺, 阻断他的退路。 怀里的人像一滩水, 要化掉。 明明是室内, 却宛若吹来夏日最燥热的风, 让两个人的耳阔都在发烫。 乔洛洛的轻盈声都被他吞了进去, 但这次他没有闪躲, 尽管青色, 他也在试图接纳他。 齐渊感受到他青色的回应, 呼吸陡然急促起来。 他等这一刻, 等得太久。 无论是他的喜欢, 还是他的回应, 都让他的理智崩坏, 只剩下最本能的欲望。 他想拥有它, 从里到外, 彻底的。 空气越来越热, 乔洛洛整个人都快要熟透。 齐渊突然弯腰, 一把把他抱了起来, 大不留心地走向了卧室。 乔洛洛被放到了柔软的床垫上, 刚刚换洗过的床单 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让他的大脑一阵阵晕眩, 空白。 齐渊压住他, 亲吻他。 乔洛洛的眼尾开始变得潮湿, 红韵一层层从眼角开始蔓延到脖梗上, 到锁骨上, 再到全身。 他像飘在一朵云团上, 找不到这利点, 双手无一时地抓住了齐渊胸口的衣服, 被身体异样的感觉冲击到无助落来。 齐渊亲吻他的眼角, 吻到咸咸的泪水。 他的理智突然拉回少许, 想到他还怀有身孕, 并且他先前身体就不好, 保胎针才停了没多久。 他停下了动作, 低声道, 不哭, 不做到那一步。 乔洛洛还飘在半空中, 一脸的茫然懵懂, 问出了一个自己都觉得羞耻的问题。 喂, 为什么? 他以为他会很想要它, 他也做好了准备。 齐渊被少女湿漉漉的眼睛刺激得全身肌肉紧绷, 毕竟他梦里无数次梦见过这个场景, 甚至有一次真实到他恍惚间, 以为那一晚他真的出现过。 但正因为如此, 他才很难保证自己在过程中有足够的自控力, 可以不伤到他和孩子。 你好像忘了, 你还有身孕, 他的声线都变得暗雅, 因为极力的克制, 猴头泛起心田。 乔洛洛被他这一句话拉回现实, 没想到自己这个孕妇居然还要他来提醒, 顿时羞耻到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他轻轻地把头偏开了, 羞到不敢看他。 哦, 齐渊盯着他飞着红粉的脸颊, 突然低声笑了。 还是说, 你想我继续? 他话里的鱷鱼, 让乔洛洛想当场死掉。 他只恨自己, 没办法立刻咬舌自尽。 我没有, 他话音刚落, 下巴又被掰回来, 齐渊再一次清了下来。 他似乎把所有的力气都融化在亲吻里, 一直轻到乔洛洛都快喘不上气, 场面要再一次失控时, 他才停下来。 他抱住了他, 像是要把他揉进自己的身体里。 乔洛洛贴在他怀里, 整个人还是晕乎乎的。 齐渊低声道, 早上的热搜我没有看到, 凉霄。 他顿了一下, 掠过了凉霄的轨迹。 如果我看到了, 肯定不会让热搜继续发酵。 乔洛洛回过神来, 他的怀抱好热, 但却让人安心, 因为埋着头, 他的声音有些闷。 没关系, 反正他们说的不是真的, 我知道就好。 文言, 齐渊没再说话, 他突然觉得这热搜也不赖, 不然他可没有这个机会问出他的心里话。 这就是, 天时地利人和。 想着想着, 他被自己这个想法无耻的。 如果次次都要靠这种办法来逼他, 那他宁愿他一辈子都不敢说心里话。 今晚和孙宇的饭局, 是文言想找他合作, 拉我去当陪衬。 我没有单独和他说过话。 那个喊我的女生, 也只是跟我一起的同事。 我不会再和孙宇有什么联系。 他觉得得把话跟他解释清楚。 乔洛洛有些惊慌, 并不想因为自己影响到齐渊正常的社交。 我没关系的, 不要因为, 如果真的没关系, 某个小朋友就不会突然给我发信息了。 他突然低下头, 近在咫尺的呼吸, 仿佛又要亲上来。 乔洛洛又一次嗅到想死。 他在齐渊面前真的没办法撒谎, 任何心事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他把头埋进他的胸口, 闻着他身上的味道, 也找到了勇气。 我没有不高兴, 我只是很害怕。 怕什么? 他似乎又在蛊惑他, 可这一次, 他接受他的蛊惑。 我很怕, 怕你被比我优秀的人吸引, 也怕你只是一时兴起。 他的眼眶突然开始发烫, 鼻头一阵阵犯酸。 如果当年那场事故没有发生, 爸爸妈妈还在, 他是不是就有勇气, 大大方方地接受他的爱意? 这种想法啃咬他的神经, 让他想起死去的父母, 似乎那天的海水, 依旧漫过他的口鼻。 他无法呼吸。 就在齐元打算开口说话时, 一阵手机铃声却猝然响起, 打破了温馨的氛围。 齐元抬眼看去, 发现是乔洛洛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 正在突兀地震动着, 是苏婉打来的电话。 他有些疑惑, 这个时间点苏婉为什么会打电话过来? 接电话, 他伸出长手, 把手机拿了过来, 递给了乔洛洛。 乔洛洛也深呼吸几口气, 强迫自己平复下来。 他按下接听见, 两人还抱在一起, 苏婉的声音也肆无忌惮地冲进齐元的耳朵。 他敏锐地察觉到苏婉语气里的焦急, 看了乔洛洛一眼, 把手机接了过来。 喂。 苏婉听到他的声音, 脱口而出。 齐元, 我给你打电话, 你怎么不接啊? 出事了。 齐元皱了皱眉头, 担心他说出来的事情会惊吓到乔洛洛, 于是坐了起来, 走到了落地窗前。 出什么事了? 苏婉沉默了一瞬, 压低了声音。 别让洛洛听到, 齐元心头的预感越发得不好。 你说? 苏婉低声说, 玉初出车祸了, 现在还在医院抢救。 什么? 齐元一愣。 苏婉说, 他晚上和朋友在外面喝了酒, 还坚持自己开车回来, 结果在路上就出了意外, 现在医生说生死难料。 齐元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他沉默了几秒钟, 所以呢? 你打电话给我干什么? 齐琳这个大哥他都不认, 何况是齐玉初这个侄子。 苏婉知道他的想法, 带着哭腔。 我知道你不喜欢你大哥, 连带着不喜欢玉初, 但你爸刚刚都急晕过去了, 你大哥也急得不行, 你快来, 来看一眼。 齐元出生的时候, 齐青川已经45岁, 现在也是60多岁的老人了。 平时看着在剑术, 毕竟年纪摆在那里。 齐玉初出事的消息传回去时, 他就着急上火, 后来听说生死难料, 更是直接高血压上来, 差点晕死过去。 齐琳的老婆早年生齐玉初的时候, 难产去世, 他一心也只有这个儿子, 听说儿子出事, 下得失了神, 人都丢了魂一样的。 苏婉怕齐玉初出事, 更怕齐青川也跟着有事, 多年来, 两人经过的磨难不少, 但也相如以沫走到今天, 如果齐青川有事, 那他该怎么办? 他想来想去, 只有叫齐元去医院主持大局。 他是他的这个母亲的依靠, 也是齐家的主心骨。 齐元听到母亲的哭腔, 心跟着痛了一下。 他就算再不喜欢麒麟父子, 这个时候, 也无法看着齐家乱成这样, 而坐视不理。 妈, 你先别急, 我让梁霄先过去, 我马上就过来。 他挂了电话, 又到隔壁找到手机, 给梁霄打了个电话, 然后才回到主卧看向乔洛洛。 乔洛洛坐在星号星号, 神情紧张地看着他, 他猜想肯定是出了什么事, 但他不知道到底是谁出了事。 哥哥, 出什么事了? 他很紧张, 连名字都省去。 齐元看了一眼眼眶还微红的小朋友, 实在没办法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也许他有私心, 不想把齐玉初的事情告诉他, 但他更多的是, 担心他承受不住这个事情。 如果齐玉初真的出了事, 他会有什么反应, 真的猜不到。 乖, 一点小事, 我去去就回来。 他快速地走到衣帽间里换好了衣服, 出来后又走到床边, 低头亲了他额头一下。 随后他大步离开, 背影带着胶着, 乔洛洛的心绷紧了。 他看向齐元随手放在星号星号的手机, 很想打电话过去问苏婉。 犹豫了半天, 他还是拨通了苏婉的电话。 妈, 苏婉听到他的声音, 愣了一下, 又强装镇定。 洛洛, 怎么了? 是不是家里出事了? 毕竟不是大事的话, 苏婉不会这么着急地打电话给齐元, 齐元也不会这么大半夜地出去。 苏婉在那头沉默了一下, 没事, 就有点小事, 需要齐元回来处理一下。 你在家里乖乖的, 不要胡思乱想, 知道吗? 乔洛洛觉得他的语气很不对劲, 想追问, 苏婉却说, 妈这里还有点事要处理, 就先挂了, 你千万不要乱想, 他处理完就回去了, 知道吗? 文言, 乔洛洛只好答应。 我知道了, 电话挂断后, 他看着空旷的卧室, 叹了口气, 只希望真的没事才好。 车上, 齐元正在打电话, 了解事情的全部经过, 得知齐玉初是执意要自己开车, 旁人拦都拦不住时, 他眼里闪过一丝力气, 自己找死, 还要连累旁人, 撞到别人没有。 梁霄在那头回答, 没有, 他是在盘山公路上出的车祸, 开得很快, 直接从护栏上撞出去了, 又是个斜坡, 车打了几个滚翻下去的, 送到医院里时, 人已经失去了意识。 齐元沉默了几秒钟, 我爸现在怎么样了? 老爷子刚刚晕过去一回, 现在转醒了, 还在星号星号躺着呢? 齐灵呢? 齐先生他, 梁霄回头看了一眼急诊室门口, 仿佛苍老了几十岁的男人, 叹了口气, 我看也有点撑不住, 立刻去联系国外最好的医疗团队, 用直升机接过来, 保住齐玉初的命。 齐元能做的, 也只有这么多。 要是齐玉初真的丢了命, 那齐家真的要散。 他不喜欢这个侄子, 但他也不至于眼睁睁看着他丢了命。 电话挂断后不久, 车子停在了医院楼下。